報告委員會現在出席文9人已足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好 我們現在開會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第法院第十屆第一會期釋放金法政委會第十六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零九年4月15日 星期三上午九時至二十三十七分下午二十三十分至三十三分 四月十六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一分至十二十三十分下午二十三十二分至五十六分 地點紅樓三六二會議室出席委員與委員桂敏等十二人 列席委員黃委員士傑等二十二人列席官員 司法院秘書長林輝煌等人主席周遭及文春明 報告事項宣讀上次會議事錄決定確定討論事項 審查司法院行政院行情審議 國民參與刑事審判法草案 本次會議由委員林輝煌等十九人提出質詢 委員林輝煌提出書面質詢 決議以報告及尋答及大體討論完畢 進行逐條審查 名稱第一章章名第一條第四條及第二章章名 均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二條占保留 第三條保留送院會處理 其餘條文均定期繼續審查 委員資訊室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順便答覆者 官員有司法院副秘書長葉立霞 葉副秘書長 法務部蔡清祥蔡部長 我們國家通討傳播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陳耀祥 陳主任委員 還有國家發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高先貴 高副主任委員 國防部因為這個部長請假的關係 所以我們由副部長張哲平張上將 再來是交通部同樣的部長請假 所以我們由齊文中齊常務次長 還有我們今天也請到了我們國家安全局 邱國正邱局長 還有法務部調查局呂文中呂局長 以及我們行政院支通安全處 那個處長剛剛打電話來說 他現在在處理這個軍艦的這個足跡的這個資訊 所以處長不能夠到 但是副處長徐佳麟巡副處長今天與會 然後同時介紹本會的委員 第一位是吳一丁委員 李德維 李委員 吳玉琴 吳委員 還有我們蔡宜余 蔡委員 那我們今天排定的議程呢 是邀請司法院秘書長 法務部部長等相關首長 列席就國安等級資安站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跟功能 進行專題的報告並被質詢 我們現在進行報告發言時間三分鐘 我們第一位請我們司法院葉副秘書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早安 那今天貴委員會邀請本院就國安等級資安站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及功能 進行專題報告那本人奉邀前來列席並被質詢深感榮幸 那有關調查局成立的單位來加強偵辦電腦犯罪及防止假信息這一件事呢 本院並未參與 但是資訊安全涉及國家的安全以及社會的安定 以下本院僅就本院資安的防護來進行口頭報告進行指教 第一個有關資訊系統本院是才向上集中提升資安防護能量的來處理 那本院呢從107年起就積極來規劃本院所屬各機關的資訊基礎設施 就是以資訊系統多彩向上集中的整合 那比如全國一萬多人的猜禽系統那全部都已經在108年完成 那還有我們所屬各機關的全球資訊網也集中到本院的機房來共用實體的設備 由各機關來自行管理 另外呢本院所屬各機關的統計系統 薪資系統總務系統保證金保管品系統以及法官助理的管理系統等等 也都規劃在今年陸續會完成向上集中的一個管理模式 那屆時呢也期盼可以檢內所屬各機關 維運改等系統的一些人力減少硬體還有授權及維護的成本 可以有效管控資安的風險來提升資訊安全防護的能量 第二部分呢我們建立每天24小時持續監控的機制 那在107年4月3號起我們就開始建立這個機制 那也就是說每天都即時監控網路防火牆還有入侵偵測防護的系統 還有網頁的防火牆進階持續性滲透攻擊防護系統 還有AD單一登錄帳號主機還有郵件系統等等資訊的安全 如果有觸發疑似資安的事件那監控系統呢會立即自動以Email來通知各法院來處理 並附資本院資訊處來進行督導 第三方面呢本院配合資通安全管理法的施行為了有效落實執行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各項機制 也有推動本院資訊通過ISO27001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的認證 第四方面呢那有關資訊安全的相關措施我們採了五成顏面的防護 然後阻擋駭客來入侵 確保對外24小時系統服務的安全 那這一部分五成的防護措施請大家參與書面資料 那最後結論呢本院積極做好資訊安全資料的機密性 完整性以及可用性等等各項資訊安全防護工作 來確保本院及所屬機關的資訊安全 以上的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謝謝 好謝謝葉副秘書長 我們現在請法務部蔡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國委員會就調查局治安站的定位跟功能 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被質詢深感榮幸 報告如下 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安定 有效打擊犯罪一直是全民共同的期待 也是法務部責無旁貸的責任 如何運用合法的手段取得犯罪證據 並確保資訊安全是當前非常重要的課題 本部調查局成立資安工作站 就是要期待能以更專業的資訊 能力跟技術提升資安防護 及打擊相關犯罪的能量 其次報告有關資訊安全的犯罪型態 影響國家安全的相關犯罪 包括了內亂外犯及妨害國交罪 那依刑事訴訟法規定 是由高檢署及其分署的二審來偵辦 其中洩漏及交付國防秘密罪 也屬於外犯罪章 那其他洩漏或交付國防以外秘密罪 以及以下的特別法 都是屬於一審地檢署偵辦的範圍 包括了國家機密保護法 最近修正的洩漏或交付 全數國家機密於外國大陸地區 香港澳門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還有包括國家安全法 在108年7月3號新出正公布的第二條之一規定 人民不得為外國大陸地區香港澳門 境外敵對勢力或其派遣之人 為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此外還有要塞堡壘地代法 還有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等 危害國家安全的刑法規定 那上述的與資訊安全相關 且涉及國家安全的犯罪偵辦 均有賴於高度的資訊專業能力 才能確保此類案件偵辦的時效性及正確性 本部調查局成立資安站 可協助檢察官偵辦相關犯罪 共同維護國家安全與社會安定 調查局前於108年成立假訊息防治中心 快速提升假訊息案件的調查能量 積極偵辦散佈假訊息 而妨礙選舉公平性的案件頗有成效 因而在109年4月6號正式轉型為資安站 以因應科技快速發展的犯罪形態變化 那本部在今年二合一選舉的時候 也建構了科技查會指揮中心 及雲端緩會數位平台 至於 現在再加上 調查局資安站的成立 對於未來 國內舉辦選舉時 假訊息案件的偵辦 可以發揮更大的效能 以維護選舉公平 至於與疫情相關的假訊息 本部所屬的檢調機關 積極查辦不法 除了溯源查氣 轟抬物價 及囤積防疫物質的行為 以確保防疫物質的供應穩定外 更是全力遏阻假訊息的流傳 避免因假訊息而造成民眾恐慌 以維護社會安全 本部調查局資安站 及前身假訊息防治中心 針對惡意散播或轉傳疫情假訊息 均積極上上溯源追查 如罪證明確移送檢察機關 而檢察機關 即以訴查研辦的態度 積極偵辦 而在疫情緣軍的時刻 強力執法 維護社會安定 另外有關電腦犯罪 電腦犯罪的偵辦 更需要運用資訊科技 才能有效打擊 那以台北地點署 曾經辦過一營ATM現鈔的跨國盜領案 就是需要具備高度的資訊專業能力 才能突破關鍵 那本部調查局資安站的成立 對於檢察機關 辦理此類案件 將更有助益 那另外 電信詐騙也是誇境來犯罪了 所以也需要各國建立合作管道 共同發掘不法打擊犯罪 才能建立安定的國際社會 那麼因應資訊犯罪不斷的翻新 一二省檢察官 必須運用科技偵查 及數位採證方法 才能有效的防制犯罪 同時也要加強資訊安全部分 以確保偵查不公開 及避免偵查智能外洩 檢察機關 以結合了晶片鎖的加密保護機制 去識別化的保密措施 來落實資訊安全的守護工作 法務部為了貫徹 蔡總統揭示了 資安及國安的重要原則 以保護國家安全及社會案定 有必要結合高科技方法及資訊技術 迅速偵辦相關案件 本部全力支持調查局成立 國安等級的資安站 精進偵辦有關資訊安全犯罪的 專業資能 讓資訊犯罪無所遁循 以上報告 盡情各位委員指交 謝謝 部長 部長您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呃 除了反滲透法那些的話 那個像防疫的足跡 也是資安站的嗎 還是我剛沒聽到你講 沒有 所以防疫的足跡的部分 是不在這個資安站管的 對 這部分等一下調查局會報告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國家傳播委員會 陳代理主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謝謝大家早 今天奉邀列席 貴委員會 專題報告會議中 提出報告 盡情指教 近年來 由於假訊息頻傳 精調查有高達計程 從中國入侵 企圖影響我國選舉 防疫等 所以行政院建議網路假訊息 犯難 未有效因應 一定定有相關的處理機制 並針對網路內容管理明確 發分與實體社會的管理方式相同 是由各法令規定之主管機關依權者來處理 通常會作為通訊傳播事業主管機關 為協助嫌警調共同惡阻網路電腦犯罪 以及會同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等 成立防治電信詐欺與網路犯罪工作小組 不定期邀及電信業者召該會議 研究電信詐欺與網路犯罪之技術手法 督導電信業者配合前警調採取防治措施 以下就假訊息的處理 還有網路犯罪的執行措施等報告如下 第一 現行針對假訊息的處理計势 如果依照107年11月13日 國家知通安全匯報 知通訊環境及網際網路安全組第二次會議修正 之網際網路內容管理基本規範及分工原則 我國目前網際網路內容管理與實體社會的管理方式相同 稀有各法令規定的主管機關依權者來處理 另外行政院在107年10月13日 第3630次行政會議就防治假訊息 危害進行專題報告 並已擬定這個試假破假 試假成假是面向的策略與目標 並從法制面加以補強 目前行政院官網並已設置即時新聞澄清專區 主動登載推播與重大事件有關的即時正確訊息 行政院以請各部會 依照發現、澄清、關注、純證、更正、查處 六大原則防自假訊息三部 並由各機關依齊全責即時回覆處理 另外本會協助檢禁掉防治電信詐區與網路犯罪指定措施部分 包括以下幾個面向 第一個參與跨部會平台 跨越整合公司協力 提升防治功效 通常會參與行政院資安揮報等相關的跨部會會議 強化機關橫向聯繫 提升防止網路犯罪與電信詐區的功效 第二個本會協助辦理的事項 如果依照通訊傳播法 依照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 電信事業有執行通訊監察之一五 為例通訊監察及調取通訊資料相關作業順暢 本會並定有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 查詢電信通訊記錄實施辦法 及電信事業處理有關機關 查詢電信使用者資料實施辦法 檢警調等犯罪偵查機關 偵辦詐騙案件如案件涉及境內通訊者 可依法向電信業者調閱通連及使用者資料 本會將持續參與跨部會的防治 電信詐欺及網路犯罪工作 協助檢警調等機關防治網路犯罪 爭議訊息及假訊息 透過跨部會網路跨域治理及公司 公司部門的協力 延期有效的防治作為 通常會將持續督導電信業者 強化電信網路自通安全防護 及要求電信業者配合檢警調等單位 採取有效的防治相關措施 杜絕網路犯罪不法行為 協助維護社會治安及國家安全 以上報告 盡情指教 謝謝 陳代理主委 我請問一下 你這個報告裡面 我看到你剛剛講的是你參與 你是參與 我們今天的主題裡面是說 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跟功能 你是說你參與第四軍的定位跟功能 因為今天的專題報告跟假訊息或者是網路犯罪有關係 那你是在哪個階段參與呢 在你的報告裡面我沒看到 對我們沒有參與第四軍這個議題 所以你在你這個地方也就是說我們第四軍的部分 是這是調查局的業務 所以我們本身並沒有 然後你在前面提到的你的第二頁提到這個東西 所謂的參與也是跟它無關的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是跟通訊如果跟犯罪偵查有關係的話 我們當然是有依照通訊保障級監察法協助 這檢警調這邊來取得電信資料的這個相關的部分 不是因為你的結論說你持續參與跨部會的嗎 對 你到底參與的是什麼 參與比如說像那個 如果如果調查局他調查的東西跟犯罪有關你就參與 如果跟犯罪無關 犯罪有關而且是需要有那個電信業者的這些相關的這些 資料這個才是我們督導的部分 好 謝謝您 好 我們下一位請我們國發會的高副主委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 那今天奉邀列席各位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 有關要他去成立這個資安站的工作 本會並未參與 那我以下資就本會的職掌 業務職掌部分呢 提出說明 然後盡情指教 在資安防護方面 本會主要是負責政府呢 網際服務網的維運工作 那本會除了確實做好 所謂GSN的這個資安維護以外呢 然後本會在骨幹這個網路的扎口也佈置多重的資安防護機制 可以與各機關內部所部署的網路防火將相輔相成 可以降低相關機關受到攻擊的風險 至於在假訊息防治方面 本會客尊行政院訂定的相關處理機制 我們會全力做好及時防治有效澄清的工作 至於本案假訊息 及網路犯罪防治的相關工作 若涉及個人資料的收集處理跟利用 本會均會折成公務部門依循各支法的相關規定辦理 那如果呢有需要協處的部分 本會也會協調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辦理 那以上報告謝謝 好 我們謝謝國發會的高副主委 接下來我們請國防部張副部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 非常感謝大院安排本部列席參加 國家等級治安戰調查局市軍的定位與功能 相關應用作為專報 本部基於支持國防安全 僅就國防假訊息反制及國軍治安防護整體作為 栽料報告 希望藉此讓大院各位委員了解國軍相關作為 在國防假訊息反制方面 未有效反制國防假訊息的危害 本部在行政院新聞成績機制及222原則等指導下 針對所有攸關國防者假訊息 具品及時正確的要領 立即對外澄清說明 統合各業管部門能量 運用快速查證及時回應及追查溯源等機器作為 盡速澄清不實內容以導正社會之盯 降低對國軍形象及國防安全之危害 具體作為程序分數如下 一 查證澄清未能迅速遏制假訊一支負面效益 本部一收報查證及成績等程序 才發布新聞稿 召開記者會及製作圖文懶人包等手段 以真假對照圖或影音短片 偷有文字簡約 標題顯著內容淺顯易懂的澄清說明 具體反制假訊息 並運用臉書 LINE等社群媒體快速轉貼或發送 其能及時將正確的資訊傳達給社會大眾 以減低或有效控制假訊息之傷害 二 溯源分析 針對有必要執行溯源分析的假訊息 本部除指派專責單位負責外 並協調國安局 法務部調查局 或內政部刑事局針灸隊等單位 共同執行網路犯罪調查工作及溯源分析 二 如今查證假訊息內容 涉及國軍機敏事務或內部訊息 以國家情報工作法及保防匯報等行政調查機制 清查製造及散播假訊息的特定對象 以離其動機目的及有無敵對勢力介入 三 如今查證假訊息之網路訊息來源 判處本國者除以第二點規範辦理外 則通報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協處 如網路訊號來源判處國外者 則通報台灣電腦網路危機處理及協調中心處置 三 事後追責 針對已有觸犯相關法律責任的假訊息 則由本部法律事務司收證後 指派施單人員擔任訴訟代理人 依法追責以為生育及權益 在國軍資訊安全防護整備作為方面 資安威脅日益嚴峻 國軍歷年來雖以建制嚴密的資安防護機制 為網路駭客手法及惡意城市不斷精進 整體資安環境所面臨的挑戰亦不斷提升 本部除加強全軍資安教育 提升資安危機意識外 並持續掌握新型網路威脅形態 綿密各項資安管控機制 以提升國軍整體資安防護能量 相關作為既有 1. 落實實體隔離政策 為避免駭客透過網際網路 入侵國軍網路 嚴格落實居民網路實體隔離政策 並精進資安防護管理機制 運用防護管控作為 杜絕各種可能的害侵行為 2. 定時實施網路鑑檢 以年度排程定期針對所屬單位 實施網路滲透測試 以反占國軍網路防護作為 並見年度重大演訓規劃之網路工坊演練 驗證執管系統 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防護強度 以為後續資安整備之餐具 3. 完備資安應變處置 以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匯報架構 設置資通安全處理小組 並參照行政院資通安全管理法 六項執法 策盤相關行政規則 以有效掌握國軍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處 並釐清資安事件責任歸屬 每年配合行政院 執行資通安全事件應變處置 及相關演練作業 並適時調整回報 處置與復原等機制與程序 4. 強化風險評鑑管控 各尊行政院指導及新S27001 國家標準 輔導各單位建立資安風險評鑑能力 主動發掘資安威脅與弱點 妥擬風險對策及管控措施 令階資安相關預算編列 挹注資源於高風險項目的準備 強化整體風險管控作為 5. 持衡資安人員培訓 本部為軍事資安能量培育 持衡加強人員培訓 在基礎教育階段 分於各軍事院校設置資安相關專業系所 在分科進修及深造等軍事教育階段 分於各私訊單位 依訊員層級與專業屬性 安排對應之資訊管理與安全管控等相關課程 使國軍各級幹部均具備應有的資安認知與素養 此外結合學研科研及民間科技等能量 不定期安排專家授課 辦理資安合格簽證 爭取國內外資訊安全碩士班與軍售派訓等半次 以充實專業職能增強國軍網路戰力 依據多方行之顯示 網路戰力已成為中共戰略應用之主要手段之一 使用網路媒介散佈假訊息 以遂行資訊戰之威脅日益提升 為防渡假訊息對國防及軍事安全造成的危害 本部尊行政院指導 建立益處機制 持續精進與情收 與情收報管道及防治作為 掌握於本部相關的假訊息及網路負面資訊 及時事切完蛋處理 以安民心 維護軍運及形象 以上報告進行各位委員指導 謝謝 謝謝 謝謝副部長 我想請教一下 那個報告是今天早上才送來的原因 是因為前兩天從上禮拜 就是在忙著處理那個軍艦的案件 是不是 我想這有一定的處理 這後面 因為我本來拿到資料時間也是在上禮拜 可能中間是不是有 因為處理這個事情造成延誤 我下去會做一個沉迷 謝謝 因為你的報告來得太慢的話 本院的委員恐怕他還需要一點讀的時間 那您的報告這裡面提到 因為我們的標題啊 我就特別拜託我們行政單位 就是說針對那個標題 因為標題是講 國安等級資安站 這個調查局第四軍 我們在討論第四軍 但你們報告裡面都在講 各個單位的資安的那個 那個處理 跟這個主題啊 好像不是完全那個 那你裡面提到的 裡面提到就是說 那你們跟調查局是分開來 調查還是是結合在一起 其實我們在行政院國家自動安全匯報裡面 是屬於網際防護體系 所以跟今天的主題其實是無關的 是不是 比較無關 所以您的 可不可以簡單回答一下 就我們今天的主題裡面 從國防部的角度裡面 是有參與還是沒參與 第一個就是說 根據去年年底通過的勤工法 我們支通電軍有關網路 網路戰部隊的話 這已經屬於勤工法的規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在整個架構裡面 是當我們國防部 收報到有關國防的假訊息 有涉及法律層面 這個時候 我們要嫌棄那個 國安局跟調查局 來協助我們 兩邊都會 就是說國安局跟調查局 都會會同 所以就是跟這個有關 並不是 並不是無關 不是完全無關 沒理解 好 謝謝您 我們下一位 請交通部 請次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應邀列席各位委員會 就國安等級資安站 調查局 第四軍的定位與功能 提出報告 聆聽各位委員的指教 深感榮幸 鑑於近年來假訊息衝刺 常常造成公眾錯誤的認知 恐慌或者受害 所以政府全力查查與防堵 是確有必要 那本部對於涉及相關執掌的假訊息 都適時以適當的方式來澄清 那至於有關調查局成立 專責單位來辦理偵辦電腦犯罪 及防治假訊息以示 本部並沒有參與 但是對於政府共同積極打擊 電腦犯罪及防治假訊息的立場 與作為本部是禁表支持與配合 以上報告 謝謝 好 謝謝交通部 上次我們開會的時候 交通部也都沒參與 在今天的這個案件 我們聽的交通部也是 沒有參與這個第四軍的 這些的作業的行刑 是不是 是 好 謝謝您 我們下一位請 國安局邱局長報告 各位委員長好 為委員會交請本局對於今天的會議 就國安等級資安站 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跟功能 提出專題報告 那麼委員會所詢 所詢調查局成立 新的資安站這個狀況 所以該局等於業務的需要 進行組織架構跟功能的調整 我們局裡面盡表尊重 有關該局該資安站定位跟功能 剛剛法務部以及待會調查局 會有養證的一個說明報告 我們局裡面沒有補充的一些 建議這一次調查局成立新的專責 資安站在原有的假訊息防治中心的基礎上面 調整並入該局 電腦犯罪偵 偵辦相關業務跟人力 在事情的統一跟業務分工明確以後 未來將實際的負責網路的犯罪 境外敵對勢力網路滲透 這些案件的偵辦工作 無論從犯罪防治 假訊息 以及網害 受援查處等方面而言 工作能量可以獲得有效提升 我們局裡面更是基於國家情報工作法 賦予的職權 針對境外敵對勢力 對我們認知作戰 新型態的複合式網路攻擊等這些威脅跟挑戰 統合國安團隊相關的工作 共同維護整體國家安全 報完畢 我請教您 您的這個報告裡面 您是調查局的報告有事先給你們看過了是嗎 調查局的報告您已經看過了嗎 之前我沒看到 就剛才在開會當中 那你之前沒看到你在寫這份報告 王是去問的 去問他這個編署的原因 有去問 因為接到這個通知 禮拜五委員會通知我們要來開這個會 所以我們就問了調查局怎麼回事 您這個報告是什麼時候寫的 禮拜五下班以後吧 禮拜五下班寫這個報告的時候 您看了調查局的報告內容嗎 沒有看我們問到了 就是它是編署的原因 那你上面怎麼知道調查局已經有完整詳細的報告呢 我以為今天的程序調查局會先報告 因為剛才法務部長已經報告了 我看下一個程序就是調查局的報告 不是我的問題是程序問題啦 我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你寫這份報告的時候 你看了法務部的報告沒有 我只問到他們為什麼 有這個組織的編著 那你這個報告為什麼會說 調查局已有完整詳盡的報告 你有補充意見嗎 因為有補充意見嗎 他們會做詳細的報告 因為有這樣講嗎 那上次我們在講手機監控的時候 你講說國安局只有參與境外的 沒有參與國內的 那你今天的立場 因為你的整個報告裡面只有一頁嘛 那你到底是參與境外的 還是國內的也有參與呢 國安局的部分 因為有只要對國家安全有關的 我們都有參與 那就跟你上次的報告內容不一樣 上次的報告內容我並沒有講國內沒有參與 你上次的報告手機監控的時候 你是說境外的部分 你才參與 那您跟調查局之間的分工到底是怎麼樣 要經過高等法院法官同意 我們才能夠發交 謝謝謝謝 境內的部分要經過法官同意嗎 對啊 那所以你跟調查局的分工是你們是境外 然後調查局是境內嗎 只要針對這些來源的 我們都要做一個協調 然後請他們來 再決定到底是哪一個單位負責 我們只要發掘 我們也會發掘 他們也會發掘 你們發掘的會會同他 他發掘的也會會同你 是不是 情報合作 好 謝謝您 我們下一位請法務部調查局旅局長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 就調查局資安工作站的定位與功能 提出專題報告如此 敬請指教 第一 前言 那首先我要感謝貴委員會 對於調查局成立資安工作站的關注 和關心 那我必須要先澄清的就是 調查局的資安工作站 他是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資安勝利軍 他並不是什麼第四軍 這個第四軍並不是我們所冠的這個名稱 那調查局的資安站在今年4月6號成立 那成員的背景都是具備資訊的專長 而且大概平均年齡在31歲 那整體的數值跟年紀都非常的輕 而且可以發揮高品質跟高效率的調查能量 那我們調查局希望能夠藉此一個專業 專責的這個調查團隊來整合跟建立 成為我國資安的執法先鋒 那第二 資安站成立的原油跟背景 那資安站前身是假信息防治中心 在去年8月8號這個成立 那先期主要是引納本區知通案件處的知性專業人才 更廣納本區外型處站的多元專業人前 那為了因應日益增這個增加這個假信息 那進行高效率的分析跟溯源的查辦 遏止危害希望指甲於源頭 那在109年的總統跟立委的大選 還有這個新冠會員的防疫作戰 有非常多的這個歷練跟良好的這個工作的成果 並成功的議警剖析境外這個假信息的攻擊 以及認知作戰的鎖法 所以在今年4月6號 我們把假信息的防治中心 正式轉型為資安工作站 未來除了假信息的防治以外 也將在調查電腦犯罪跟網路的犯罪領域發揮首長 進一步提升資安防護跟打擊犯罪的人量 那資安站的定位跟功能 定位的部分 總統曾經在國家資通安全戰列報告提出 資安暨國安的重要概念 除了資安鐵三角的建立 也就是國家安全會議 行政院的自動安全處 以及國家通訊及網路安全中心 所建立的資安防護網之外 那我國更要建構網際網路犯罪的增防體系 而調查局資安站就是在這樣的定位 在資安事件犯罪發生之際 迅速的發動偵辦遏止犯罪持續擴散 減輕危害跟後遺 發揮主動偵查打擊犯罪的人力 來維護網易國境的安全 那這個資安站的特殊性在 在於我們調查局不同於一般的資安機關 除了重大犯罪的偵辦之外 還有監禁國家安全維護的重要業務 因此調查局希望能夠透過資安站的成立 未來在以國安單位及行政院 各部會的通力合作下 可以提升早期疫情 緊急應變跟持續迴應的能量跟效力 那在工作職場的部分 除了假信息的偵辦之外 我們還要把電腦犯罪的偵辦 網路這個害親的犯罪調查 這一部分能夠進一步的提升 這個資安的防護跟打擊犯罪的能量 同時本一專業技術 透展資安領域的國際合作 那在近期資安工作的成果方面 近期境外勢力對我國發動各種太陽的假信息攻擊 甚至對我國以內農農場共同造假 嚴重影響我國社會安定及公共自信 此外在新冠會員及疫情爆發期間 也散佈大量的不實信息 干擾我們的防疫作業 那調查局以資安站的前身 也就是假信息防治中心為核心 配合法務部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防疫政策 動員全台各處站的同仁深入轄擊 即使掌握境內外勢力的各種假信息的攻擊、守法、入境 自時的揭露給社會大眾來依先防範 像228連續教育有三波境外假信息的攻擊 還有衛生紙、尿布、紙漿、切禍 造成民眾搶購等嚴重危害我國 社會自信安定跟干擾防疫作業的假信息案件 那調查局都迅速的反映 即使掌握澄清跟疫情 另外更針對網路設計中 人頭帳號的共同造假行為 還有假信息的源頭 高效率的掌握偵辦 就是為了指假於源頭 另外我們也成功偵辦了很多件的社會矚目的資安案件 譬如第一銀行ATM遭入侵詐領案件 還有第一金控與證件公司遭比特幣勒索案 另外譬如台北市政府、前夕部、衛福部、台大醫院等 單位遭入侵 那根據統計 由於電腦犯罪科技的發達 網路的普遍應用 那我們舉例在近兩年來 所受理這方面案件有兩倍以上的成長 可見我們未來資安站將肩負更大的責任 那第五在未來資安工作站的重點 那除了電腦犯罪的偵犯、網路害群的偵犯 還有影響國家及社會安定的假信息的資安案件 另外我們也希望建構公司部門領域的網路安全夥伴的關係 強化執法單位跟民間社群合作的調查及預防機制 推動跨國組織的國際合作 我們也希望擁有一個安全無遺的資訊環境 那在資安工作站跟其他機關之間的特殊性的部分 那調查局的資安站跟其他相關資安部門的比較 在政府各部門的資通安全單位 因為他主要的業務是維持網路的正常運作 建構妥善的資安防護機制 也就是重在資安防護的概念 那這個調查局的資安站的角色 就是在資安事件還有犯罪發生的時候 能夠迅速的來發動偵犯 遏止犯罪的實際擴展、減輕危害 來維護網易國境的安全 那本局在這個跟其他司法機關的資安部門的比較的部分 那在刑事警察局他也有負責偵辦資安犯罪的這個單位 那跟本局的這個偵辦的資安案件業務相似 但是本局的定位主要在這個辦理重大犯罪事外 也肩負國家安全的重要的業務 那跟一般的資安機關是有不同的 那透過資安站的設立 本局更強化資訊專業的調查能量 並跟國安單位結合提升主動發掘 偵辦資安案件的成效 那最後在資安站的成立的部分 主要是依據法務部的組織法第五條 跟調查局組織法第十三條來成立 以上報告靜庭指教 好謝謝局長等我一下 那個因為今天那個國安局啊 他講說那個你們事前有沒有跟國安局 那個溝通你們的那個報告的內容 有還是沒有簡單就講 不是只要講有還是沒有就好 因為這個 國安局有來跟我們問過 對所以你也跟他講你的這個 你的那個視權統一啊 到底誰做什麼事情 是你們在今天開會之前 有討論過還是沒討論過 我們的幕僚有跟國安局的幕僚大概有 所以你們的今天的他說你的 他說你的分工很明確啦 那你剛才報告的部分沒有提到你的分工啊 那分工本來在組織法上都有明確的規定 那是怎麼樣呢 在國安的分工上 是怎麼樣分工法 國安案件是受國安局的指揮 國安案件歸國安局 OK然後其他的案件 這個的上級單位是法務部 犯罪案件的偵犯 那剛才剛才說你們 因為你的報告跟前面 跟前面報告有點差異啦 剛才就是說您提到防疫的部分 你也有有參與嘛對不對 那假訊息的部分 防疫的假訊息 防疫的假訊息你也有 還有囤機 竹機你也有 囤機啊不是竹機 囤機啊 囤機機機那個 囤機的部分 好OK 好那因為這個會牽涉到 要待會本院委員他要詢問的 這個部分 所以國安的部分 只要假訊息 跟國家安全有關的話 其實是國安局處理 然後其他的部分 防疫的部分就跟防疫中心 謝謝您 好 那我們最後要請我們行政院 資通安全處的 徐副處長報告 好 主席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今天應邀列席 國安等級資安站 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與工人 進行報告 以下謹就 我國資通安全防護機制與分工 政府強化資通安全防護策略與作為 及防治假訊息推動作為等部分 提出說明 敬請指教 第一 我國資通安全防護機制與分工 為統籌並加速我國資通安全基礎建設 行政院於90年1月成立國家資通安全匯報 負責國家資通安全政策通報應變機制 重大計畫之諮詢審議及跨部會 資通安全事務之協調及督導 為貫徹資安及國安戰略 提高資安主導層級之重要策略 行政院於105年8月1日成立資通安全專責單位 也就是資通安全處取代原來 以任務編組的資通安全辦公室 擔任資安匯報的幕僚單位 那目前資安匯報下設 資安網際防護以及網際犯罪增防兩個體系 這兩個體系的任務呢 包含整合資安防護資源 推動資安相關政策 防範網路犯罪 維護民眾隱私及建立資通安全基礎 基礎建設安全等 那其中在網際犯罪增防體系下 建制有防罪防治網路犯罪組 建制有網路犯罪組 那是由內政部及法務部共同主辦 負責網路犯罪查查電腦犯罪防治數位見識 及檢討防治網路犯罪相關法令規章等工作 二 政府強化資通安全防護策略與作為 因應資通科技快速演進及網路頻觀提升 帶動了行動雲端及智慧聯網的發展 社會生活環境已由實體延伸至網路世界 伴隨而來的亦有新的資安漏洞與防護挑戰 依據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風險地圖的顯示 在109年全球可能的風險中 網路攻擊為十大發生可能性的第七位 那另外它的影響性也佔有第八位 所以可見網路的攻擊其實是不可漠視的 面對複雜多變的資通訊環境 以及日益嚴重的資安威脅 持續強化資安推動組織 並落實及精進各項資安防護工作實屬必要 資安處在106年即開始推動 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的第五期推動方案 以建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 提升整體資安防護機制 強化資安自主產業發展為目標 而且也希望在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上 能夠更加的提升 降低資安事件發生的頻率與衝擊 並強化市中的緊急應變效能 以及事後的復原作業機制 進而強化數位國土的資安防護 目前資安處也在積極的規劃 下一階段的國家資通安全發展方案 以持續提升我國的資安防護能量 防止假訊息的推動作為 在持續堅持民主價值 維護言論自由的前提下 積極運用現行的法律 針對民之為假訊息 能故意傳播 因而造成個人或公眾損害的情形 從法治面及行政措施進行補強 以惡制出於惡欲虛為假造 造成危害之假訊息 降低其對國家社會公共利益 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目前我國針對假訊息的防治策略 分為四個面向 第一是釋假 透過識別及辯認等 作為提升公民的飾毒素養 養成獨立判斷能力 第二個是破假 透過查核及離清等 作為提升澄清機制效率 推廣第三方查核機制 第三是釋假 透過抑制及移除等 作為強化媒體平台協力 有效抑制危害擴散 第四是承假 透過規管及究責等 作為追究違法責任 公正獨立司法審查 目前在法治面的推動作為 包括針對行為人的法律責任 進行既有規範的盤點與修正 並新增散播不實 訊息刑事責任的條文 目前這件事情都還在盤點當中 針對行政措施的部分 則藉由媒體試讀教育 提升媒體及網路資訊之試讀能力 由行政院設置單一窗口 作為民眾回報假線學的管道 並由各部會成立專責組織 加強能力專業及資源 以提升即時反應能力及有效澄清方法 持續監理廣電媒體落實自律 並透過公司協力推廣事實查核 4. 結語 資安是國家的根本 尤其網路威脅日益嚴重 為維護虛擬世界的數位國家安全 有必要持續強化政府資安防護體系 公司協同合作機制等 並積極強化我國資安聯防能量 以上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會與指教 並藉由這個機會來謝謝各位委員 對行政院各項資安工作的支持 謝謝 好 謝謝徐副處長 我們現在機關代表都已經報告完畢了 現在進行巡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八分鐘 必要的時候可以延長兩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的時間六分鐘不再延長 上午十點三十分截止發言登記 好 我們現在請登記第一位的吳玉琴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官員 我想小英總統也曾經說過 資安及國安 而且也對於未來持續資安的工作 還提出了一個 資安及國安的2.0戰略 預計也是2021年到2025年 要來推動相關的資安的一個維護 我相信 剛聽各部會的一個報告 可能還有一些東西要再做一些釐清 所以待會我在 後面會一一來跟 可能做整體的一個釐清 到底資安工作的分工 是怎麼樣做一些分工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這個是在4月8號 我們自由時報 在談這個我們 所謂調查體第四軍 他們號稱第四軍 我想剛剛旅行長也提到 其實第四軍是一種通稱 他其實就是一個資訊戰的概念 可是在這個報導裡面 有提到的 這是編制說30個人 而且是從各地 調了21個精英過來 可是呢 特別又提到說 它隸屬於國安系統 上級機關是國安會 李局長要不要澄清一下 這個資安工作站的上級機關 是你還是國安會 資安工作站是設在我們法部調查區裡面 那他的工作職場 當然會涉及到一些國安的 是 一些這個部分 那涉及到國安的部分 我們上級的指導是國安局 是 所以是看業務 或是所謂的那個偵查的那個內 如果犯罪的部分 那還是還是我們 有關國安的犯罪的部分 就是會叫國安局去 所以 但是你的工作站 資安工作站不是上級單位 就叫國安局吧 不是這樣的概念吧 不是 是應該是一個橫向合作的概念裡面 有關的業務會到那邊去 其實它就跟我們局裡 目前所設的各個工作站 機動站那個 那個概念都一樣 它只是我們局裡的一個 下級的一個獨立的工作站 那在 那這樣我就很想問 因為行政院在資安 資安處在報告的時候有提到 其實行政院好像扮演一個 比較統合的一個角色 所以 也提到說 行政院設置單一窗口 會作為民眾回報假消息的管道 那這個管道 通報過來之後 是不是由行政院這邊就會分派到各個所謂的部會 比如 有一些可能到你這邊來 調查局 有些可能到警政署 因為要啟動一些偵查 那 我不知道現在你們的分工會是怎麼樣 要行政院 這個 資通安城處這邊來提供這個分工嗎 因為我看不太懂 就是說到底 這個民眾如果要檢舉假消息的時候 我就是到你行政院這邊的單一窗口嗎 還是我可以直接到調查局 或是到警察局 這跟委員再說明一下 就是說 如果針對資安的部分 那資安其實在我剛在簡報裡面有特別提到 防護的工作裡面有分防護體系跟網路犯罪體系 那網路犯罪體系的話 因為它涉及到有刑法的網路犯罪的這個違法 所以會有調查局 或者是內政部的刑事警察局去做犯罪 做調查 對 那在檢報裡面談到那個單一的窗口是指說 因為現在網路的這個 特別是針對是假訊息的部分 因為假訊息特別在社群媒體會有很多假訊息的流傳 那有關 會涉及到有關部會 它的業務方面其實 那就已經是假訊息 那原則上會透由通報到我們行政院這邊 我們行政院會跟一些社群媒體去協調說 這個是不是真的是假訊息 那如果有必要的話是要做一些處理 原則上的做法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針對假訊息 因為今天我們可能也是比較放在假訊息的這個議題上來處理 那如果是假訊息的話 未來可能行政院我待會還會再問 你提到四個這個破假或是四假或是自假 這些議題怎麼去操作 我想我會待會再請行政院這邊再來回答 那接下來就是看到我們 我看到網路部調查局的官網 其實有不少的這個假訊息的查契 我現在就針對假訊息的查契的議題 那請問到年初到現在 到底多少人瀏覽這樣的一個這個網站 也就是瀏覽率高不高 其實我們這個在新聞的運用方面 除了我們集外的網站以外 我們還有一個FB也會放這些相關的訊息 那其實我們FB的粉絲有四萬多人 所以是FB也會幫忙這樣子 那這一假消息大概來自的是台灣本土的人 還是來自境外的 因為我剛剛好像看到 隱約看到報告是有七成是來自海外 對 那到這個4月18號為止 我們總共偵辦的件數有373件 那這373件裡面有境外的假訊息有266件 是 那我們已經移送了60案83人 是 所以還是來自境外的居多 好 那請問一下如果是來自境外的話 這樣的國外的一個攻擊 請問透過什麼方式來做處理呢 你有可能去移除他的這個假消息嗎 你有沒有可能透過 法務部這邊有沒有所謂的這個司法互助可以去處理 這個部長可以回答還是說局長可以回答 有關境外的 境外的 境外的當然我們第一個當然就是希望 第一時間給民眾議警 讓民眾知道說這是一個假訊息 一定要做 但是因為境外的案件 我們犯罪上偵辦會有困難 只會他有進到我們境內 那 你沒有辦法移除他的IP 沒有辦法 那我們會 如果他是一個 譬如說假設他是一個共同造假 那我們會把這些信息提供給相關的社群媒體 建議他們 能夠依照他們的這些規範去把這些下架 所以還需要民間的這些網路平台來協助 那這個部分我們有相關法規可以規範他們來下架嗎 目前是沒有 大概都要他們 所以變成要由他們來自律跟倫理的問題 那這部分我們的NCC 或是我們的行政院可以幫得上網嗎 我不知道 網路的部分NCC好像說不歸他管 不歸你們管 那 網路是歸誰管 有時候我都常也是有點混淆 就是剛剛主席也問了蠻多問題的 現在網路的這個 尤其是海外的這些議題 那誰來負責 他平台的儀儲 尤其是網路平台的部分 這個報告委員 網路齁分為基礎層 平台層 還有應用服務層有不同 那如果是在基礎層 有關一些資安很多是我們NCC 或者是資安處這邊 我們會有相關的這些機制 那平台層就剛才我們行政院講 很多上目前為止 因為法律的規定 所以我們很多都是只有找 比如說你這個假訊息可能來自FB 對 或來自LINE 或來自什麼 只是我們目前能做的是 請他們協助 自律 或者是想辦法有一些 比如說檢舉的方法 是把它移除 好 那說應用服務層的話 那內容就很多 網路上面比如說有 什麼各種的影音啊 服務啊 或各種服務都有 可是這樣一個跟網路的平台 討論的過程中 多久的時間他們可以處理 你要看案件個案的情況 比如說你如果說像 如果你們在調查期間 有沒有可能請他們先 隱藏不出現 可以嗎 沒有沒有 因為基本上他們公司 都不是在台灣 這個都是境外的公司 都在境外 所以我們只能透過管道 希望他們協助 那基本上我們 不管在治安處這邊 或是我們NCC這邊 我們都跟他 有一定的聯繫機制存在 所以這部分的能夠掌控的 不在你們手上了 對對對 好 瞭解 因為我想我下一頁喔 就是要談 瑞典有個這個去年 4月10號的調查 台灣濃燈這個外國輸入 假消息 嚴重程度第一名 這個我想 行政院應該也非常的清楚 台灣在這個部分 專家學者也一致認為說 我們受害的程度 是相當嚴重的啦 所以怎麼樣去算 這個 我們 這個 行政院的 這個 簡報裡面也提到 第四頁也提到說 這些法律的盤點 我覺得法務部盤點非常多的法律 還有哪些法律需要再做修正 行政院有沒有很清楚的 一個 這個目標 因為上一屆我們其實防止假消息的議題 也修了不少法了啦 法務部的報告又寫得蠻清楚的 非常多的法令 還有哪些部分你還要再強化 跟委員報告其實 這部分可能還要在盤點當中 還是 對 還是說 會後 我在 我再 透過我們院內其他單位的協助 我再把需要後續會還在做的這個資料 再給委員 因為 現在可能還沒有一些 手上的手頭上的資料可以說明 因為我想 我一直蠻 其實在這個議題上面 我覺得我們也需要善用民間團體的一個 這個主動協助事實的調查 這個破甲的部分 因為我們官方的這個澄清稿 或是官方的這個說明稿 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總是慢這個訊息的傳播 尤其現在FV啦 或者是LINE 傳得非常非常的快 你們怎麼補救大概都來不及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還是需要民間 特別是 剛剛我講到 其實行政院提到自假 就是說平台網路平台怎麼來協助我們 把那假消息可以控制 或者是所謂不要再散播出去 這個是可能網路平台的民間單位 要一定要一起來幫忙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調查局這裡有提到一些民間的一個 這個網路的平台 其實我覺得LINE 所以衛福部最近官方的LINE 其實功能效果還蠻大的 就是他常常在這個防疫期間 各種訊息都是透過LINE來告訴民眾 我覺得這部分 我不知道我們調查局這邊 或是 跟委員報告 這個有連結 我們跟那個 那個疾管家有連結 在假信息的部分有連結 有連結嗎 民眾可以點進去 就是防疫的議題 你就會跟局管家這邊來合作嗎 對 那其他的部分 像烘台物價什麼 那就會 那個部分我們就自己做 自己做了 所以變成說你是跟哪個部會合作 那個議題是哪個部會的時候 就是透過那個部位 來做相關的這個假訊息的澄清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怎麼樣更有效的去或快速的回應這個 所謂的假消息 然後澄清假消息 我想這個大概都是各部會很大的挑戰 因為信息傳播太快了 好最後一頁 我想這個行政院提出了 試假、破假、自假跟成假 我想今天各部會在這邊 破假大概就是我們 這個我們 法務部跟調查局很重要的角色 跟今天內政部沒來 警政單位也是蠻重要的角色 但是自假其實應該是 就是NCC跟我們行政院的 資通處這邊要協助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跟整個大的網路平台這邊的合作 怎麼讓他們 我們雖然沒有法規規定 但怎麼自律以及 即時能夠把這些 這個假消息能夠移除 我覺得這部分也是你們 可能要來協助的部分 那成假當然是司法院 還有法務部可能要扮演的角色 如果來怎麼樣來審 來趕快制止這些 應該有的懲罰 請政院來回答 好我跟委員特別關心的 包括一下就是 委員特別關心自假的這一塊 那我給剛剛補充一下就是 現在跟社群媒體平台合作的方式 就如果今天有一個假訊息 它其實是已經 跟政府現在所施政政策 或任何方式已經有所相違背的話 那原則上我們有跟像 以我們跟臉書來講 其實會建立一個聯繫的通道 那這個我們會把這個 這件事情通報給臉書 那其實因為基於言論自由 其實臉書它會去查證 這件事情是不是有違反 我們現在的相關法律 或者是這個臉書平台的這個 這個社群守則 他們一定會都會查證這個部分 可是這調查不是我們調查局 或是各個單位會呈現相關的調查資料 會給臉書 但是臉書它自己還是會再做一次查證 那這個要花多長的時間才能 就是看個案 對 不過因為臉書它自己還是一個 它也是一個沿路的評 它還是會非常尊重 這些臉書上面的發言 因為我是看到德國有相關的 對這個網路平台有相關的法規的規範 也有相關的懲罰 那這個部分我想 國內是沒有 可是我想 國外有這樣的一個法令 FV或是臉書也是他們 可能被管制的一個對象 所以他們應該有相關的 內部的這個所謂的行政的規則 去防止假消息 所以我想這部分還是 辦公室行政部門 在跟我們幾個大的網路平台 能夠好好的溝通 這個自假的部分 還是要努力一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吳委員 接下來請李委員貴敏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想因為原來我們這個 其實第四軍影響國人的權益很大 所以我們特別排了這樣的一個議題 不過因為那個這個週末呢 他才發生這個軍艦的事情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 就是說那個我們調局局長還有部長這邊 就是說那個行政官員在對本院的委員回答的訊息 如果不是真實的話 比如說上週我才問過說有沒有這個官兵確診的這個訊息 然後答案是說沒有 那像行政官員對本院委員回答的內容不實 算是假訊息嗎 來 算不算 不是那個那個調局局長 他算不算是你認定的假訊息 假訊息喔 必須要是他明知這是假的 而故意要去散播 那如果行政官員明明知道他是假的 回答本院委員的質詢的時候 說的內容跟他所知的是不一樣的 是不是掉入你的假訊息裡面 來 局長 其實我們在處理 是還是不是 因為我還要問別的問題 不會依照惡假害來做判斷 那如果他符合這個三個要件 我們就會立案 那立案他要看看有沒有涉及到刑事責任 好 如果行政官員他明明知道訊息是假的 但是回答本院委員的質詢 因為立法委員是代表民意在質詢的嘛 所以他回答的質詢的內容是不真實的話 那他也是墮入你的假訊息的範圍之內 我接下來要請教一個 這個是很多民眾非常關切的 我們請那個張副部長 就是說我們會希望這一次的軍艦的事情 其實是一個很令人遺憾的事情 所以不要把那個責任都歸到那個基層的人員上面 那那個副部長我請教的一個說 我們現在先以防疫為重 先不要去談什麼究責 防疫為重的情況之下 我們知道現在左營的軍區 其實是海軍一個主要的一個地點嘛 那你現在有感染的情況之下 那現在你這個軍艦呢 還是落在軍港裡面嗎 然後你的這些的人員呢 他離官校跟資源或者編納的單位呢 雖然有一定的距離啦 那你在運送這些人的時候 這些的運送的這個車輛呢 他在執行完畢之後 他還要執行其他的任務 那這個感染風險呢 會騙擊在整個這個 左營的營區裡面還有域區外 那我們現在從外面的訊息看到的呢 你們有去追查這個 他在外面的這個足跡的活動 看看他有沒有到哪裡去 可是在這個左營營區裡面的 這個足跡的部分呢 好像都沒有看到有任何的這個追蹤 第一個我想請問的是有追蹤還是沒有追蹤 那你這些軍艦上面的機械在運送到其他的地點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人 我們都知道那個那個細菌會跟著這些的東西傳染 那這些的東西你的這個因應措施 你是怎麼樣子去做 那我們都知道你這些的人員 假設啦 你左營的部分呢 假設你左營部分 如果你把他的這些的人員也好 機具也好 資源也好 包括你的什麼樂隊啊 這些樂器啊等等 這些東西在由後面的人 他去接觸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這個傳染的風險 我們不知道你現在怎麼做 那我們知道你的人員的配置 如果那個地方停滯的情況之下 你是會移植到大直去嗎 你到大直的這個海軍的地方 那是不是又到對大直地區會造成一個感染的情形 我們麻煩這個張副部長回應一下 第一個就是有關在這個疫情呢 在4月17號開始發生的時候 我們就按照中間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先把這這七百多位同仁 一個一個用電話通知要準備進入集中檢疫 同時也請他跟他們的家人講 做好自己的居家隔離 然後到了4月18號 我們是用我們自己 我們國防部所屬的車輛 然後再遵守防疫安全的指導 都是配戴口罩 上車且量測體溫 我們在18號的晚上最晚 11點中20 就已經 最後一批之11點20 全部到達那個指揮中心 給予我們的配駐的指揮所 都已經進駐 同時呢指揮中心就開始產生疫調 還有所謂的一個篩檢 那我們在這個事情的同時過程中 我們馬上檢討 所有可能我們初步調達可能接觸的地方 還有產生的情況 都做了營區隔離 我比如說像我們的政戰學院 當初我們知道他有回學校 然後那個18號確診 有兩個就是確診了 他現在已經學校停課了 然後有密集接觸的地方 因為我們當初是每個學校營區 都有準備所謂一間一間的區隔離 所以就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呢已經休假在外的學生 你就在家裡面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是不准外出的 在學校的人員你就留在學校 然後一人一間的那個所謂的宿舍 然後自己在學校裡做區隔離 這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這個情況下 不要再有人員所謂的流動 同時我們也跟所有的官民都講 現在是我們全國軍都已經做智商建築管理了 不管高階低階 然後另外就是你關心的就是 現在他那個船艦提拨的碼頭 在昨天呢已經完成了碼頭部分的所有的傾銷 現在我們是根據 由那個化兵取納 這兩天在指軍艦倉位 軍艦各部位的傾銷 那另外海軍官校是在昨天晚上宣布 也是因為有確診我們的規範 海軍官校是比到政戰學院 因為他們現在目前我們在查也沒有密切接觸者 那他也會進入學校的單獨的隔離隔離的營舍 那其他人員跟政院一樣在外面的不回去 在裡面的就不出來 大致上這樣不知道這樣的回答 夠不夠完整 謝謝副部長 所以總結您剛剛前面提到的說 外界的疑慮其實不存在 你不是只有查營區外面的而已 在營區內部的接觸的部分 你們也查了對不對 您剛剛的回答是這樣 我如果理解沒錯的話 就是說不會產生外界疑慮 認為左營營區有可能會淪陷 因為左營是我們海軍的一個主要的一個基礎 如果左營整個淪陷的話 那基本上面來講 那不得了 我們的海軍等於是等於是垮了嘛 對不對 所以您剛才的回答是說 您除了那個營區以外的 你有去查政戰學校啦等等的之外 在營區之內的 如果您剛才回答 是不是說他也是有做足跡的規範 有還是沒有 我剛聽你說是有嘛 是不是 我要跟委員報告說 我們自己做初步的調查 因為最精準的 不是啦 副部長我覺得現在 因為民眾很關心這個是 因為營區裡面的 我剛聽到你講的是說 你在管制 所以基本上面來講 在營區裡面的人 他不會再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不會再造成污染源還是會 只有政院 政戰學院跟空軍官校 其他的還是有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民眾關心的 你現在 營區內的足跡 有做調查 還是沒有做調查 有還是沒有 營區內的足跡我們做初步調查 我先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就跟我們的 對就是中央疫情指揮 指揮中間的規範是一樣的 他是一個營區 但不是一個院區 他跟政戰學院那個營區一樣 他營區有兩個院區 一個是政戰學院 一個是管理學院 所以我們針對這一部分 我們是做了初步調查 因為我們當然 那你的初步調查完之後的措施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如果你的初步調查有散絲的話 然後這個污染源往外擴散的一個情況之下 民眾就會想知道這些人是哪一些人嗎 那你這些人你必須公佈的時候 會不會對他的個資產生影響 有顧慮還是不會有 我們國發會也在這裡 法務部也在這裡 你現在這個問題民眾所關心的 你要講清楚 你營區內的初步的調查 如果有錯誤的情況之下 他這個污染源往外擴散的話是 你要等到那個階段才公佈 他們的個人資料嗎 還是是怎麼樣子 如果不公佈的話 你是要怎麼樣去防堵這個污染源 這個是民眾現在最想知道的事情 最近的事情就是各有權責 我們以我們權責包 不是啦沒關係啦 你現在就是說你營區內的足跡 有調查還是沒調查 我營區內的足跡當有做調查 好有做調查 那你營區內的足跡有做調查 這些的人員是有往外 你是有譬如說有些資源的人員 你就讓他到回歸到原單位 或者是再分配到其他的單位 這些那些的原單位也好 其他單位是不是能夠知道這些人是誰 還是說會有個資上面的顧慮 我們的法務部跟國發會都在這裡 你要趕快說他們主管的機關的單位 才能夠馬上的回答 那這樣才能夠依法行政 而且卻又維持國人的一個權益 可不可以拜託回答真實的訊息 我一直回答很真實的訊息 因為這個事情我們要遵照 中央流行行指揮中心的規範 他是不能公布名字 所以說為什麼在每次都是按396397398 同時另外跟委員報告 我們的調查不是說一定很精準很完整 因為當我們知道這個疫情的時候 這700多人我們就立刻給他收拢 就放到那個極簡的中心的地點 所以最精準的疫調 他們自己本身是由專業的 中央流行域執行來做 同時據我所知 他已經用了細胞簡訊 也發送了大概有3000多人 但是我是看到 因為我參加兩天的記者會 也看到報紙上的一些報導 是真是假不知道 但這是反映一件事情 我們初步的疫調是我們的執照 我們該做 讓這個做個損管 那最精實的一定要讓這個疫情 希望不要再擴大 我們都是遵照 那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他的指示來做 那這就是為什麼就是說 其實我們很擔憂啦 因為上禮拜才 本院的委員才一再的提醒 一再提醒的情況之下呢 都打包票說沒有問題 那現在已經發生了 我們也不想追究任何人 我們只是說這個防疫的破洞 趕快補起來 不要再用以前的傳統的態度 就把規則單位往下推 然後接下來還是不做這個防疫措施 那關於今天的主題呢 我想我用這個書面的 用我的PowerPoint 用書面質詢的方式代理 才不會耽誤其他這個委員的時間 但我要提醒的就是說 可能拜託調查局局長呢 還有相關單位回覆一下 就你今天在成立第四軍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講到說唐鳳啊 他已經跟美國 他有這個溝通的這個情況 然後講說歐美啊 都有設立這樣第四軍的情況 這跟本席的了解呢 其實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那也特別拜託一下 在你的報告裡面 書面質詢的回應裡面 也回應一下 對於言論自由 跟你現在做第四軍的 這個之間的這個分言 你怎麼拿捏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貴蜜 好 因為今天那個上週的軍艦的事情呢 這個今天顯然很多人都有跟相關的議題有關係 那個部長那個要請個多久的假 30分鐘的假 那我們現在準假 讓副部長先先去處理這個必要處理的事情 但是國防部的部分是副部長不在的話是誰在現場 報告主席 我沒有聽懂我沒有請假 我們是我們部長請假 我代理他才參加這一次的那個報告跟備詢 所以你的部分你並沒有 你並沒有那個請假 因為我這邊接到一個那個 你的那個請假的一個條子 好那我們現在先請那個吳怡丁 我們現在先請吳怡丁吳委員 他是不是有新的國防部理叫我請假去哪裡 沒有 謝謝主席 請大局局長 局長我覺得這個治安戰的成立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網路上的攻擊 不管各方面都是很多的 那我想先跟你請教一下你們執掌的範圍 我這邊列了幾個是社會比較關注的 私密影響的傳播 那剛剛大家一直提到的假消息 那還有是商業網路的駭客入侵 我就指的是說你公司的商業機密 可能遭受網路上的駭客入侵 竊取你的商業機密 還有接下來是在網路上的仇恨言論的發言 或者是透過網站做洗錢 違反洗錢防治相關規定的作業 那最後一個是境外勢力集體操作 藉以影響我國國際形象 我想請局長跟我確認一下 這些是不是都是我們的範圍 還是有哪一些並不是 跟委員報告這裡面所類的 當然其中私密影像跟所謂的仇恨言論 那要看它所涉及到的法律是什麼 因為我們調查局執掌部分 除了國安以外 那犯罪的部分是以重大犯罪 還有一些選舉的比如說貪毒 還有這個去毒等等的重大犯罪為主 所以如果私密影像跟仇恨言論的話 如果不是牽扯到重大刑事的話 是屬於警政署嗎 是 那最後那一個呢 影響我國國際形象 這個是涉及到國安 所以這個是所謂的妨礙國家是不是 國家安全 那主要我們這些辦案都是主動偵查嗎 還是民眾檢舉也可以 都有 都可以 那我想請問的是 因為你們給我回覆的那個報告 有關於上一次 本局資安工作站 應發現大陸網 我就念你們給我的報告 應發現大陸網民假台灣知名 集體散佈假道歉文事件 一是境外勢力集體操作 藉以影響我國國際形象 那剛剛局長你確定了這是妨礙國家 那請問一下這是你們的執掌 還是國安那邊的執掌 因為我剛剛聽到國安的意思說 跟國家安全相關的話 是他們那境內的話才是調查局 只要涉及到這個國安的 我們在國安局的獨導跟指導之下 我們都可以處理 所以這算是妨礙國家 那我想請問一下 如果以同 那這個東西是你們主動偵查 還是民眾檢舉的 這個是我們主動偵查 這是你們主動偵查 那我好奇的是 那這個是他們集體道歉嗎 所以我們覺得大局認定說 這有影響我們的國際形象 那大局是不是認為 那在網路上的那一些 侮辱WHO的譚德賽的話 是不影響我國國際形象 所以並沒有主動偵查 沒錯 所以我們認為去侮辱別人 並沒有妨礙我們的國際形象 可是集體散佈假道歉文 有妨礙我們的國際形象 對於這個剛剛委員所提到 我們國內的民眾 如果對於WHO這個譚德賽 有一些情緒上的一些反應 或者說甚至涉及到 妨礙民意的部分 那這個是屬於一般的刑事案件 那當然如果有人來告的話 當然 所以如果說我們 我們去侮辱他是妨礙民意 需要他回來告我們 可是如果有人 假裝是台灣人去道歉的話 這變成是妨礙國家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 境外勢力的操作 來試圖來影響我們台灣的 內部的這個案件 所以我們認為 我們去侮辱 這些在網路上侮辱他的 不會是境外勢力 所以我們沒有去調查 對因為這兩個 兩者的性質是不一樣的 OK好那我只是確定一下 所以你們認為 假裝台灣人去道歉這件事情 是來自境外勢力的操作 影響我們的國際形象 但是我們去侮辱這個 國際組織的這一位譚德賽先生 並沒有妨礙我 沒有影響我們的國際形象 所以調查局並沒有介入 其實我們不是界定在單純的國際形象 我們是主要就是說 看這些境外的一些操作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 國內的這個安全跟社會的秩序 所以如果是 就是 就是 調查局這邊完全排除 侮辱 譚德賽先生 全部 就是完全排除是境外的可能 委員的意思是說 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 侮辱 譚德賽先生 也可能是境外造成的 那是不是也會影響我們的 國際形象 境外造成的 如果 如果他是境外的去侮辱 譚德賽 那我們認為 在這個部分 不是我們執掌的範圍 所以 可是如果境外的去假裝道歉的話 就是你們的執掌 對 他如果是假裝台灣人去道歉 我們覺得這樣 那他如果是假裝台灣人去侮辱呢 那是不是屬於我們的局長 假裝台灣人 我剛剛有報告過就是 如果是假裝 台灣人去侮辱 而且是集體的話 那這個有可能會 這個過程 OK 局長我想這個講也講不清 我接下來 其實我是很關心 治安站的工作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平台 現在主要台灣用的是 臉書跟那個Line 那我想請問一下 臉書跟Line 他們跟我們合作 就是願意交出來資料的 相關的案件類別 我們找到的是這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其他的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刑事案件 對 刑事案件 那這裡並沒有妨礙國交 它並沒有類妨礙國安的這個案件 所以如果我們要跟他要資料的話 是要不到的 有時候他們會提供 要看個案的情況 對 這就是我們的問題了 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們的聯絡的窗口 還有它的流程是什麼樣 你需要透過通保法的第五條 然後請NCC發 沒有 我們有調查局 跟臉書有直接的窗口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聯絡 那請問一下臉書 給不給資料的話 是怎麼取決呢 這個由他們自己內部去做政策的決定 所以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確實沒有法院 讓你去讓臉書在一定的時效之內 臉書或者是LINE 在一定的時效之內 去給你你想要的資料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請問一下 那你剛剛有提到 你有追查到一些假消息 請問一下他們撤銷 有撤銷了嗎 有這樣子的Case發生了嗎 臉書跟Twitter過去 都有這樣的一些案子 就他們會把一些這個 洗假帳號下架都有 是把帳號下架 可是沒有辦法 那LINE呢 LINE就沒有 所以LINE的話 我們完全沒有辦法制止 他假消息繼續散佈 但是LINE他有跟行政院有配合 在他的這個 LINE裡面有設一個假訊息的 澄清的一個地方 那澄清之後就是 我們只能澄清 那可是我們並沒有辦法阻止 就是那個訊息繼續傳播 目前是沒有辦法 但是我們是透過偵辦 如果我們有找到散佈信息的 那透過偵辦 請他自己把那些相關的信息 把他散除 那我好奇的是 因為剛剛局長你有說 我們那個假消息 有七成來自境外 那這七成是指 臉書上加LINE上面嗎 都有啊 包括像那個WeChat 還有Twitter都有啊 OK 那請問一下 那你來自境外 這件事情的根據是什麼 是他的IP嗎 還是你們的推測 我們是有根據 這個很多的資料去做研判 譬如說他的使用檢體字啊 譬如說他裡面這個使用者 我也可以打檢體字啊 那裡面的使用者 譬如說長一些什麼QQ啦之類的 他很明顯是大陸的這個 應該是這樣說 我希望當我們查到 確實是對岸境外發過來的假消息 農場消息 這些我們查到之後 就像局長你講的 我們我剛剛我看到有 中央社裡有個報導 我們是不是有在研議 在進就是我們如何 防範這些IP繼續發消息 我們有沒有這樣的做法 其實 部裡有在研理一個科技偵查法 所以是可以把這個IP公佈嗎 因為其實最容易的方法 就是公佈這樣子的IP 讓所有的平台去 就是防止這些IP繼續散布消息 我們也試圖跟台灣的TWNIC 這個網路資料中心 其實從這個IP把它下架 或者封鎖也是一個方式 所以這件事情已經在進行了嗎 有在溝通 對有在進行 有在溝通 那請問一下障礙是什麼 為什麼還沒有成形 我想這因為這裡面涉及到很多的 技術性的這個問題 是技術性的問題 還是法律的問題 還有當然也有法律上的問題 局長我是希望啦 我覺得我們看起來 確實我們法院給的不夠 讓你們去做有效的制止跟追查 那我希望你們那邊儘快把這些法律需求 讓我們知道 所以我想很好奇的是說 那你剛剛說七層境外 然後移送的也有 移送的裡面有喊境外嗎 還是全部都是境內 沒有在境外的 因為涉嫌人在境外 我們就沒有辦法 這個用形式來追究 OK 那所以等於是說 我們 我們大部分都沒有辦法拿它沒轍 對境外的部分 除非它這個散佈的人 有進到台灣來 那你有拿到它的IP了嗎 我們沒有去查IP啦 就是因為你要去調IP很多 比如說臉書啊 還有推特還有這些PPT 他們都有他們的政策 也不見得會有 所以你沒有拿到它的IP 卻可以知道他是誰 我們大概從很多的資料去原判 譬如說委員所關心的 剛剛所提到的之前 假冒台灣人 集體去跟談得在道歉的那個自由 其作電台嘛 你沒有找到背後的真正的人 那是一個推特的帳號 而且推特已經把它封鎖掉了 OK 那你們知道那個 真的人的是誰嗎 不知道 所以你們也只追到推特的帳號 所以你們也沒有辦法說 這個人到我們境內我們就可以 我想好奇的是 我們其實跟對岸有簽一個 司法互助協定 有辦法用這個互助協定來處理嗎 大部分現在大部分都是以讀不回 以讀不回 那我們至少 OK 這樣子好了 我們現在法院沒有讓你足夠可以跟這些平台 要求他的IP對不對 所以如果我們把法院給你的話 你就可以要求他們給你IP 那局長你認不認為如果公佈IP 會是有效的制止 當然如果有法院的根據 然後可以透過IP的公佈 或甚至把這個IP把它封鎖掉 那是一個最有效的方式 OK 好 那我想 今天那我大概知道 我們會盡快把法院給你們 因為我們在這邊做很簡單 網路攻擊 當你不知道背後是誰的時候 大家踢來踢去 那最後受傷的是誰 是我們台灣自己裡面的人 我們不希望 我們希望如果是對岸 我們就真的把它公佈 制止它 從源頭去制止它 而不是講不清楚 然後只是說我們推論是對岸 然後變成一個政治議題 這樣最後受傷的是我們自己 所以我希望我們 我們這邊立法院也會加油 我們趕快把法院給你們 讓你們可以追查到底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在手上都有麥克風 三位請舉手一下 好不好 那麥克風都有了吧 是不是 檢處長有嗎 他沒來 他沒來 OK 難怪我覺得怎麼 好 謝謝 因為軍艦事件的關係 今天大概我們邀請的 這個貴賓裡面 列席官員裡面 有 OK 沒關係 主席 那我就開始質詢了 好 謝謝 好 我想今天我們談的是 這是調查局的資產工作站 那資訊站呢 到底是飛彈砲擊 還是一個病毒傳播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訊息1 多喝溫開水 鹽巴或醋 就可能消滅病菌 這個病毒啊 這是前一陣子很多人傳到的 那他是用同眾和醫院的 王淑昂醫師 請問一下調查局 旅事長 後來你們有查過這個訊息嗎 有沒有查過 這個沒有 好 這次我可以告訴你的 的確有奇人 但是沒有這個事 因為呢王醫師是骨科醫師啊 他不會談這個事 但是呢這個假訊息呢 我們看每日 我們從真的假的這個 訊息求證網站呢 看到這個訊息呢 在很快的時間內 他就常委消音 就沒有人去查了 大家都知道這個不是真的 訊息2 6月25號前別出門 他說台灣的衛福部長 陳時中提醒大家 其實如果台灣傳這個訊息 不會寫台灣的衛福部長 這裡面他用了很多啦 非典啦 這些都是中國用語 好 請問一下調查局 有沒有去查過這個假訊息 有 那你們查證的情況 他嚴重嗎 好 我告訴你啦 其實呢他在真的假的的訊息裡面呢 他其實 有一度達到高峰 很多人去求證 表示他算不得蠻廣的 好 那底下呢 我就大概從我的角度來看 台灣常用的社群片的滲透率 請問旅局長 有沒有看過這個 這樣的統計 沒有看過這樣的統計 你們應該看一看 因為這樣你才知道 假訊息是如何在台灣傳播的 那這當中當然是以臉書 YouTube 跟那個Line為最大宗 好 那我們用臉書來講好了 這幾個數字 我看你知不知道 臉書的每個月的活躍使用者 是哪 有多少 每個月的假訊息數量 有沒有統計 會有多少人看到每一則假訊息 有多少是由機器人轉發 他有多少流量 哪些帳號在擴增影響力 有沒有辦法去量測 哪些帳號的影響力 請問我們的假訊息偵察系統 都有掌握嗎 請問局長 你們有了解這些嗎 議員報告 我們沒有很深度去聊 但是我們有掌握 那將來我們 來回應一下治安處 治安站 你們有對這個了解嗎 這些數字了解嗎 這個可能要有一些data 那這些data可能不見得是在公部門 你說還有data 表示你們還沒有去看他的data 好 謝謝 來 我們談一看台灣的假訊息很可觀 Facebook每個月的活躍使用者 有1900百萬 我已經告訴你答案了 每天有170萬則評論 Line的話呢 每個月的活躍使用者有2100萬人 別忘了 他們的人口是2330幾萬 有那麼多人 美麗的訊息實際上超過10億者 如果我們真的要從這幾個滲透率最大的平台去看 局長你們的人手夠嗎 我是法務部的調查局局長 跟委員報告 當然目前假訊息的查辦 除了我們data計劃還有行事 好 沒問題 來 我們往下看 這個防疫期間 這個真的假的訊息求證平台呢 大概將近100多天收集了111522則的傳播 人家來查證說這個訊息是不是真的 這是單一平台喔 平均每天有將近1000則是假訊息的求證數 這個是從我們的1月23號到4月19號的 同一個時期啊 調查站 調查局啊 你們的這個自然通訊站說 你們總共收到了1053件 怎麼會差這麼多 真的假的平台 籌到了11萬多則求證的訊息 你們查到了1053件假訊息 你們的行資怎麼定義的 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裡面大概有很多的問題在 不見的那些訊息都是你們要查的 比如說有人傳說某某人 確診的人在哪裡 但是這個是真是假 這個要有衛福部 其實會去真的假的去求證的訊息 有的不跟你們管啦 但是我還是提醒你 我往上看回到那一頁 其實你看4101啊 這個4101就是說這個真的假的平台 他有針對人家求證的 他有一則評論說他的這個訊息是假的 至少這麼11萬多則人家發問說這是真的假的嗎 至少確定有4000多則是很明確的有回應的假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知道說演算法吧 臉書的演算法 局長您了解嗎 不了解 來那個自動安全處的行政院 你們了解演算法嗎 應該知道 對於假訊息的傳播者來講演算法的重點是什麼 他要擴張他的傳播速率 因為有時候演算法會讓有些訊息傳的比較慢 有的會傳的比較快 好我們來看一下調查局4月新聞稿 你們去查了一個有一個人寫 中國台灣省創造的創造的病毒 將他傳到全世界我一直感到慚愧 這個這個賬號呢 你們拿來查辦了對不對 這是外交部去年3月宣傳 蔡總統的去帛琉的一個訊息 有人把它捏造了 調查局有沒有你們有沒有查過這個 有嗎 有嗎 但是呢這個賬號只有19個人在follow 我來看一看另外一則 下一則 另外這一則在說什麼呢 他說怎麼樣這個百分之百緊確喔 怎麼樣減少確診人數 這一則你們沒有查 那單單是無法求證的實際傳播者 不曉得他有多少人傳播 單單是來查證這一則的 就1147個 一個只有19個追隨者的賬號 你們去查了 一個有這麼多人的求證 目前我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查了 但是我更要後面要提的是什麼 剛剛那是剛剛講那個是溫開水的 訊息啦 好 講到一則訊息兩個單位查 刀子要架在陳中脖子上 調查局查了對不對 刑事警察局也查了 你們事前有打過照會嗎 還是你查了才發現他也查了 還是他查了才發現你也查了 訊息這麼多啦 資源要有效運用 不要重複的去查啦 部長 您覺得是不是應該要協調一下 對 本來就應該要協調 尤其涉及到犯罪的調查 有權責單位 彼此都要做一個互通訊息 那最好就是由檢察官來指揮偵辦 那訊息就會集中了 好 理事長這一則招架在陳中脖子上 有到檢察官指揮的程度了嗎 還沒有嘛 後來查一查有查到嗎 有嘛有查到一個在台的學生嘛 教換生嘛 對不對 是真的 好沒關係 因為可能局長也不是每一件都了解 來我再說一下幾下我要結論啦 其實呢以戰爭來比喻啊 如果說假訊息像導彈一樣 從境外打到台灣來 其實第一件做的是什麼 先確定什麼 戰損評估嘛 哪裡受遭殃嘛 那如果不曉得哪裡受遭殃 你們就不曉得優先要處理哪裡嘛 台北高雄中彈了 這個擴極面很大優先處理嘛 如果是我們屏東的小琉球或蘭嶼 或者其他無人島 可能處理優先是沒那麼高嘛 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首先我剛剛問了那麼一些 就是要你們知道 要先能夠有能力做戰損評估 一個假訊息到底上面多廣 你們要先清楚 不然的話就盲目的下錯對象 再來我們來看病毒 來看假訊息 其實假訊息 你們都在抓傳播者跟造謠者 誰去發的 其實重點是什麼 受污染的人啊 病毒的代言者固然重要 但是我們更要受到污染的人要去治療 散播假訊息的他知道 真相是包不住的 總有一天人家知道是假的 他只求在有效的期間內 讓這個假訊息混淆視聽 很清楚他是要求短效的 所以如果你們的速度太慢 或者說你們查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辦法溯源去 蹲對那些受到假訊息污染的人 去做澄清 這才是重點 所以呢我這裡問了幾個事情 第一下一個 社會秩序維護法 過去 來司法院我們副秘書長 過去你們法院有沒有對於 社會秩序維護法 用這例第三條一項五款 處三日以下居留 或新台幣三萬元罰還的 有被提起檢查問題告訴 有成案的 有判決的 有處罰的有嗎 多不多 報告委員 106年到今年的4月19號 昨天為止67件 起訴了幾件 後來判了幾件 這是我們有裁定的 裁定的 對 我們從網路全部查 全部才67件 就是63條第一項 我知道 這條用的很多 但是真的有效處罰的不多 局長是不是這樣 法院通常不採納 為什麼 因為要足以影響公共安理 這個很吊詭 假訊息 我就不要讓他擴大影響 對不對 我及早發現即止制止 就沒有辦法構成 影響很大 足以構成了 你罰他三分塊也沒有用 局長是不是這樣 報告一下 這裡面的一個問題就是 這些案件有可能 它是涉及到刑事責任 但是被害人沒有出來告 是的 沒有出來告 所以用到這個社違法的時候 沒有錯 不足以影響公共安理 所以說我要說就是說 社違法過去我們用來打擊 假訊息的散播者 或發明人 是效果有限 接下來我們看看 這個 那個國發會要看一下 各自法第十一條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溫開水的是 那個古科大夫啊 他是確有其人 但是卻無其事 根據各自法 他就違反了第十一條 理論上 廢物公務機關 他應該主動的更正 如果不更正 我們看下一條 根據各自法第25條 如果他不更正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第四十八條 違反第十一條的呢 可以除兩萬到二十萬 所以啊 要處罰這些散播者啊 不是用社會治療維護法 用各自法也很好處理啊 副主委 所以您覺得呢 你們 國發會怎麼想 如果打擊假訊息 我們用各自法十一條 零到第十八條 有沒有辦法處理 因為 基本上 如果公務機關 對於他保有的個人 不是公務機關 非公務機關 也有這個義務 第十一條是寫的 非公務機關 對於個人的資料 要保有正確 我明明我中某人 沒有說這個話 你把別的話 帶在我的頭上 這也是違反各自法 理論上要主動更正 不更正就有第25條 跟48條的適用餘地 你看到了沒有 所以你們沒有想過 來 部長 局長 我希望你們未來 在指導的時候 要思考到 除了社違法之外 各自法也是可以用 所以接下來我的結論三點 第一 請法務部 跟國外評估 以各自法第十一條 第25條處理 涉及到個人資訊正確性的 假訊息的可行性 因為現在很多假訊息 都是用真人的名字 去捏招一個不實的事情 這個真人不見得出來主張 但是呢 我們覺得主管機關 應該來處理 並行研議修法的必要性 你們先評估 根據第十一條 第25條來處理的可行性 如果還不夠 要修法的必要性如何 向本委員提出送片報告 部長 局長還有我們的副主委 可以嗎 來 部長先說可以嗎 好 我們跟國外會一起來評估 一起來研議 來 國外會副主委可以 可是剛才我可能要再澄清一下 因為我們個資法是屬於公務機關 跟非公務機關保有的個人資料 那跟剛剛他的那個那個所謂的發言 這個好像感覺上跟個資法的適用上面 你再評估一下 我們會再評估 好 公務機關或非公務機關 應維護個人資料之正確性 如果我中某人沒有說過某些話 縱使是平台業者 縱使是散播訊息的人 他是非公務機關 他也不能夠用我的冒我的名 去指見一個假的事情 你們回去要評估 最後第二個 治安工作站應該建立有效的工具 局長請你好好的掌握 掌握假訊息的傳播路徑 如果你們不了解這些平台 他的演算法 他的這些相關的處理量 你們就沒辦法抓大 去命中目標 最後呢 即時遏止假消息造成錯亂 並且針對具影響力的假訊息 應該定時的召開記者會 現在我們的陳時中記者會 是非常好的 那是主流的假訊息就可以在那裡杜絕了 通常針對那個內容的假訊息 只有一天的效率 如果我昨天看了記者會 中間有人造謠 我今天在看了記者會就澄清了 那是主流的訊息 但是分眾跟小眾的假訊息呢 希望你們能通過演算法 將假訊息的傳播給特定對象的 有人是看 看人說人話看鬼國鬼話的那種 特定的假訊息的散播途徑 要針對受污染的人 去做受源的澄清 因為假訊息我們要避免它去影響人 如果你們是抓到這個人 只能遏止他以後不要再犯 但是對於已經造污染的民眾 要做訊息的澄清 局長可以做得到嗎 可以謝謝 謝謝 好我們謝謝中嘉賓中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運鵬 鄭委員 主席各位首長 各位同仁大家好 今天的題目是 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跟功能 看起來是調查局 但是講到第四軍 又跟國防部跟其他的有關 今天的委員會首長來的好像 那個司法加交通加上國防 很熱鬧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 因為剛才我聽了幾位委員的質詢 雖然在講第四軍也是資安相關的業務跟工作 所以看起來很多人都講到是假訊息 包含了來源啊 技術啊影響啊這些通友啊 那我跟大家報告一下我的看法 其實這些資訊安全走到後端的假訊息來謠言 那都已經是很末端的表現的問題了 前端的來源誰製造的 你怎麼防止 那個其實牽涉到蠻複雜的 那台灣在這一次的武漢肺炎的疫情裡面 本來應該是被評估說 全世界僅次於中國第二名嚴重的國家 現在我們排的很後面因為我防疫做得很好 那防疫又很好 又不像英國的強生首相講的 說要製造一個群體免疫喔 我們不是大家都感染了 所以我們都都沒死都沒打迷不是這樣 而是台灣對於這種假訊息對於網路病毒的攻擊 台灣長期是受災戶啊 這個不是全世界第二名 台灣被攻擊的量應該是全世界第一名 因為我們特定的對象 中國一直在攻擊 那這個也不是剛才吳怡丁委員所講的 說你們都從間接資訊什麼的去證明啊 譬如說從他的用語啦 或者說什麼去追查 沒辦法追查回去 國際上面大概各國的國安單位的報告 大概就是這樣了 DDOS受的攻擊 假訊息的量 甚至台灣現在已經變成國際在觀察的那個實驗戰 台灣如果防治得了 他們認為美國大選也防治得了 大概是這樣 可是這種訊息造成後端的對政府的不信任 對民心的浮動 其實這種網路的病毒 台灣其實我認為是已經有集體免疫了 這個比其他國家更厲害了 因為我們遭受的攻擊量太大 那如果以政府跟民間機構來講的話 在技術上面我們在避免被癱瘓 DDOS被癱瘓或避免被入侵 然後避免資料的外洩 然後民間的業者避免說他們商業機密被外流 包含說最近的Room Room的那個狀況 就是用的軟體 台灣的警覺心都很高 包含對個人的反詐騙 其實每一環大概都在第四軍的建制 所以我今天先跟大家報告我的結論 因為在場的實在是部會太多了 我覺得整體來說 今天題目應該放大一點來看 資訊安全的第四軍應該是全民建軍了 大家如果不會被騙 其實人才都不會損失 國家安全也就是相對來說 群體的免疫建立起來之後 就會大家可以省力很多 不用到後站去查假訊息去罰 就沒辦法就沒辦法就沒人要做了 那第二個是國家的國家級 這個級寫錯了抱歉 這個資安站就是調查局這個 其實主要要跟平台合作 比你建制人力30個人多寡還要重要 剛才講了 就是說去年在大選的時候11月 大概國際上面的主要平台都跟我們有合作 從Facebook到Google 然後甚至到後來Line Twitter 他們加進來的這個工作 這比我們國家自己慢慢摸還要重要 那這個東西其實大家不太去分點 像Facebook Twitter這種是社群平台 它很多是公開資訊 所以你去截圖去參加都看得到 那比較好一點 Line跟WhatsApp跟現在的Telegram 他們某種程度算通訊平台 如果你未經同意 譬如說我跟部長 然後我跟局長我們兩個的私訊 跟我兩個通話 其實國家機器不應該進去 你除非靠別人解出來 所以這是不一樣的 社群平台跟通訊軟體 甚至到後來 限制大家在玩的那種網路遊戲 它其實也是通訊平台 它在上面留言 很多毒品交易犯罪交易是在上面弄的 台灣很厲害 所以其實跟平台的建制 比我們自己建制一大堆人 過了萬人去抓比較重要 我們不是中國 不建立這種五毛長城的 第三個打擊資訊犯罪 其實台灣能力很強 這個打擊資訊犯罪的能力強到什麼地步 2016年 2016年的那個 中國信託 ATM吐槽案 第一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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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吐槽案 其實還包含農漁會 我們其實後來去查 被病毒入侵的其實好幾千台 全世界抓不到幾百億 就這樣被他們領走了 台灣抓到了 這真厲害 然後包含說我們的 這次疫調裡面的216案 216案從中國回來 來落跑 給的資料都假的 後來被抓到 局長你知道在哪裡抓到嗎 那叫陳側的 在網咖被抓到 那你台灣 我們本來是只有手機上面的訊號 去追他的IP 去定位他的三角定位 後來可以在 可以在那個網咖裡面用他遊戲 用他遊戲的那個位置去抓到 我也覺得很厲害 因為他看起來報道上面 他跟家人聯絡的也沒有很密切 怎麼會去抓到他的那個遊戲的 這個金家武厲害 台灣打擊資訊犯罪能力真的很強 這個我放心 再來第四個 其實那個副部長在這邊 如果真的講到第四軍 國軍的資安部隊的建制 應該要以資訊攻擊能力為主 要攻擊 那不是網軍那種 大家都鄉民去出征 鍵盤鍵盤國軍 不是這樣的 你們要有攻擊能力 我不知道說 副部長你知道嗎 我們有沒有建制攻擊能力 我們是有的 有的齁 就這樣就好了 這個不應該在公開這邊談齁 所以這是我分類一下 就是說你真的是 台灣如果我們對內部的 就要包含資安工作啦 安全工作 其實自己免疫的話 大部分剛剛講的那些假訊息 我是覺得很多都沒意思了 甚至有些媒體在轉載 你要去懲罰媒體 要說言論自由什麼的 這個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所以整體來說的資安的第四軍的工作 應該是這個樣子 那台灣其實我們的那個資訊滲透率 跟手機的使用率 全世界第一名的 有很多平台 連我都不會用 不知道各位D卡會不會用 有用D卡舉手一下 其實我也不會 我連VBS都不會 最老跟最新的我都不會 但是我們因為這個太活潑了 桃園還會辦那個老人滑手機比賽 這個老人家比我還會滑手機 所以這個滲透是方便 但是也造成我們很多謠言上面散佈的困擾 可是這些工作其實真的要分開來 在這邊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所以我跟大家來講一下說 剛講的部分 簡單來講 我們在這些假訊息回頭過來說 假訊息的部分跟 國防部的資通軍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我們資通變成一個軍總 大家都在講 攻擊能力是很重要的 其他我覺得對於網路犯罪這些比較還好 來 我來講一下說 為什麼全世界都認為台灣被攻擊了 除了我們應該是通訊傳播委員會 我們被攻擊的應該是那個量 全世界密度應該算最高的以外 我們可以看 第八這個中國的網站 算網站好了 它是我們常常在委員會裡面的報告裡面都會提到的 它在對於港獨它就公開做了 第八出征寸草不生 如果你把它裡面的這些 把它這裡面的這些作為 然後或者說它那個主動發布要求中國網民去攻擊的那個模式 它上面寫港獨 你把它套成台獨台灣民進黨其實都適用了 就是這套 他們有很多人海戰術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這都公開幹的 他們在臉書上面的攻擊 中國不能用臉書 它翻牆來攻擊 全世界都這樣幹 所以其實也不用懷疑 好 那如果你就這個片面資訊說 這不足以證明中國是在搞這個 我們下一個看一下 現在在越來越流行的Telegram 這一個通訊軟體的創辦人 他應該是俄羅斯人 他就 以他技術背景來說 他就說證明了DDOS這種 貪瘓服務的這種攻擊 他IP多半還是中國 那其他有很多是殭屍電腦跟殭屍帳號 其實這個應該沒有錯吧 那個局長應該這個你也有掌握 那陳代理主委 這個也沒有錯嘛 所以全世界大概都知道說 這些攻擊 美國說是俄羅斯 那大家都說是有中國 大概這兩個是主要國家 當然北韓也有 但是我們不太去做這個 所以這些幾乎是不正知名 而且中國對台灣 對香港 他們有特殊的政治目的 所以我們這個被攻擊 我們大概都已經 都已經有了群體的免疫系統 好最後我來講說 跟平台合作為什麼會比其他更重要 在去年11月開始的時候 我認為是美國跟包含什麼五眼聯盟 他們對於台灣的選舉非常關注 所以新聞在11月開始就各大平台 就跟台灣做了一些選舉上的合作 他們做了戰情勢 那臉書他們做的做法是 對於社會議題跟新聞他們增加透明度 然後相關的廣告他們要求要實名 誰出錢的出多少錢要寫在上面增加公信力 Google他去改變了排序法 然後他們也去反制去抓假訊息 有技術問題 因為有深度學習的這些反制的功能 再來LINE跟我們有合作 調查局的網站上面有那個查證平台 Twitter全面禁止政治廣告 所以我在講說跟這些平台的合作 真的比我們建制很多人去抓還要重要 那這一點也拜託 台灣真的非常特殊 這些公司都是國外公司 把這些平台除了去年選舉之後 能夠維持關係的 能夠建制下來的盡量維持 我相信都會事半功倍 好不好這邊跟大家報告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政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劉世芳劉委員 主席我先處理一個權宜問題 就是等一下我想要請蔡清祥部長 還有張哲平上將 還有那個行政院資安處的副處長 那請他們是不是都可以拿著麥克風 或者是有麥克風 省得就免費時間 對因為剛才那個中嘉賓中委員 也有同樣的那個 我們先把程序的東西 把麥克風剛才劉委員要求的那幾位 幾個單位的這個首長 都交在他們手上 都有了嗎 好都有謝謝劉委員請 謝謝那我先來請教一下 我先請教一下的是法務部長 好幾個訊息有提到說 假訊息的防治中心要改製成資安站 那麼表示說我們已經改這個被動為主動 來處理有關資安的問題 因為我們已經有意識到 不管是在政經上或是國際外交上面 如果我們沒有把假訊息或者是資通安全的部分解決的話 其實會反而影響到我們自己在國家安全上面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調查局也是站在第一線裡面 但是調查局現在處理有關假訊息的部分呢 好像都比較側重是這個訊息已經到台灣的內部裡面來處理 那雖然在假訊息的情資上面呢 立案有359件 其中源於中國的跟源於台灣的比例看得出來 在台灣內部只有四分之一 那在台灣外部尤其是中國只有四分之三 但是現在我們會有一個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 就是調查局要處理這個假訊息 如果是來自中國或是中國大陸的話呢 確實是非常的難 再加上目前呢 因為我們這是所謂的同文同種的關係 他看得懂我們的文字 我們也看得懂他們的文字 甚至呢他們引用的是我們 類似像總統府行政院這樣子的假公文 來混淆我們的視聽 那我們在澄清上面呢 其實好像沒有做得很快 那所以部長這個未來了要處理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要再加強一下啦 我等一下直接問問你其他的問題 我先來問一下我們行政院的資安處 行政院資安處可以看一下 我看到就是包括我們的內政部網站 國防部經濟部衛福部的網站 針對目前的這些報導 包括有也是跟疫情相關的 結果這個網站上架以後呢 結果點閱數非常的低 這跟以前是一樣 那請問我們要怎麼樣處理這個點閱數的部分 讓這個澄清的訊息可以跟假訊息呢 被瀏覽的比例是一樣的高 那這怎麼處理 我們現在其實在假訊息的澄清上面 除了各部會自己有自己的網站上揭露之外 行政院的網站也有一個單一窗口可以做揭露 不是 我要跟你問的就是說 他的點閱數非常的低嘛 你看這個經濟部在處理 譬如說你看這個第三則 4月10號上架到現在 點閱數只有1178 那根本不能比嘛 你知道這個部要怎麼處理 剛剛那個鄭裕鵬委員有提到 現在台灣在風行的這個社群網路 不管是Line或是Google 或者是甚至Twitter這些東西 我們有沒有可能行政院資安處 能夠廣泛的邀集其他的這些 我們自己的部會的網站上面 怎麼樣在這些社群軟體上面 把澄清假訊息的部分 譬如說麥克平 或者是說這個阿美等等這些 全部弄進去 目前在我在上一波 我們這個總統大選的時候 我們假訊息的澄清速度很快 但是總統選舉過後以後 假訊息的澄清 現在是我們的疫情發高燒的時候 反而沒有很快 這個部分反而會造成 國內內部的人心惶惶跟恐慌 所以我要求行政院資安處 怎麼樣結合各部會裡面 在澄清假訊息的點閱數上面 要能夠處理高一點 好嗎您懂我的意思嗎 好我這只是跟你講一下 那那個蔡部長 我要請教的部分是這樣子 前一陣子呢我有提到 好我們因為呢因應了這個武漢肺炎 所以辦公呢有這個 這個異地辦公之外 還有遠距或者是視訊會議嘛 那後來呢在第二天的時候 行政院曾經有發布說 有個Zoom的軟體 因為資安的問題遭到淘汰 那同時那個FBI也有示警說 Zoom是存有資安的疑慮 包括美國的科技大廠 或者是美國的這個NASA太空中心 都先後宣布禁用 但是部長你知道嗎 你們的連政署還是在買住咩 怎麼辦 連政署 他可能在這個訊息公佈之前 是有在探求要採購了 那後來知道這個訊息以後 他們就已經停止了 已經停止採購了 那所以現在連政署採用的是 什麼視訊會議系統 他可能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 那法務部本身是沒有用這一個 法務部本身是沒有用這套 調查局在2016年的時候 他是租用一個叫做Avaya 的視訊會議系統 那法務部並沒有用的話 可能你們用譬如是Google 不管是Meet也好 或是其他的功能 還是請能夠跟這個調查局問清楚 千萬不要涉及到跟資安相關 好嗎 那連政署確定沒有洽購了是不是 對 那這一點就表示說 我們還是有這個自知之明 可以防止這個部分 那同時我們在很多法律上面 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立法院已經通過了反滲透法 那反滲透法現在在部會的主責機關 好像是放在法務部這邊是嗎 不是 他這個是等於相關的部會都是主責 各自負責 如果 那要定執法的話是誰要定 看看是屬於哪一個部會的主管業務 那法務部 對於他來定 那法務部來協助 法務部的反滲透法的部分的執法 會放在什麼樣子的法條上面來處理這個 法務部就綜合各部會主管機關的部分 如果涉及行責的部分 是 行責啦或是什麼 所以反滲透法的執法 現在還沒有修訂完成 我的了解還在進行中 我所知道就是說 如果我們立法院在去年12月底通過以後 大概是3個月到6個月的時候 相關的執法進度要出來嗎 那現在已經進入4月了 那法務部是不是在會後幫我再重整一下 其他的單位 或是包括法務部自己內部的反滲透法 現在執法的修訂的進度到哪裡好嗎 好我來連續各部會 我只要求的是進度的部分 好嗎 那請部長能夠協助 好 那再來我來請教一下這個張上將 那個您呢 現在是屬於這個 我們敦目艦隊的這個疫情的指揮中心裡面 蔡總統所要求的這個國防部的專案小組的負責人 對不對 我是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調查小組的召集人 那蔡總統在這個週末的時候也發布了三點的聲明 要求國防部的調查小組應該釐清整個的過程 然後呢 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陳時中部長也提到說 盡量要越透明越根據SOP來處理各項規定 才能夠防止我們自己國人對於國軍 這是敦目艦隊在出訪的時候 因為有染疫的這些官兵啊所產生的比較重大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不只擔心這個國軍 尤其是在左營為主的這個海軍啊 不管是內部或者是官校 我們也擔心左營附近的眷村裡面啊 因為有很多官兵啊 在這個這個下船之後呢 到處走來走去啊 其實現在的這個高雄市政府 到昨天為止我聽到是八個確診是高 高雄市好像今天又增加了一例 所以我們就會擔心說 這在其中處理這個調查小組的時候 我希望國防部可以具細迷移 只要不影響到我們自己國家安全的相關資訊的話 能夠盡量越透明 越減少外界的質疑 我們也不希望有所謂的獵巫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會認為 那個張副部長所處理的這個調查小組呢 應該先防疫再究責 千萬不要說防疫的資料都還沒有調查清楚的時候 這個調那個每個人都調走了 沒有人要配合我們國防部調查 副部長您的態度是怎樣 謝謝委員的指導 這個基本上我們把秉持的一個原則是 這次的調查全部是由中鄉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來主導 我們是配合他 他需要我們做任何的一些資料提供 或配合他們去做相關的一些查查動作 我們都是秉持公開透明 絕不隱瞞 那什麼時候這個調查小組會有初步的調查報告出來 我們現在的進度是這樣 我們現在在今天已經完成 就是根據就是外界關切 這當然包含媒體啊 還有一些網路的一些訊息 然後第二個就是我們整個指揮中心的相關規範 還有我們對這個任務部隊做的指導 然後我們已經調列了每個要檢查的一個項目 這要點 就盤整出來 盤整出來 那您剛剛有跟我們立委回答說 大概你們整理出來約有三千人左右會收到這個類細胞的簡訊 不是不是 那個是我是回覆 我是用看了報章媒體引用陳時中部長啊 他講的 兩千多人還是三千人 就是兩三千人啦 兩三千人 就是很多人 細胞就是用什麼 細胞那個簡訊 細胞 要求做自主健康管理 或者是檢疫跟隔離 對我跟委員報告 是 就是我們這個事情條例出來以後 因為是指揮中心主導 我們會拿到這個 我們已經架好了那個溝通平台了 我會把我們的檢查藥像跟他做個釐清 因為他們是比較專業的 疫調他們比較專業的 所以到時候他們會說 共同執行 分國執行 是聽從他們的指導 我們來 好那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國防部 就是因為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每天都會發布新的疫情 或是相關的疫調 或者是檢疫隔離的這些相關措施 減少大家對於灰色地帶的疑慮 所以國防部是不是這幾天啊 也是都會陸續配合 只要疫情指揮中心要求的話 你們也到疫情指揮中心去開記者會好嗎 相關的資訊如果需要公佈的話 就盡量先公佈 譬如說我覺得昨天週末的時候呢 很多縣市首長就這樣第一時間 比把這個疫調的這個足跡先公佈出來 讓大家可以預作有心理準備 不要再到這個人潮聚集的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 那同時呢 外界對於說我們敦目艦隊 在靠港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遵守14天的這個部分 你們有你們的說法 那疫調中心有疫調中心的說法 我還是會質疑的部分就是說 因為只有六天的時間 留在艦隊裡面 那很多人會認為說是從帛琉回來 開始算三十幾天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們疫情指揮中心 已經說這個不叫做帛琉的境外移入 變成是我們這個敦目艦隊的群聚感染的話 你們沒有遵守14天的檢疫隔離啊 恐怕國防部內部還是要有一個 比較好的解釋的方案出來 因為目前這個部分還是不透明 所以外界也會有這個質疑 因為我們所了解啊 全球旅遊的疫情建議升級到第三 帛琉的話是3月21 那你們雖然是3月15的時候就離開帛琉 但是在這公海漂流的時間 現在台灣只要進到台灣入境的話 不管你是大小幾乎都是14天 為什麼只有我們的國防部的官兵是6天 這個如果沒有對外說清楚講明白的話 其實會造成確診案例到處趴趴走的一個灰色地帶 目前為止 因為國防部都是完全配合我們的疫情指揮中心做疫調 所以我是覺得說 除了是跟國家安全相關的這種戰情資料以外 能夠盡量透明 減少大家的疑慮 尤其是在南部啊 這樣左營的地區的話呢 旁邊的這個里長大家都緊張的半死 所有的消毒範圍又擴大了 所以這個部分要請國防部呢 在40也能夠對部分 尤其是在部分的這個眷村地區呢 做一下說明 讓大家能夠不要有質疑 然後會產生更大的恐慌 好嗎 跟委員報告 你剛剛指示的我們事實要參加 應急指揮中心的那個記者會 其實我們在昨天跟前天都有參加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會把你剛剛提的那個意見 有關事實要公佈所謂可能是感染源的足跡的問題啊 我會提供給那個指揮中心 因為這是他們發布的權責 對 就盡量配合好嗎 是的 我是覺得上下跟這個平行的這個部會整合啊 請國防部盡量來配合 也讓大家可以安心 因為我們相信我們疫情指揮中心的所有 包括陳時中指揮官在內的所有人的能力 我們信任他們 那就可以減少大眾對於這一次敦目艦隊 感染這個確診的病例上面的質疑好嗎 好 謝謝上下 謝謝 謝謝 謝謝劉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周春銘周委員 謝謝主席 那我想今天委員會排審的議程就是 國安等級資安站 那調查局的第四軍定位跟功能 所以應該是很明確啦 就是講我們調查局的這個資安站 那調查局的資安站前身就是 假訊息防治中心嘛 所以這個應該都是很明確 那今天各位大家也都做了很認真的報告 那其中我覺得最 講得最清楚的 也直接面對的就是國防部講的喔 多方就你們的結論啦 多方情資顯示 網路戰力已成為中共戰略運用之主要手段之一啦 我想這個是大家都有的認知 只是說我們怎麼樣來因應 因為假訊息他又欠得到他的快速大量 然後還有言論自由的一個層次 所以事實上是一個不太好打的戰 但是呢確實也是現在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才會所謂的資安就是國安 那在去年行政院在二零一二不是去年前年 二零一八年底 大概也就陸續啟動法律盤點跟修法 我記得在上一屆在本委員會喔 包括還有在交通委員會 在NCC的這個相關的詢答裡面 其實委員大家都大聲疾呼喔 防制假訊息危害的一個重要性 第一個就是說在兩三年前很多政府的政策 大概又因為一個風向的帶動 或者一個角度的一個切入 整個就翻轉過來喔 珠陽變色 所以大概在整個施政的部分 或者在相關的操作上面是受到很大的危害 那前年盤點了喔 我們請那個各個部會來看一下 大概今天在行政院的國發會有做這樣的整理 第一個就是釋假 我們要來知道說 讓公民來提升這個閱讀的釋讀的素養 知道說這個是假的 包括大家一些簡單辨別的簡體字 或者是我們一直講陳時中部長 或者阿中部長 我們不會講台灣的什麼 第二個就是破假 那提升澄清的機制 那我想這個可以觀察 在前兩三年的時候 事實上這個澄清的機制 沒有那麼的健全 那相較於這次的疫情指揮中心 因為全部的焦點 全部的這個注意的重點都擺在疫情 所以每天每天的這個記者會 都有足夠達到澄清的這個效率 但是並不是每一次的危機 並不是每一次的挑戰 我們都可以這麼清楚 迅速有效率的來澄清 第三個是逆假 就是來抑制或者移除 那這當然也牽涉到說 我們對媒體平台的這樣的一個約束力 那這個也是兩難 在NCC他們面對的就是廣播電視 那其他的網路媒體 我想到現在也還沒有辦法說 認定說哪個部分是這個主管機關 所以也有它的困難度 第四個是承假 那當然就懲處啦 那個懲處 那我看今天大概就是法務部 有把相關的一些涉及刑事犯罪的 因為要把調查局加入進來這個大隊 而且賦予你們重要的責任 最主要也是犯罪的偵查 犯罪的偵查 那今天我看一下法務部盤點的這些法律 其實這個也是民主政治的可貴啦 因為這個大概就是獻祭於這個 立即於言論嘛 所以大概除了這個是那個什麼 詐騙集團的三三九之四 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尤其徒刑之外 其他大概都是在你傳播假訊息 或者相關的大概都是在三年以下 或者是五年以下 那這個詐騙集團的這個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也不是因為傳播假訊息或加重 主要是因為它是詐騙集團這樣的一個本質啦 所以大概這個目標我們很明確 但是就是說到底方向功能上能不能確保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歐盟 歐盟這個假信息防治的五大建議 那大概就請各個部會看一下 那本期想要針對第三 開發假消息的偵測工具提供給用戶及新聞記者 這是歐盟的一個防治的五大建議 那我想請教法務部 國安局或者是國防部或者是國發會或者是NCC 就這個部分現在有沒有這樣子的一個認知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計畫 或者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執行 或者哪一個可以先回答 你們有做了 或者是大家這個部分還沒有開始來啟動 但是這個部分事實上應該還是可以再更具體的 更全面的來做 哪一個部會可以告訴我們說 已經有在開發這樣的一個偵測工具 或者是它的難易難度在哪裡 我們要克服的困難在哪裡 有沒有 那個國防會還是NCC代理主委 代理主委難得來 陳代理主委 法委員我們基本上來講 關於那個開發假訊息的政策工具 現在是民間我們是公私協力的方法 公私協力的部分 麥克風或是其他的這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還有一個叫事實查證中心 其實現在有類似的工具 只是沒有那麼普及 就是說民眾一般使用來講的話 比如說事實查證也好 或是一些相關的APP 提取現在是已經有了 就類似像這個美育這些嗎 對對對 麥克風這些 但是還是有限 應該還要再更專業一點 然後更全面一點 其實民間他們一直也有在開發類似的這種 所謂偵測的APP是有的 所以這個是大家這邊也做 那邊也做 沒有一個統合的 一個說比較更強而有力的一個 偵測工具 因為網路基本上來講的話 它是涉及到各部會的權限 所以我們那個整個假訊息的防止的是 放在行政院即時澄清專區這個部分 所以比如說疫情 那就衛福部會有關係 比如說租溫 那就又跟農委會有關係 所以是由行政院做一個統合 對 所以就是說如果這個假 這個當然他們會針對他們主管的範疇 去偵測有沒有這個所謂的假訊息 然後再去做相關的 那大概這個部分還是要多 而且要全面性 才能夠應付這個信心時代的這個大量網路 好 謝謝 那其實還有一個困難 就是說大家也知道說這個假訊息 這也沒有什麼好質疑的 多數來自境外 那當然這是一個廣義的定義 那境外當然第一個有外面的這個平台 或者是境外的 我們也沒有辦法在行事上面 我們偵查上面 或者將來偵查起訴有它的困難 那我請教部長法務部長 那對這個部分有什麼樣的一個因應 或者說明 如果要靠偵辦來惡阻的話 可能時效上會拖了很久 所以更重要的就是說 如何讓民眾知道說這個訊息是假的 所以即時的澄清 這個比偵辦還要重要 所以我們還是很柔性很佛性 當然有它的困難 因為我們的司法管轄圈 也沒辦法到外面去 那互助上面 現在中共也是以毒不回 只是說這個部分 讓大家知道事實的困難度 那這個事實的困難度存在 看能不能從其他的角度來切入 來防止這個假訊息 對台灣社會的危害 好 這個部分我今天就討論到這邊 接下來我要請教司法院那個傅密 今天也 好 歡迎你來 那個法院當然是不告不理 就是你要告了才能夠受理 你不能主動去偵辦 那我現在要請教這個傅密 傅密長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法律上已經規定說 這個案件已經不得抗告 不是法律規定喔 在法院給人民的這個裁判書裡面 已經都寫了不得抗告 那如果當事人一照還是提起抗告 那我請教那個司法院會怎麼 請教那個傅密 這個部分法院要怎麼處理 抗告博迴啊 抗告博迴 是這個受理的這個法院 發這個裁定書的法院 是不是就要程序上博迴 會不會 是的 確定百分之百 我對於法律的認知 我是會這樣處理的 對不對 你今天既然給人民的裁判書 上後面就寫著不得抗告 好 那當然訴訟是權利 那如果對照提出了抗告 不服的那個人提出了抗告 那是不是法院應該依據法律的規定 應該依據這個裁判書的一個指示 就予以駁回 對不對 報告委員喔 有時候我們後面的這個不得抗告 那個是書記官會做證明的時候寫的 那你覺得書記官寫錯了嗎 那有些很少很少的案件 有時候得抗告會誤改為不得抗告 或者不得抗告為得抗告 正常的狀況 我今天是從 那正常的狀況對的話 我今天是從這個人民的這個權益來切入啦 就是說今天已經寫了不得抗告 那當然就是不得抗告 但是他抗告了我們也不能不處理對不對 那處理當然就是你這個做裁定的法院就駁回嘛 有法律上的依據就駁回嘛 是 駁回之後如果他再不服我們再送上訴審嘛 對不對 再送他的上級審嘛 要看能不能再抗告 對 那如果今天這個法院 這個法院的裁定已經寫了不得抗告 然後當事人基又來抗告 然後他也不處理 他不處理然後把他送到上級審 那上級審如果是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我們的分案又是秘密的 又有採取限量分案 這個案子本來是不得抗告了 法律上不得抗告了 就因為我們這樣的處理 然後現在又躺在最高法院 那最高法院又陷案 又被冷凍在那邊 你覺得對人民的權益的侵害會到哪裡 這個這樣處理是比較不夠 好我再跟副民長再講 我們再講如果說這是一個執行的案件 執行的一個意義 我好不容易已經拿到了這個確定勝訴的判決 我要去執行 然後呢因為執行程序中的一些問題 那雙方有去爭執 那法院都下了裁定的不得抗告 可是後來後面這個偽刁的程序 已經實際上侵害到人家拿到這個勝訴 確定判決人的權益 所以這個整個勾擊起來 這就是人民對司法還是會有不信賴的問題 那這個也牽扯到最高法院限量份案的問題 這個也牽扯到到底就是說 我們的裁判上面公開不公開 那個法院有沒有把人民的權益 當成權益在看待了 我覺得這是個案 但是這個個案可以看得出來相關的一個 施改的一個嚴肅性 那當然這部分我們會再請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就是說可以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本來你是不能抗告的 那不能抗告你們司法院 大概給法院的法官的建議就是說 我是要自己駁嗎 我要自己駁 駁了之後你不服你再去抗告 你不能不自己駁 然後馬上就把這個案件送到上訴審去 把這個案子剃開 然後讓這個案件無限制的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夠結案 侵害到已經拿到勝訴判決權利人的權益了 這部分我再提供給司法院來做參考 那這部分 這個是原則上應該要自己先裁定駁回 這個是比較正版的做法 對啊他沒有裁啊 而且已經不能抗告了 對不對 那你叫人民要相信哪一個部分 對不對 法院的裁判書 你敢去寫說我將來要更正這部分錯嗎 不可能嘛 法院的裁判書既然這樣寫 那你不是這樣子做 那人民要相信什麼時候法院講的是真的 什麼時候法院講的是假的 對不對 我們會注意一下 各級法院如果這種狀況 要請他們就改善 好謝謝 謝謝 好謝謝周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趙天玲趙委員 好謝謝主席 那雖然禮拜三我們國防外交委員會會有轉報 但是我想這個我們的副部長在這邊又是召集人 所以我就先請教了 好那剛剛這個高雄市政府又公佈了整個 這次頓目間對群聚疫情確診病例 有高雄市重要活動地統計增加了14處 那我要提醒這個召集人這邊的是說 大家很召集啦 就整個高雄現在很恐慌 那所以這個民情蠻沸騰的 所以今天讓你做了解 那首先我想先請教專案小組的部分 我們專案小組目前有多少成員是怎麼樣分工 我們國防部裡面的專案小組目前是由我當召集人 然後後面有總督察長室 法律師、政戰局還有海軍的相關的一個督察部門的人員 是 好這個專案小組到底是我們要為了究責發現真相 還是為了止血這個當然我一定要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請我們的辦公室去了解了一下 那總督察長室 但是告訴我們說他並不太了解目前在專案小組裡面的職長 他到底是要做什麼這樣子 應該是有疑問三不知的情況 然後政戰局跟我們說他是來做新聞應處的這樣子 然後法律師他很清楚知道在幹嘛 他說他要檢視相關行為有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紓困條例等等 那市主是海軍跟軍醫局 我想下一個比較嚴厲的結論 我不知道這個小組有什麼可以期待的 你們你們只是提供指揮中心資料的功能嗎還是怎麼樣 不過剛剛我有跟那個劉委員做報告 我在這邊後大概要跟委員報告一下 其實我們這個專責小組在禮拜天編成 禮拜天編成本來今天做的任務提示 我們就要去做行政調查 但是在昨天下午我們得到的指令是 整個事件的調查 是由指揮中心來主導 我們是配合 其實前面配合的部分 比如說疫調、手機收繳 還有所謂個人我們現在能掌握到所有主機資料 全部都已經提供給指揮中心了 但是後面我們是有針對所謂 外界關切或受質疑的部分 還有我們自己本身在初步調查 跟我們他行前我們的一些指導 還有一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下的指引跟規範 我們認為有所疑慮的 這我們也把它列入我們那個調查的項目 那整個的調查項目在今天 我們會跟那個指揮中心做一個分工 希望他能夠跟我們做一些指導 然後哪些部分我們可以現在已經可以展開 哪些部分就是我們要配合他一起來執行 這個確認以後整個的調查的那個工作 就已經算是正式啟動就開始做了 但我也知道就是說 現在目前就是因為這個狀況 因為他足跡很重要 高雄那個其實我們也很擔心 我們也很緊張 那這一部分其實我們在禮拜六禮拜天 就是我們一直把我們所知道的資訊 因為禮拜六 禮拜五知道 禮拜六我們人就開始送了 但送的過程中我們就盡可能電話連動 能問了就問 回到部隊怎麼做的就做 所以才為我們在禮拜六 我們就宣佈正在學院提課 二十一個人叫回來 因為他那個是有親密接觸的 在那個軍中隔離 然後在禮拜天的時候 下令海軍官要停課 那這些的作為呢 都是根據疫調 根據指揮中心 他的指引 和我們自己訂辦的規範來做 以上 所以看起來其實是指揮中心那邊 他等於算是一個外力或他力 就來一起協助調查 那這種情況之下我要進一步了解 隱匿與否我不敢說 因為這個你們還在調查 但清華 我覺得一定有 我舉個例子來講 因為你們現在其實也像國防外交委員會委員 你們在做一些報告 所以很感謝 那剛剛軍醫局跟我們的報告裡面 有提到一個我覺得很驚人的數字 他說 其實磐石艦上面有377位軍事官兵 其中呢有70人看診了71次 這個比例高不高你覺得 因為這個資訊是我從禮拜五回來看的第一次聽到講的資訊 好 那其中有五個人發燒 那我要講的意思是說 磐石艦當時我也直接質詢過我們的部長 他跟我講很好磐石艦上面有負壓隔離病床 然後還可以有直升機然後把那個載走 377個人裡面有70個人看診了71次其中有五個人發燒 就在我們問部長的時候跟我們說一切安好這樣子 這個到底是在幹嘛 跟委員報告這一部分 其實我收穫的資料你後半段我知道 就整個在航行過程中在到達帛琉之前 跟到達帛琉之後 總共有五個人發燒 但是這些人經過在建造的那個醫師 把他隔離到一般病房做那個診治了以後 大約四到六天這些症狀也都沒有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這件事情 在昨天那個禮拜天那個記者會的時候 其實那個指揮官就是陳部長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專業判斷說實在見仁見智很難 他說這個東西可能就是我們後續調查的一個重點 我知道但是我要跟你講 有一件事情並不難的就是說 如果你說就是那三個我們後來發現 案396 397 398 有的有獎有的沒獎 或諸如此類的 現在是我要強調的是說 如果有 艦上有這麼高比例的人曾經看診過 其中五個人還發燒 那一段時間3月26號正是美國羅斯福號 確診發生的情形 全部的國際都知道這件事的嚴重性 甚至有的國家有的船艦還主動 要求大家來聞觸 嗅覺喪失 那聞觸聞不出來的 趕快都用最嚴格的 就開始去做後送或做什麼處理 我現在講的意思是說 為什麼我們的整個這次盤石劍的敦目的這個支隊 在這件事情上如此的輕忽 還不是這樣子而已 我們還有一個聯測小組 對不對 我們由國軍還左營醫院 然後海軍左營醫院還上傳 還有一個聯測小組 聯合的小組上去看那些資料 那你看完了這些資料 你不會覺得很驚悚嗎 這麼多人都看診了 然後你還把這些人全部放回來 你我隱匿我還是先說我不敢說 但是輕忽你不覺得這應該基本上跟國人做個道歉嗎 現在雞飛狗跳耶 民情沸騰的 您的看法呢 其實委員說的很正確 其實這個不關事說外界質疑 其實我們自己本身衍生這件項目 我們也把它列到未來的調查項目 昨天我們已經講了 海軍也說了 就是說 針對這件事情 未來我們會依據指揮中心所有調查的結果 然後就責相關人 應該負什麼責任就負什麼責任 好吧 我想還是盡待你們調查結果 我只是把這些片段的資料提醒出來 就是說 這件事情現在讓國人產生了一定的疑慮跟不信任 所以接下來的調查過程 唯有越透明 越清楚 都不用擔心有任何漏氣 因為沒有比這個已經更漏氣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就好好去面對它來去做處理 這樣才會幫助 甚至包括這些軍事官兵的家人或等等的 才會大家比較平安 所以以上講這些資料請您回去做了解 因為這個情況 我覺得都已經有這麼高比例染病 然後可是卻沒有進行後送 沒有立刻終止任務 還讓他們下船 我覺得這件事情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謝謝趙天麟趙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鄭麗文 鄭委員 謝謝主席 那 因為趙天麟委員剛剛 詢問這個有關於這個 磐石劍的事情 我就先把這磐石劍的事情 就叫我們的國防部次長 那麼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我知道這個國防委員會 他們是禮拜三要排國防部去報告嗎 那從事情發生到現在 你們認為在禮拜三 可以提出一個完整的調查報告到立法院來報告嗎 我們所謂的完整 我先不把這個做定義 因為在這件事情上 事實上是有權的劃分的 譬如說像疫調資料 如何通知這些人你是居家隔離 就是說然後做一些制約的話 這是由指揮中心來做 並且他的所有的醫療資料 是要我們配合的我們會配合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 我們自己 我當然跟主席也包括 我們自己有我們自己的所謂調查報告 所謂調查報告就是說 我們也感到這個事態的嚴重 我們能做多少 你說是不是很完整 我不知道 但是我在這邊可以保證的是 我們能做的我們都做了 以上 就是說因為這個民情沸騰 那再加上接下來這個防疫的破口 到底是嚴重與否程度多大 如何亡羊補牢 如何讓這次所造成對台灣本土疫情 是不是有實質的威脅 這當然是當務之急 但是這整個個過程 有許多需要釐清跟說明的 很多委員都提出很多的質疑 我不一一的提出 但是如果國防部第一個太晚說明 我相信民情會更加的爆炸沸騰 第二如果說你們在說明的過程當中 老是像擠牙膏一樣 就是媒體問什麼民眾問什麼 你們就回答一個 或者是問十題只回答一題 老百姓也會很憤怒 所以你們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用一個最好的方法 即時的 甚至我都會建議你們每天開記者會 告訴大家現在調查的進度是什麼 那今天這個疫情我必須講 到今天為止 第一個全世界怪的 是中國大陸一開始的時候的隱匿 輕忽 那不管他們是政治掛帥官僚主義 導致這樣的一個結果 全世界付出慘痛的代價 現在全世界萬夫所指的 第二個叫做川普 當然還有WHO的秘書長譚德塞 他也是犯一樣的錯誤 然後川普也是一樣 一開始輕忽隱匿 專家講的話都不聽 結果害得今天美國這麼的淒慘 所以今天同樣的這樣一個教訓 輪到防疫模範生的台灣的國防部 那這個時候全世界都在看 全台灣也都在看 你們真的不能夠在大事化小粉飾太平 或者是盡量把責任推出去 那老百姓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這些官兵他們染疫了 怎麼樣能夠得到最好的照顧 每個各個這個年輕力壯啊 照理講應該要 全部通通都要讓他們健康復原 應該是以這個作為最高指導原則才對 所以話說回來 我希望國防部在這個時候 因為當美國的航空母艦確診的時候 美國的那個海軍艦長 被川普這樣粗魯的換下來 全世界都幫他抱不平耶 全世界都幫他抱不平耶 包括我們在立法院裡頭有同仁質詢的時候 我們的前國防部長冯士寬 也說絕對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在每一次的公開發言 上電視發表言論的時候 也都幫那個時候是國外啦 他們的這些軍方艦長講話 那同樣今天 我們是萬萬沒有想到會發生在 我們自己的國軍身上 我們自己的艦隊身上 之前蘇貞昌還講那個很冷血的話 說去參加郵輪的叫做明知故犯 不可以讓他們回來 回來通通都要14天隔離 怎樣怎樣如何又如何 結果我們的官兵居然 發生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 國防部一定要 把這個疫情的破洞補回來 誠實公開坦白的 讓所有的國人知道 這一些官兵的足跡 否則的話這真的是無可原諒啦 那麼再來就是回顧過去這一段時間 因為你們到底是在帛琉被感染的 還是回來台灣被感染的都不曉得 只有這兩個地方有可能而已啊 對不對 也沒有去了別的地方啊 所以到底是怎麼感染的 那個ZERO是誰 他到底是在哪裡被感染的也不知道 那萬一如果是在台灣被感染的話 那就表示台灣 有無症狀傳染者趴趴走啊 所以這一些都會造成民眾的恐慌 我們好不容易放鞭炮 一個禮拜三天零確診 馬上就給我們重重的一擊 這真的是讓大家很難接受啦 所以是不是我剛才會問說 時間很重要 你們的態度很重要 你們怎麼面對這個危機的處理很重要 你們怎麼面對這個危機的處理很重要 很快的我想這也都不用再贅述了啦 有很多現在全世界 剛剛大家討論的中國的網軍也好 北韓的網軍也好 俄羅斯的網軍也好 都是一些很厲害的 根本就是國家發動的網軍 那當然 第一個想要救教於今天 國安局調查局 請調查局好了 如果說我們看 如果他是國內的攻擊的話 其實警政署調查局找到 那就是法辦嘛 那如果是來自於境外的攻擊的話呢 你們就是可能國安局 調查局或警政署 因為是看是政府單位 還是非政府單位嘛 那如果說現在比較常 這些如果說現在比較常見的狀況都是呢 他在海外有IP伺服器 所以你們查查查查查了半天呢 他是在海外 因為他如果是在海外的話 你現在很難追究嘛 你除非能夠證明說 我們被大陸的網軍攻擊 或是我們被什麼北韓的網軍攻擊 否則的話 你也很難去跟他追究行責啊 但是如果是台灣 因為現在技術太發達 如果現在是台灣 他在海外有點 你們查到海外就斷掉了 那麼你們現在的這種 國內因為有國安局 又有調查局 又有警政署 那麼你們的這種 被攻擊的對象 又有政府單位跟非政府單位 這樣的一個分工的調查 會不會不利於犯罪的調查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說的 如果你這個節點在外面的話 你也很難追究到最後到底是誰 在背後發動的 所以很多到現在就是徒勞無功 然後呢 讓大家有更多的政治操作的空間 人云亦云 然後更多渲染的空間 那麼現在 在國際上面有一個新的技術 就是透過區塊鏈 就透過區塊鏈 來解決新聞的 它的來源 新聞的透明度的問題 因為區塊鏈它的這個技術本身 它就是可以確保這個所有的contracts 所有的這個契約交易 它的來源 它的過程當中 凡是有被修改的足跡 通通都會被知道 這樣的區塊鏈的特性 剛好是可以來解決這個假新聞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國外的例子好了 紐約時報 就在用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打擊假新聞 而且它是在過程當中 拍攝影片的位置 時間 拍攝者 這個新聞編輯的過程 發布的每一個過程 都用區塊鏈來做一個監控 那紐約時報大家也都知道 是川普攻擊最利的一個媒體之一 然後像義大利最大的通訊社 也現在用區塊鏈的技術 然後呢 希望能夠透過內容的比對 可以來驗證這個新聞的真偽 法國的電信巨頭ORANGE 也一樣透過區塊鏈的技術 來對抗假新聞 然後每一則新聞 你看那個綠色它有一個標籤 有沒有 SAFE.PRESS 換句話說 就是說它有一個 認識我們那個食品安全CAS認證就對了啦 我這個是有經過認證過的 而且你按下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這個新聞的整體的一個來源 跟它的真實性 那因為區塊鏈的技術 它之所以可以確保這個交易安全 就是因為它沒有辦法被篡改 那麼 所以 結論就是說 我們有沒有考慮 因為國發會 其實在去年的時候 就開始推動區塊鏈 台灣的區塊鏈大聯盟 所以有現在相關的一些資訊 跟設施的存在 那有沒有想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來解決 假新聞的問題 那麼 因為我剛剛講到 你們國安會 調查局 跟這個 警政署 各思不同的新聞來源跟領域 那在調查上面 對於這種高科技的追溯 調查的橫向的合作 其實也有很多的問題 不知道你們現在有沒有考慮 透過區塊鏈的方式來處理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更好的技術 來先請教調查局 再請教法務部次長 謝謝 謝謝委員 那我想剛剛委員所提到這個區塊鏈技術 它確實是一個非常先進 加上它有不可篡改性 那這個當然從剛委員所提的 這個如果媒體端 它能夠妥善應用這個區塊鏈的技術 當然可以對於這些新聞的傳播 它的驗證性 它的可靠性會更強化 那也這個間接的可以避免這個假新聞的這個散布 那對於區塊鏈這塊技術 我們調查局其實也非常關注 那我們自動安全處在去年就針對區塊鏈應用 在我們目前數位見識方面 來這個提供區塊鏈的這個應用的這個技術 所以我們是有在應用區塊鏈的這個技術 而且在前世紀來講 也可以說是我們調查局是最先 運用區塊鏈技術在數位見識方面 以上 你們運用區塊鏈的數位見識做什麼 我想對於有關的所有的這個數位證據 我們用區塊鏈的技術把它保存下來 那將來在後續 所以是證據保存 保全不被篡改 是是 用在這上面就對了 好那請教法務部你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請資訊處 也配合調查局的資訊處 他們來做這方面的研究 我們也有開研討會 請外面的專家 一起來了解 當然啦就是說雖然它是一個很新的技術 但我剛剛講到說其他國外也都已經在運用了 否則的話我們說要打擊腳消息打擊腳消息 我感覺是浪費非常非常多的資源跟人力 但是效果是很困難有限的 然後呢又突增很多我剛剛說的不必要的政治操作的空間 所以是不是可以運用最新的技術 請你們積極的去處理啊謝謝 好謝謝政委員 那個局長抱歉 因為政委員剛剛提到的時候是 他的問題是說 你會不會考慮用區塊鏈去在你的第四軍上面 關於這個假訊息的部分 你的回答我聽到你是說有用在證據保全 但是你會用在這個假訊息的部分嗎 各位委員報告如果7塊鏈的技術在假訊息上的防治 他能夠發揮效用的話 那我想我們會來這個 謝謝謝謝我建議直接回答啦好不好 就直接回答本院委員的問題 謝謝主席 我們接下來請溫玉霞溫委員 趙薇好主席好 我們請調查局旅局長 好 我想請問一下法務不堅持 法務不堅持要成立第四軍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調查局要成立第四軍 我剛剛已經有跟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是一個維護國家安全的 治安生意軍 不是所謂的第四軍 對 那如果真的是因應網路資訊的需要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國人會非常的支持 那如果是為了打擊假消息 就是為了做要做政治鬥爭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有違背我們 民主法治國家的言論自由了 我跟委員報告 絕對不會有這個情形 所以你在這邊可不可以 保證 保證絕對不會有這個情形 保證不會 因為在我們選舉期間 我們4月5號 我們的那個網軍 也曾告訴日本的NHK 他們說 他們很自豪的告訴那個媒體記者說 他們在選舉期間製造了很多假消息 包括那個韓國瑜抱小孩啊 小孩哭泣啊 什麼這一類的 那他們認為說這個是他們的成績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等於說是在抹黑選舉對手 那如果我們成立這個第四軍的話 是不是有選擇性的辦案 兩方面都會辦 還是說只有打擊不同政黨 跟委員報告 我們絕對 調下去絕對會維持行政中立 不會去分政黨 來這個做案件 因為在選舉期間 我們都有看到 很多那個阿嬤阿公啊 貼個貼文 就被詢問 那很多網進製造一些小消息 也都沒事 所以說我們如果成立這個 這個第四軍的話 那我們想說 可不可以行政中立 這個是最重要的 絕對可以 跟委員保證這樣 好 那我現在請問我們的這個 國防部的 國防部副部長在嗎 副部長 副部長好 我想請問一下 防疫期間 我們政府說 有禁煮公務人員出國 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事情可大了 我們的 我們的艦隊裡面 這次700多個人 那目前有24個人 確診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疫情指揮中心有什麼 有說 在3月底他有講到說 如果 有發現 確診 有頭痛啊 或是嗅覺失靈的話呢 或是有一些問題的話 一定要回報 那 我們為什麼這次沒有回報 在3月12號已經有 我們的官兵 有3月12號跟13號有兩 有三個官兵 這兩天裡面發生這種狀況 為什麼我們沒有回報 為什麼我們沒有回報 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有關我們初步調查他的 艦船的那個診療紀錄啊 我們看到確實如委員講的 就是他在3月5號起航以後 在3月6號 還有在3月15號離開柏柳以後 從3月21號開始 甚至到4月13號 陸陸續有人因為 會感覺到上呼吸道啊 或有點發燒的現象 然後去做一些求醫診次 那我們也 他們也詳實的 記帶在醫路上面 然後他們求醫的過程 也是送到一般病房裡面 然後做了4到6天 一直到症狀消除 那大家一直很關切 所以為什麼就是說 有關就是在新的一些症狀 發表這些指導啊 就是指揮中心的這些指引啊 我們也確實發到船艦上面了 但是我們目前知道的資訊 就是在報紙上批載的是 397 398這兩個案例 他是有未嗅覺上市的問題 但是我們在 而這個問題的就是說 獲悉是在他被我們集中檢疫 集中檢疫到地點了以後 他跟疫調人員做的陳述 所以當初他在船上的時候 確確實實他沒有反應 沒有通報也沒有求醫 所以這部分要跟說說明 那我們是要出訪 是由誰來決定的 由誰決定 由誰拍板定案 我想問一下 是誰決定那誰拍板定案 那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出去 是不是有什麼上級壓力啊 或是什麼 有沒有跟外交部協調 有沒有跟上級協調啊 還是跟那個衛部協調啊 有沒有做這種這種動作 還是就直接就出就出訪了 因為防疫期間 我們我們的那個漢光演習都可以延後了 為什麼我們這次出訪不能延後 造成今天這麼大的局面 當然我們對這件事情 我們也深深感到 對國人感到非常抱歉 但是這個事情是 其實是因為 這個遠航敦幕這個任務啊 其實是歷年來是 都是計劃性的一個重大工作 是海軍的一個 計劃性重大工作 它有非常多的 漢光演習也是每一年都要啊 可是漢光演習都可以延後 是我跟委員報一下 當初因為它 它是3月5號啟航 我們在執行這個任務啊 之前 我們都是依據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它的指引 它的規範 所以說這個任務 我們在執行之前 我們都有參考它的指引規範 我們把原來要去四個停泊點 停泊了三個 三個不去停了 只停泊流 然後呢 那也講了 中間只要有藝人 有醫師 我們硬堅喔 柏柳剛好沒有確診啊 如果柏柳確診 它是會認為說 我們帶過去的 那問題就會產生很大的 很大的這個邦交的這個 這外交會產生很大的困擾喔 如果他們現在目前 目前是沒有 如果我們現在最近有的話 那他們會不會認為說 這是我們金艦帶過去 我們的 督幕艦隊帶過去 可能會變成這樣子喔 那當然這一部分的 這一部分的委員的疑慮 其實現在我們的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啊 他也有針對這個喔 作為後續調查 那我剛剛的問題裡面 真正回答 是誰決定要出去的 是不是有跟外交部有 沒有沒有沒有 這件事的全責 那個單位是 海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 對 全責當然是海軍司令部 對 我先讓我再把 最後一點點補充完畢 但是因為疫情的結果 所以這一次我們有做了 航線的調整 然後也有做 停泊點的調整 所以他要送到國防部 來做 部長核備 由部長核定執行的 我覺得我們好像我們國防部裡面 比較小的 聽這個指揮 聽那個指揮 連一個口罩都沒有辦法 每個人一片 我覺得我們國防部 應該好好爭取 要替我們的官兵去爭取 好 主席再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們回來以後 我們靠岸 是誰決定馬上可以下船 國人 國人緩國到機場 從機場下來以後 我們要14天的居家檢疫 可是我們的官兵下船以後 船靠岸以後 只有6天 在船上6天 6天裡面搞不好會交叉感染 那不一定 6天 溺斃式的空間 是最好的傳播 疫情的傳播 那只有在船上只有6天 那我想請問 為什麼不是下船以後 還要再來一個14天 公主號還有其他艦 還有那個美國 還有華國的艦艇 他們都是 居家隔離都是14天 為什麼我們 在船上隔離6天 就在船上隔離喔 那就直接可以回家趴趴走 那現在造成現在 北中南都有 人心惶惶 這一種是難道我們 我們國防部 這事情這樣做的嗎 這一部分 產生這個機會 我們會深切的檢討 但我這邊要做說明的就是 根據農委會漁業署 它頒布的規定 就是漁船啊 貨船 它船舶入境的一個規定 我們是比照 它只要在最後一個停留點 離開以後 只要在海上 沒有到另外一個地方停留 或沒有跟其他的船隻接觸 它只要航行超過30天 它回到 它到達我們國內 沒有其他的 還有一次做 只是做一個就是 健康填報啦 然後 那個所謂健康史的一個詢問 它就能入境 之所以停了六天 是因為我們從柏六離開 三月十五號離開 到了九號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大家才二十四天 所以不符合這個規定 所以我們就在港區駁港 大家人都沒有下來 在那邊待了六天 等符合30天的這個基本要求以後 然後就跟他講的 有一個聯合檢查小組 是由海軍他自己的一個編主 加上左營醫院的編主上去 就針對體溫量測 這是沒有 還有另外一個健康史的詢問 還有健康史的那個醫療紀錄的檢查 這些都沒有問題了以後 也符合當初基本的規範以後 有讓他們下來 我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很好的檢討 這一次真的是要好好檢討 對 我們會做深切的檢討 只會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一次是 我們不能把責任都推給那些 不會不會不會 我剛剛已經講了 誰應該負的責任 就要負什麼責任 這不是光說艦隊或艦直部 海軍司令部跟國防部都是一樣 跟委員報告 好 謝謝 主席謝謝 對不起 我確信我聽懂 你回答溫委員的問題 你剛剛前面提到說 到帛琉去參訪 是海軍司令部的決定 跟外交部都沒有關係嗎 他說沒有關係 對 不是 不是 他的問題 你直接回答 溫委員剛才問你的是說 到帛琉去 這一次軍艦磐石到帛琉去 是外交部的決定 你回答說他是海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決定 自己決定 海軍司令部決定 這個他要到帛琉去 外交部都不知道 外交部也不管 做這個計畫 是在今年去 要在前一年 前一年9月以前 要把我們的計畫 然後承送到相關單位 中間有包括外交部 外交部說 這個可不可以去 可以去 然後這個計畫就底定了 後續 什麼時候決定這個可以去的 去年就決定了 去年決定 那今年發生疫情的時候 國防部也沒有知會 外交部也沒有任何的單位說 現在有變數的情況 討論要去不去都沒有嗎 有 那你就要回答溫委員 你就回答溫委員 就問你 你不能夠把這個推到去年 然後他問你的 這一次不取消的原因 抉擇單位是誰啊 這一次決定的單位 就是海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可以決定 就是說 所有東西都不取消 照常舉行 是不是 你的回答是這樣 海軍司令部 要將這個機會 報到國防部來核備 國防部不用會外交部 通通不用 國防部沒有會外交部 這是既定的一個年度 既定的一個任務 那有通知疫情指揮中心嗎 因為 沒有通知疫情指揮中心 所以國防部就自己決定了 好 這個是我們聽到你的回答 另外一個部分 溫委員剛才問的 那個在座的列席官員 我看到只有那個 調局回答 可能其他的還沒有 就是他問到一個 行政假訊息的行政中立的部分 在我們在座的都可以履行 溫委員剛剛講 行政中立的承諾的 請舉手 好 旅行行 法務部不行嗎 行政中立啊 不偏盤 本來就是應該要做的 不是 那就拜託舉手一下嗎 我看有哪個在位 是行政中立有困難的 我用點頭的 好 所有的行政 我們那位是行政院的資安 國防部 喔 國防部 所以在座的每一位行政中立的部分 都是可以履行的 沒有錯吧 我講錯的舉手 好 謝謝 那這個是剛才 謝謝溫委員 謝謝主席 下一位我們請林思銘 林委員 好 謝謝主席 今天針對我們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與功能 我想本席呢 在這邊幾個問題呢 跟我們局長還有部長來做請教 我想這個這個第四軍的成立啊 就是資安工作站 他是在蔡總統指示調查局來成立的嘛 也就是所謂的 第四軍的調查局 在日前公布了一個統計數據表示 防疫期間收到了1140件的假訊息的情資 立案373件其中7成啊 266件來自境外 調查局內部表示 這個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但是 剛才很多委員都表示 境外的部分調查局根本處理不了嘛 所以 調查局充其量就是提供情資 而境內的部分呢 經過這個就是前 這幾天有增加了 就是移送60件 83人 那麼經過檢方還起訴的有9件 而院方檢疫判決的有2件 所以定罪力並不高 所以 本席呢 在這邊就是不禁要懷疑啊 我們成立所謂的國安層級的 資安站 那麼調查局的第四軍 跟現在的我們的調查局的 假訊息防治中心 有什麼不一樣 本席認為說 未來成立資安站能夠發揮更大的功效嗎 那這部分請 局長跟部長分別來回答 謝謝 我先簡單回答一下委員 然後再請調查局來補充 那調查局他負責的是 國家安全的維護 還有重大犯罪的偵查 所以 現在資訊泛濫的一個時代了 在偵辦犯罪上 需要與時俱進 尤其在資安安全的部分 所以 從這個防治中心是一個任務編組 現在把它建制化 讓更多的專業的資安人員 能夠參與這樣子的國家安全的維護 跟重大犯罪的調查 所以我想我們法務部也全力支持他們 謝謝 請請局長 跟委員報告 我剛剛已經特別講到 我們不是第四軍 我們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資安勝利軍 那我們成立資安工作站 當然前生之前 因為假訊息泛濫的關係 我們成立了假訊息防治中心 但是假訊息的案件偵辦 並不是我們資安工作站的唯一的工作 我們主要是看到過去 其實這幾年來 因為科技的發展 不管是電腦犯罪 或者是網路犯罪的案件 其實一直在增加 所以我們的資安工作站 除了假訊息之外 特別針對電腦犯罪跟網路犯罪 謝謝 局長我大概了解了 但是局長 我們發覺就是說 我們在這一次 就是今年的同期 跟去年的同期的比較 我們發覺說 我們現在針對不實訊息 就假訊息的一個犯罪 我們比去年多了64%這樣的案件 但是對於連政工作就是 速灘啊 那個洗錢防治啊 或者是 防治毒品這個案件 顯然就減少了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說 我們會不會就是說 現在因為要打擊不實的假訊息啊 反而對於我們原本的 我們的速灘啊 我們這個防治毒品呢 這些洗錢防治這些工作 反而我們忽略掉了 幹委員包括 或者數字怎麼會有這樣子的顯示呢 幹委員包括絕對不會啦 因為我們這個 治安工作站 它有它的一個專責的工作項目 那剛剛委員所提到的 不管是速灘 或者是棄毒 或者是洗錢等等 還有經濟犯罪 那我們各處站 其實都持續在偵辦 如果委員有注意到 我們其實上個禮拜 也查到兩件非常大的這個毒品 一件是從越南走私的毒品 一件是發費發費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 就是要跟局長來報告 就是建請了 局長對於說 我們其他的工作 不要因為這個 成立治安站 而把它忽略掉 不會 我想另外就是說 我們跟刑事警察局 對於說這個 治安啊 這個國家就是 就是網際犯罪的偵查 是同屬於 在行政院的一個 國家自動安全發展方案裡面 是同一個體系嘛 所以你們未來跟刑事警察局 就內政部警察局 刑事警察局的一個分工 你們是如何來分工的 跟委員報告 其實 這個問題其實 應該是不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就 現在在 企圖來講 也是 警察他沒有辦嘛 那我們局裡也有辦 所以在案件的分工 當然 如果 案件 被這個網路犯罪被侵害的單位 他把案件 移給我們 或者是到我們局裡來檢舉 那我們局裡就會偵辦 好 謝謝 有時候他們可能會到 行事局去 這個局長 其實我在這邊要表達的 其實我們成立這個 這個治安戰 本期是有疑問的 我想我們這個 對於現在目前 我們在實務上 運作 櫃局所承辦的各個案件 我剛才特別提出來的 成案率 定罪率並不高 所以其實調查局 主要的工作 對於這個不實訊息的 一個防治還有偵查 才是你們主要的工作 把它提高到所謂的 國安單位 我想這個應該是 國安局或者是 我們國防部應該要做的 那你們都可以去橫向聯繫 因為如果一旦把它成立 治安戰的話 我們是希望說 你們未來對於 言論的自由 這一部分一定要保障 我們知道 那個台大的教授 蘇教授 因為這個 上次就是因為他發表 對政策的一個言論 結果就被我們的 調查局的約談 對他來講 他只是對政策 提出不同的一個方向而已 所以未來對於 言論自由的尺度 我們跟所謂的 散佈不實訊息 我們在未來的偵辦上 可能要特別的小心謹慎 以免造成打壓言論自由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建制是主要 因為你對境外的根本 沒辦法去查它嘛 所以你把它提升到國安 我更認為說這個是 治安戰把它提升到 說是國家的一個安全的一個部隊 這個是蠻奇怪的一件事情 你的主要工作 還是在真防犯罪嘛 所以你對於國內的 不實假訊息的一個真防 才是你主要的工作 但是不實假訊息的真防 特別你要注意到言論自由 否則我們看 我們發覺說 很多送到法院都不成立 反而讓人民呢 惶惶不安 有一個這個寒蟬效應 所以希望調查局 或者我們部 未來再請檢察官 或者是我們調查局的同仁 在偵辦此類的案件 一定要特別的謹慎 謝謝 好 謝謝林思敏 林委員 但是我提醒一下那個調局 剛才林委員有提出來一個東西 就是說你們的分工啊 你們調查局跟那個 刑事警察局的分工 我聽你的回答 你是講說 你們是有分工的規劃還是沒有 因為我剛剛聽你講是說 他把案子送過來你們就調查 意思是說你們事前沒有做分工的 這個討論是不是 有還是沒有 沒有沒有做 沒有做分工的規劃 然後你今天也回答 你跟國安局的部分 也沒有 是不是只有上禮拜五討論 國安局的部分 因為那個都法律有規定 相關的執掌還有分工 那個法律都規定了 所以除法律規定之外 你們事實上在 除了上禮拜五之前 你們你跟國安局那邊 是沒有溝通過的是不是 你剛才回答是這樣 沒有特別在針對這個部分 沒有特別針對這個 就是說資安站的部分 沒有溝通過 從上禮拜五之外 沒有溝通過 好謝謝 我們現在先處理一下 那個程序的問題 今天上午的會議 會進行到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 尋答結束為止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請 林楚英林委員 謝謝主席 大家早安 應該是到午安了 到中午了 本席是來自於媒體 那麼我想針對成立 這樣的一個防範假訊息的 這樣一個重要的工作的這個部會 其實對於現在從選舉之前 我們就知道這個假訊息不斷 那麼尤其是在透過這個防疫的部分 那麼政府努力在防疫的同時 能夠有一個打擊假訊息 當然也可以強化民眾對於防疫的信心 這是相當重要的 但是呢 由於我長期在媒體的部分 我觀察到有一個現象 那就是從我們之前所看到的這個假訊息的流竄 它似乎有一個SOP 就是以這個泡麵 衛生紙跟罐頭之亂 來做一個整理的話 會發現假訊息的發出 常常是在週間 那麼經過週間透過通訊系統 LINE或者是臉書等等 去做散布之後會引發民眾恐慌 那麼到了六日的時候 民眾會去排隊 那麼媒體這時候看到了這種搶購的現象 就會加以大肆報導 那麼我們都知道六日常常是 這些民生用品民眾要購買的時候 而卻常常會是這些貨運或宅配來不及上架 甚至於他們可能因為現在所謂的 週休二日等等的排班的問題 常常會是一個來不及補貨的狀況 那就造成了缺貨的現象 等到星期一廠商補貨的時候 假訊息的現象已經造成了 變成是社會上的惶惶不安 我不知道在這個有關於這個調查局的第四軍 您在對於你們的這一陣子以來的工作當中 您查獲了有一千多件 那麼是不是真的也有發現類似的操作手法 要就叫法務部長跟調查局局長 我先跟委員說明一下 然後再請調查局補充 那如果媒體是利用週六週日的這個時間 來操作一些議題 那我想我們要呼籲媒體要自律 我們在如果政府機構發覺這個訊息是不正確的 可能是假訊息的話 我們會第一時間出來澄清 那我個人也好或我們調查局也好 常常也利用禮拜六禮拜天就要出來說明 因為就把這個訊息即時的能夠澄清清楚以後 不會一直在傳播出去 我想從這個衛生紙或是口罩之亂 我們也都是採取即時的處理 來跟以上 調查局是不是有發現有類似這樣的一個SOP的操作方式呢 就是透過LINE或臉書先在週間來做醞釀 然後利用六日大家剛好出門選購的時候 來做一個恐慌 又或者是說你沒有查到另外假訊息操作的SOP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那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我們調查局在不管是假日也好 或者是即便是晚上我們同仁 只要有發現有會影響到這個 不管是國內的這個民生 或者是其他的重要的一個假訊息 那我們同仁其實是24小時在這個趕時間在溯遠 那我們希望在第一時間讓民眾了解這些假訊息 那以你們現在所破獲的這個一千多起的這個案件 所獲得的通報 那麼立案有359件嘛 那麼在有關於成案73件 移送47件 有66人當中 這些他們都是一個什麼樣的操作手法或手段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講解一下 也可以讓現場的媒體或者是看 我們整個立院直播的人更了解 他們的一個操作手法來破解呢 這些所有的我們所處理的案件 就是基本上其實大部分是境外的比較多 境外的這些假訊息的操作 它有一定的這個模式 它也會製作一些模板 甚至透過各類的這個不管是地霸或者是WeChat等等 來這個散布把這些假訊息做好以後 那散布到我們國內的各個社群媒體來 那當然國內的部分也有少部分它也會應用這樣的一個相同的一個模式來散布這些假訊息 請問局長那您剛剛說主要是來自於國外 那麼會不會就是以中國尤其是這個假新聞的產業鏈成為危害我們的大宗呢 因為這是根據一些教授研究的報導以及媒體的報導所提到的 中國是形成一個假新聞的產業鏈來危害台灣的訊息他們的治安 我們偵辦的有七成是境外 那境外所謂境外就是中國 境外就是中國 好最後我要救教的是NCC的戴臣主委 我想請問的就是剛剛我所提到的 那麼當如果媒體跟風成為這個假訊息的幫兇的時候 NCC有什麼樣的罰則嗎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的方式可以來杜絕假訊息透過國內媒體來大眾媒體來進行傳播 報告委基本上來講的話如果說因為這個媒體有事實查證的義務存在 所以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我們會依照那個微星廣播電視把27條第二項去查處 如果有沒有刪定那個所謂的事實查證原則的話會有相關的那個行政處罰 好因為我們知道常常是錯訊息的時候是報的一整天 我們常常一整天SNG連線搭一天呢二十幾條新聞在報導 可是發現假訊息的時候成親常常不成比例 那麼怎麼辦 只要我們要求那個媒體治癒 而且要求他們去看那個個案的情況是怎麼樣的類型 好謝謝 好我們謝謝呃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賴香玲賴委員 好謝謝主席 今天非常多的部會都來了齁 那針對這個不管是假訊息的打擊 或者說我們成立這個第四居 認為在這個資安就是國安的這樣的一個思維下 各個團隊我相信都應該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定位跟任務 所以我想我今天也就叫剛剛林委員特別提到這一次在防疫期間 那調查局自己的統計的這個所謂假訊息的件數大概是上千件 那境外七成然後這個例卷的也不是說佔非常高的比例 那所以我就想先就叫應該是在法務部這個應該是法務部的執掌下 那我們這三個案件的這個判決呢是在今年大概就是一二月開始 特別是一二十九號的這個第一個案件裡面 就已經開始有針對所謂的疫情的方式有不少的訊息傳出了齁 所以我就想說先就叫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件數當中到目前只有四件 那其中只有三件是這個判決確定的案件 從比例上跟這個方式的這個檢討上面 請問部長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一個看法 為什麼件數這麼少 然後第二個是這個在網路上又訊息量那麼多 為什麼我們只有三件是判決確定的 當然這也涉及到收集的證據的問題啦 是不是夠明確 然後時間上是不是快速 那像委員所秀出來的這三件 它是法院判決的 那這個罰金也不高 這個是不是有嚇阻效果 這個我都值得檢討 不過要等到法院判決是要一段時間 確實 所以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其實如果要處理這個假訊息 能夠及時能夠澄清是比較有效的 不要讓它散播出去 我想有一個事實財核中心的這樣的一個建制 不管是新聞的或者是網路上輿情的 當然那個事實財核中心的事實 是不是又是個事實 我覺得也是令人萬味的 所以還是要有一個比較是國家級的這個 總控中心來確認 打擊這個假訊息 除了用這個個案式裁罰之後 是不是有嚇阻性不明確 但是當消息一出來 就叫一下這個資安站 或者是之前的這個資安處 或者是你們的這個資安防偵中心 你們在這個專業上面 以這個第一個案例為例 他就是在他的Instagram裡面呢 他就發布了一個這樣的訊息 然後他是一個對內的一個社群 大概一百九十幾人 在這樣的一個訊息 如果沒有人舉報的話 你們也不是這個Instagram裡面的一個Member的話 你們能看到嗎 你們能知道這樣的訊息嗎 這個哪一個單位可以回答 資安處嗎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會透過公開的這些資訊去收集 關鍵字 我們會有可能會收集到 你們不是他的這個社群裡面的人 你們如果沒有人舉報出來的話 在這個系統上能看到嗎 公立式的社群當然我們就必須要靠 公立式的就不行 對不對 所以一部分當然就是說 如果在這個社群內的人看到這樣的資訊 他自己起疑心 他就覺得對外舉報 可能就跟你們相關的部門去做申訴檢舉 也許我們才知道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案例 第二個是有他使用這個用FB FB比較也是比較特定的一個廣泛的對象 但是他也是類似他的這個叫做一個區域性的 我是某某人的一個網站 那像這樣的部分 你們資安站又用什麼系統可以去撈出來說 這可能是假或可能是真 你們的專業跟處理是什麼樣的SOP FB的部分 因為我們他其實有很多資訊 他是可以有半公開的方式 那我們透過相關的這個分析的軟體去 去撈這些資料出來 這些資料出來以後 我們會有去判斷他 這個資訊有沒有符合所謂的惡假害這樣的一個標準 如果有合覆這個標準 那我們就會立案去處理 所以你們就會移送相關立案去處理 對 所以這三個案呢 大概一部分是有人自己覺得資訊不對去做的舉報 一個是呢 警察的你們的刑事 警察局的警察呢 自己去做一個舉報 那金門這部分我就不多說 比較還是想要跟部長就是說 這麼多的訊息大家都覺得很多可能是有假訊息的疑慮 但是在現在的處理模式裡面 如果你們要直接打擊 不用到以這個刑事的這個判決確定的話 直接打擊這個部分你們有什麼方式可以比較明確 除了澄清除了做一個宣導之後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我們會要求啊 就散播假訊息的人 他回到他散播的地點 或是他那個族群網路 去再告訴人家說 我以前放的這個訊息是假的 我想這很難啊 如果被我們查到的話 我們可以這樣要求 我想這個要求部長回答 也許可能個案上你也無法去一次的釐清 但是我認為 總體上來講 大家對疫情的假消息 這個裁罰三萬兩萬十萬 跟原來你們罰則定的是 大概是300萬的上限 其實在比例上面 我們大家都還沒有覺得說 我散布一個假訊息 我要付出的代價是很重的 我們還沒有這樣的認知 所以可能在這樣的一個執法上面呢 我不確定這個法官判決的目的 但是看起來就是他認為 他這個訊息可以回到原來的地方做澄清 可以有事後補救 也許他就覺得這是一個不嚴重的部分 那第二個個案是 他個人可能在身心上還有一些 比較這個精神上的狀況 也許就輕判了 但是總的還是要問 如果我們講境外管不了 境內的處分跟境內 發生嚇阻的效益跟評估 我認為還是請法務部認真去思索 到底用什麼方式可以降低假訊息的傳佈 好 那確實就是資安站成立 大概也是以這個目的為止 那委員這個是有罪判決 是因為到法院去 是 還有很多案子是在檢察官這邊 因為看情結不是那麼重大 有些人是情有可原 是 就用還起訴的方式 是 那我要求我們檢察官就是說 你在還起訴的時候 希望他要附帶的 要到他的這個群組裡面 再去發訊息 又成期 我獲得了地檢署檢察官的一個還起訴 但是我放的消息是不對的 以後我不會再犯 所以 有這個散播的效果 所以 謝謝部長這樣子回應 就是說我們還是相信人有時候 他可能是誤傳誤信誤聽 也許這是一種 但他如果是刻意性的 在這個所謂這個資訊的這個去除下架 跟處理的機制上面 現在在資訊部門 有沒有這個功力 能夠去做後續上面的一個測除 這個資安處有沒有相關的專業 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讓他一再流傳 一再的剪貼複製 一再的去變成 你再回去原地方澄清是無效的 那這個做法這樣就沒辦法攔截 這個要請你們再研究好不好 有資訊的話再提供給我 最後我想利用一點時間 來處理之前 一再的希望就是說 在個資的這個專業上面 今天我們的國發會有來啦 是不是 國發會的代表有在嗎 是 那就像針對這個有關 基加檢疫 基加隔離 我們常常一再在意的 就是他們個資保護的部分 那我們現在整理出來的NCC 跟衛福部發言 上面差異不大 但是我想我們回到下一頁 這個已經應該是衛福部 還是這個是相關單位 已經在這個基加檢疫通知書裡面 把第三項 看左邊這個是原來的 那右邊這個是已經增加字眼 就是說 包括以手機門號 進行個人活動範圍的電子監督 已經加上去的這個字眼 好像就是說我們改進 讓這個居檢的這個國人知道說 我有被電子監控的這樣的一個字眼 那我們看下一頁 所以我想先就叫這個個資法的主管機關是國發會嘛 就以剛剛那幾行字 來看我們這個個資法第八條第一項的這個規定 它算不算已經完整符合你羅列的這五六款 這個一個呈現方式 包括你收集的目的 你有寫得很明確嗎 你這個個人資料是有哪些類別我會監控你 包括是手機 還是手機跟基地台之間的通訊 還是手機跟基地台之間的定位 請教一下 我覺得它的那個文字雖然沒有非常明確的那個 可是大家因為看的人大家都知道是為了防疫的目的 所以它收集的目的應該是確認 然後呢收集的類別就是手機的裡面的那些 那些 應該是它用手機的定位電信系統的定位的這個資訊 我想這裡就有一個很很很詫異的地方 就是你們原來一直口口聲聲說 這不是我們在收集 是電信業者配合政府 電信業者來做這個服務上面的配合收集 所以一個是公務機關一個是非公務機關 總體上來講不管收集目的 國人大概沒有疑慮的 但是類型就是上次講的 它跟基地台之間的通訊內容 跟基地台跟定位這個這個系統本身 很多個人手機持有者它是不知道的 所以剛剛回到上一頁 剛剛這兩行字喔 我不確定現在這個疫情中心 是不是就已經用這樣簡列兩行字來做處理 要不它應該要回歸以前 就是一般我們有各自收集一個同意書 一整張文件明確 然後條文清楚羅列 然後我跟你收集的內容是什麼 你同意使用期間是再何時何時 是不是還是建議能夠 國發會竟然是各自法主管集團 還是建議疫情中心喔 明確一點弄個同意書 基本上如果是 我們在各自法面有一些相關的規定 是覺得不需要做明確通知的 那我覺得 真的嗎 對 像什麼 像這樣的疫情的 收集我的手機跟基地台之間定位 跟基地台之間通訊內容的範圍 所以不需要特別的明文在資訊上 因為符合特定目的外利用的相關條文裡面 其實可以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特定目的外的使用 對 確定 對確定 好謝謝 謝謝 這個 那個副主委 這有點為難你啦 因為這個其實本來是法務部執掌的範圍 你們就直接把它從法務部執掌的撈了過去 那原來在原來在各自最早修訂的時候 在第八屆的時候 基本 第八屆修法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來講 法務部應該對這個條文應該很熟悉才對 他轉到那個國發會之後呢 但你的條文其實賴委員已經都放出來給你看 上面你寫說你應該明確告知啦 我覺得錯了就是錯了就是改就好了啦 我覺得可能還是聽一下剛剛賴委員建議 還是要讓民眾很明確的知道 就按照各自法的條文去改就好了 好不好 從善如流啦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來接下來我們請李德維李委員 主席麻煩部長 委員好 部長喔 這一邊本席想要請教 我說調查局的假信息的防治中心 升格到資安的工作站 那隸屬是國安系統 上級機關還有包含國安會啊 國安局這些成為國安級的等級的一個資訊站啊 那請問一下這麼重要的單位 本席今天聽了一上午啊 幾乎都在談假訊息 那難道假訊息變成是 我們法務部調查局最重要的工作嗎 不是 因為調查局的主要工作 是維護國家安全 還有重大的犯罪調查 那 成立一個職安站 只是一個更專業的 來協助相關 透過用資訊的方式 所做的一個犯罪 那他們來協助處理 另外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也是他們 主要的職責之一啦 部長本席現在去看那個調查局 從2月18號到現在2個月的新聞快報 裡面有30則裡面有23則 高達7成6都是談假訊息啊 所以我想部長大家還不知道 所以現在這些訊息的表示 就是現在調查局 反而變成主要的工作 甚至於跟民眾的接觸 都是在澄清這些假訊息 但是假訊息要怎麼樣來定義啊 因為這個部分 非常非常的關係到 網路上言論自由的問題 那我們舉個例子 隨便譬如說蔣萬安 或者建立軍部長要參選台北市長 是不是假訊息 甚或於我們海軍的參謀長 15號在立法院備詢 信誓淡淡的說 頓目艦隊的檢疫狀況沒有問題 但是昨天已經有24個確診的病例 那這種算不算假訊息 這個部分裡面 我當然想請教部長的部分 怎麼樣來避免侵害到憲法 賦予人民的言論自由 我想大家現在都是在專注在疫情 所以當然他們現在在處理資訊 假訊息的話 會比較集中在這些跟疫情有關的 所以看起來比例比較高了 其實他們真正成立的目的 將來就是還是有很多 跟治安有關的犯罪 譬如電腦犯罪 譬如這個 詐欺犯罪 也是可能扣過網路 所以他的執掌 不是說只有在疫情的假訊息而已 他未來的工作還是非常廣泛的 所以 資安站的成立只是讓他更專業化 好 謝謝部長 那彭錫翔請教局長 好嗎 局長 不好意思請教一下 因為 怎麼樣 佳局這邊的 我們原來的假訊息的防治中心 當然未來的資安公共和站 他怎麼樣來認定這個部分 您可不可以 跟委員報告 當然我們的假訊息的處理 一方面 有些是移送來的 有些是人民選舉的 有一些是我們自己收報來的 那這些收報來的案件 我們都會經過一個SOP的方法來過例 先確認他這些假訊息 是不是有沒有符合 惡、假、害這樣的一個情形 是 如果有符合這樣的基本的 這樣的一個原則的話 那我們才會立案 所以我們其實 我們在有關疫情這一部分 我們其實在這段時間 總共收報的到4月18號為止 有1139件 那我們真正立案辦案 正辦的只有373案 是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現在立案的部分 是非常的低 那這個部分我想當然未來 能夠定罪的比例又更低 局長 那這個跟調查的過程 會造成民眾的困擾 這方面怎麼樣來改進 您可不可以講一下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我們其實在立案本身 就非常的嚴謹 那必須要他符合這樣的一個 二角害的原則 我們才會立案來這個偵辦 那對於這個 對於民眾 當然如果他是有 涉及到散佈的 那我們會請他來說明 那我們也會盡量配合所有的 因為這個可能散佈來源 民眾的主席所 遍及全省各地 然後我們會盡量配合 這些這個當事人 我們會請我們就近的處戰 來請他來了解 盡量避免造成民眾的這個困擾 好 謝謝局長 那本期來請教部長 部長 因為上個禮拜 吳怡丁委員說 臉書的專頁指示篤欄啊 PTT這邊上面 有人在罵譚德塞 就是世衛的秘書長 那也請部長折成調查局查AP 證明不是台灣人的留言 那部長當時是說 請調查局的治安處治安站來處理 請教一下 現在這個調查的結果是怎麼樣 因為法務部本身是不做個案的調查啦 所以我上一次我也答應吳委員 我也把這訊息轉給我們的調查局來處理了 有結果嗎 我當天就來轉支他們在處理 那他們處理的結果也沒有給我回報了 我相信他們是會盡責 而且會很公正的很中立的來處理這些 好 這部分拜託局長 假如調查局有給吳委員的相關的一個報告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給本席一份 也給本席一份好不好 好 那接下來想要請副部長 國防部副部長 副部長 我想 剛剛您也特別提到 因為海軍的敦目艦隊回來 現在我們正在學校有一部分已經停課了 那請教一下 當然我們都知道正在學校有好幾個部分 那現在北投的復興崗的部分 本席得到的資訊是 政戰學院停課 但是管理學院不停課 因為他們是在一個營區不在一個院區 他們有區隔的居連員 是 所以這裡面的人員都沒有互相流動 或者這方面的疑慮嗎 沒有 沒有 回來的那天就是參加敦目艦隊 回去的有四個人 這個四個人我們都吊頭完畢了 是 二十個人 二十一個人是有稍微親密接觸 現在他都已經住在正在學院的單獨隔離營社 其他的所有同學在校外的 其實剛好昨天在休假嘛 絕大部分都在校外 都在他們自己家裡面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是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現在管理學院還不考慮 管理學院不考慮 好 那再請教一下 我想其實委員們都很關心啦 請教副部長 就是敦目艦隊出訪 當然批准您剛剛特別提了 現在是海軍 因為整個計畫去年可能就批了 那最後出發單 海軍報了國防部 那請教一下 在您出去 就是說東京出去這個部分 我們海軍也好 國防部也好 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有沒有相對程度的一些合作 或者去請教 或者說是怎麼樣來加強這一個部分 不知道國防部怎麼做 第一個要跟委員報告就是 確實我們這一次在審核的過程中 我們並沒有吃會或請示 所謂的中央流行行指揮中心 但是我們又根據他所公布的所有的資訊 包含警示地區 警示國家 還有這些資訊 然後我們來檢視我們自己的計畫 所以我們整個計畫都有做了一個調整 縮短的時間 縮短的航程 停泊地點 從四處減為一處等等 甚至我們要上帛琉之前 我們又再一次的有跟這個 所以副部長 那這個部分 外交部有沒有給你們什麼協助 外交部只是說在前一個年度 我剛才講的前一個年度 我們是一定要把我們計畫去的國家 要提供給外交部 因為外交部要用外管去幫我們聯繫 我們要去那個國家有沒有其他的活動 能不能讓我們去 外交部就幫我們做這一件事情 是 部長 這個本席要提醒部長 因為這一件事情全民非常的關注 而且現在也已經造成全省各地 民眾的一些不安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本席真的要提醒國防部 假如說你們現在的表達 是完全你們沒有通知任何人 跟外交部無關 跟上級單位無關 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無關 那你們就要扛全部所有的責任嗎 是 國防部因為這個去到最後的審查 知道有沒有國防部做的 所以國防部我們應該要負責責任 是 那請教一下 當然現在這些確診案例的足跡的部分 的公布 國防部這邊有什麼意見嗎 因為這個足跡部分通通是要由中央 就由指揮中心來公布 所以當他們一進去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們要一些資料 就是足以做疫調 掌握足跡的資料 比如說他收繳人員的手機 我們能一進去 18號晚上全部移進去 手機全部都收繳 另外他希望我們提供各類各式的 所謂的一些資料 我們都提供給他 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們也能夠 盡快的完成所謂足跡的掌握 然後掌握一些特定的對象 讓他們能夠發出所謂居家隔離 像這樣的一個通知單 好 謝謝副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李委員 但是剛才李委員問的幾個問題 我想確信您的答案 剛才溫委員問的時候 你說其他的部會都不知道嗎 就是國防部自己做的決定要去帛琉 然後現在李委員在問的時候 然後外交部有沒有給你什麼諮詢的時候 你的回答是說 你當然他要透過外交部安排 所以外交部也執行 還有沒有其他的就是說 沒有沒有 我這邊要澄清報主席 我剛剛是這樣說的 我說這個出國的計畫 在今年要出國 因為在去年就把計畫領好 我要去哪一個國家 那要去哪一個國家 這一部分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就會請外交部來協助 我們要去的這些國家 請外交部透過外館去聯繫 這些國家在我們計畫的旗程 我們能不能去 外交部幫我們做這件事 是 所以簡單來講 你的回答就是說 在疫情發生之後 外交部並沒有再參與了 是不是 他所有的參與 都是在去年的時候才有參與 在疫情發生之後 已經都沒有了 是不是 我們請海軍參謀長來給他 包委員 不是這個很簡單的問題而已 是還是不是 就是說 疫情發生之後 我們在進帛琉之前 我們還會跟這個帛琉那邊的外館確認 當地的疫情 所以外交部事實上在疫情發生之後 他是知道的嘛 對不對 他是知道但他沒有阻止你嘛 是不是這樣子 包委員 那時候帛琉是零確證 因為 他那時候沒有疫情 他沒有上那個旅遊行事 不是 你已經跟我們的外館 已經有通知他了 他也不回報 沒有關係啦 我只是要確信就是說 您的回答 回答了李委員的問題而已 我只是問程序問題 然後第二個剛才那個李委員問的問題 我也沒聽到回答 就是說 他的PowerPoint第四頁的地方 他問你啊 就是說 在本院的委員 在國防外交的時候 質詢的時候 問到這個情形 部裡面的情形 還有軍艦的情形 官員的這個情形 你們的回答是說 沒有問題 他講這個沒有問題 是不是假訊息 你們的回答是什麼 包委員 我這邊要 因為我是海軍參謀長 我這邊要鄭重澄清一下 當天的狀況 不是啦 他現在不要澄清當天狀況 當然大家去看那個就可以 我現在只是 他剛才問的問題 我只要確信你們回答 當回答沒問題的時候 是假訊息 還是不是假訊息 那個調局 那個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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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 官員回答 本院委員 對 我剛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呃 這個要看看他的惡假害 那 再來就是看看有沒有涉及到刑事責任 不是 你現在 你現在的意思是說 如果他明明知道有問題 然後他說沒有問題的話 他是不是假訊息 是還是不是 如果您知道又講說不知道 那當然是 那就是假訊息 如果他手頭上面有資料的話 然後 如果是資訊不足的話 好 謝謝 這個就回答 另外就是說剛才李委員還問到一個 呃 我不太懂為什麼你一定要私下 他問到說要求公佈IP 要求公佈IP 部長 呃 對不起還是局長 公佈IP的部分可以做還是不行 呃 這個要看我們要再跟相關的這些 不是你現在假說他是假訊息嘛 假訊息的一個方式 你公佈那個假訊息的IP 讓大家知道那個假訊息的IP是哪裡 可以做還是不可以做 如果可以做我們的問題就打住 如果不可以做的話 你就要回覆 李委員剛剛講說為什麼不行呢 理由是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在很多的案件在處理的時候 並不會拿到那個IP啊 所以你是沒有IP 因為社群媒體也是沒有給 不會給 你之所以不公開IP的原因是因為 資安站第四軍沒有辦法查到他的IP 是這個意思嗎 對很多社群媒體他是不會提供你IP 不要講社群媒體啦 他提到的是假訊息的部分 所有的當你在你的資安裡面 能夠發現到IP的部分 IP可以公告還是不行公告 你的回答是可以公告還是不行公告 如果是成立確實是個假訊息 當然我們可以公告 你會公告 在哪裡公告 在你的網站 在案件裡面 在案件的新聞裡面會可以公告 好 謝謝 那這個應該回答所有李委員的問題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下一位請呂玉玲委員 呂玉玲委員 呂玉玲委員 呂玉玲委員不在 我們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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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文吉委員不在 我們請洪孟凱委員 首席謝謝 我想先請教一下我們蔡部長跟我們呂局長 去年因為選舉期間 所以說成立了這個假消息防治中心 那個時候講不是說是任務編主嗎 那怎麼到了今年 今年我們又在因為疫情關係也好 或是又要本來要退場的搖身一遍遍遍正式單位 變成隸屬在國安系統 那我們真的很想請教啊 調查局現在沒有更重要的網路電腦犯罪這邊應該要去防疫嗎 防範嗎 電腦犯罪原來就在調查局的支通安全處裡面 它有一個科 那在選舉期間 因為因應了很多假訊息介入到選舉 所以才成立的假訊息防治中心 那那段時間發覺這個效果不錯 所以繼續希望把這個任務編主作為建制化的來設立 那並不是說特別為了這次疫情 疫情是後來設立發覺這樣的設立 剛好派上用場 就在這一次疫情裡面也發揮了 部長您剛剛講說效果不錯 所以說去年這個假消息這個選舉期間 假消息總共到最後我們有 通報受理了幾件 那到最後起訴了幾件 我這邊手邊沒有數據 但是委員需要的話我們可以提供 好 因為目前我們知道 就是說光選舉這個先不談 我們說資安站成立之後 現在疫情爆發不到一個月裡面 疫情不實的資訊受理的總共 就本席這邊掌握資料是74人 但是到最後實際起訴的是6人 而最後是不是判刑確定還不知道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不管是假消息也好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這個網路上的 安這個資訊也好 其實散播假消息很可惡沒有錯 大家都會討厭 但是重點在於是到底是假消息還是言論自由 這也都是現在我們目前為止認定的模糊空間不是嗎 所以最後認定其實沒有辦法有那麼明確有效認定的時候 我們再成立一個國家等級的資安站 會不會又變成是讓民眾覺得是另一個東廠 會查封對於執政黨或對於政府不利的消息 絕對不會 因為資安站的成立 主要就是要維護國家安全 跟重大犯罪的一個調查 所以他們絕對不會是做一些政治的使用 那剛剛委員提到說為什麼成效不是很好 那是從判決確定的案件 很多案件是在檢察官這邊還起訴 他就處理掉了 因為他的刑責也不高 如果他也知道悔誤 那檢察官大部分都會給他還起訴 不過還起訴的同時 我們會附帶一個條件 希望他能夠澄清他所散佈的是假訊息 讓他原來的這些群組裡面了解 這樣是構成犯罪的 部長你斬釘截鐵講是說 這個是檢察官那邊會有還起訴 所以說你是很有自信的認為是說 這個查契是正確的 那是不是可以給本席一份資料 就是說以疫情爆發這段期間裡面 到底我們受理多少的案件 因為本席了解是74案 但是獲起訴的只有6案 那剩下的有多少案是還起訴 可以給本席這個資料嗎 沒問題 這數據都是很明確對外公開 好 那再來喔 那個部長 我想要跟您請教一個部分 這個也是最新間上午的一個消息 我想刑法第160條 您應該都很了解嘛 第160條其實它就是所謂的 污辱或是損毀我國國徽國旗的一個條例嘛 會處相關的一個刑責對不對 那我本來是想要秀一個圖片 但是沒關係有圖片嘛 好來 部長我可以麻煩您看一下這個圖片 就您看這個畫面上面 它有一個十二道光芒的這個旗幟 然後旁邊有一隻手拿著打火機 在焚燒它 請教您看到這個圖片有什麼樣的感覺 這不但是不應該啦 那有沒有涉及到違法 我想這個應該要由一個承辦的單位來認定 那也許這是一個圖案 我不曉得是在什麼場合 或是在什麼地方 如果說 它是不是有涉及到言論自由的部分 這個我想個案上要由 焚燒國旗是言論自由嗎 我說如果是不是有 我不曉得它這個只是個圖案 還是旁邊有文字 那也許說 部長沒關係 我先跟你再講 講述清楚一點 我希望你可以很明確的把你的立場給表達 刑法160條規定 意圖汙辱中華民國 公然損毀除去汙辱中華民國 國徽國旗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嗎 這一個您看認定是不是中華民國國旗 如果從純粹法律的來交換意見 不能從個案上去認定 從法條上裡面是埃有意圖 他的主觀翻譯是要意圖侮辱中華民國 如果他只是一個沒有這樣的主觀翻譯的話 如果說我告訴您這個場景是發生在我們 中華民國總統府前您覺得呢 這個我想個案上還是要由承辦單位來認定 所以在中華民國總統府前 以焚燒國旗的圖示表達 這個沒有任何的迴損或是侮辱我們中華民國的意義 要看他主觀的翻譯他是不是真的有意圖侮辱中華民國 那是不是你現在看到這樣的一個客觀的條件跟客觀的證據 是不是應該要立案調查 了解說他到底有沒有主觀的翻譯 那要看這個圖片他是在什麼地方或是有沒有犯罪人 我剛剛已經跟您說了嘛 這個是在中華民國總統府前的圖片 部長其實本席跟您一樣都是熱愛中華民國 我們都以中華民國為榮 尤其是這段時間疫情防疫 台灣can help 我們的中華民國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 跟隨著口罩跟隨著我們所有的 這些相關的物資一起出到世界各國 大大的讓我們世界都看到我們台灣 台灣真的雖然很小但是我們能量很強 可是今天這個是總統府發言人丁允公身穿的T恤 今天上午受訪時向媒體朋友告訴 所謂總統的意思的這個軍艦染疫的新聞時 回應時候他身上所穿的T恤 我們希望法務部本於一開始您剛剛看到這個圖像 拿著打火機焚燒國旗就是不對的一個事實 能夠立案調查到底丁允公他有沒有犯行 而如果一個總統府的發言人都可以這樣子汙辱汙蔑 損毀意圖損毀國旗的話 那我們真的不知道我們要怎麼樣告訴我們所有的國人 中華民國是一個法治的國家 部長您可以認同嗎 就針對這個個案 針對這個個案 那事實如何 那我們就交由這個承辦的單位 他們來認定 所以您認同就是說會承辦會立案來認定說到底是不是有翻譯 是這樣子嗎 只要有人提出 那我現在提出啦 本席現在提出了嘛 但是我不是承辦單位嘛 所以我們會承知啊好不好 所以你看到現在這個網路上其實都瘋傳了媒體也都散播出去了 現在資訊安全我們今天討論嘛 我們的資安站應該也要收集不管真資訊假資訊嘛 那現在這個圖片上面我也告訴你啦 總統府發言人身穿焚燒國旗的衣服 這有可能是假新聞啊 嚴不嚴重 需不需要查 也需要查啊 所以是不是可以主動的偵辦這件事情 並且了解他是不是有主動的翻譯 總統府發言人每天都在總統旁邊耶 如果他心裡想著是我要毀滅中華民國 你會不會覺得很害怕 所以也應該要去主動了解 這一個人到底有沒有主動的翻譯 並且我們要防範於未然啊 部長您可以認同嗎 我會把委員的意見啊 轉給執法的單位 好 謝謝部長 認同並且願意把我們這個意見 轉給執法單位 我們等一下請我們的同仁把這個圖片 影印一份給部長 讓部長帶回去 感謝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洪孟凱 洪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以信 陳委員 好 謝謝 常委喔 那我們是不是 資安站站長在嗎 我們可不可以請資安站站長 我跟您請教幾個問題 這是我們自動安全處的吳處長 處長 請問一下假訊息要如何來認定 報委員喔 假訊息的認定 其實我們居然剛剛也講了好多遍喔 他的那個前提的要項就是 必須一定要有惡假害三個要件 然後他必須要 放下一張好嗎 來 我想請問你剛剛依照你的這個定義 惡假害 來 我想請問一下你看得到後面這個圖嗎 這是一篇新聞喔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這中間喔 有沒有假訊息 如果有的話呢 在哪裡 所以這是指磐石劍的問題 對對對 好 就磐石劍的問題 剛才其實委員 不是 就這上面 你們每天在查嘛 是 你網路上看到 跟我就看到是一樣的嘛 所以這上面有沒有假訊息 你應該可以告訴我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有的話假訊息在哪裡 這不是就是一篇真 對 這是一篇新聞稿 而且涉及磐石劍 然後涉及參謀總長黃曙光 然後呢 也涉及總統 蔡總統 然後上面講他們什麼時候互動相關的事實 基本上你也看不出來假訊息在哪裡喔 所以第一個喔 你要判斷假訊息沒那麼簡單 來 第二個 我們請下一張 來 我們比照一下喔 剛剛第一張你看到的 它上面寫什麼 它上面寫說 13號的時候 是參謀總長跟蔡總統 最後一次互動 對不對 然後你先看看那是左邊 然後在右邊 昨天下午的時候 總統府就指出什麼 黃曙光在16日 有跟蔡總統見面 所以這代表黃曙光當時 已經是跟艦上的官兵 有互動過了 然後再跟三軍統帥 有近距離互動 對不對 這中間訊息一個是真的 一個是假的 對不對 根據這個上面的PO出來的那個資訊 是看起來是時間是有落差 時間有落差 對啊 但是基本上一個是總統府的知情人 是一個是總統府指出啊 是啊 所以啊 所以你看到沒有 所以我今天要告訴你看 這上面明顯就有假訊息存在 上午跟下午怎麼會 訊息就不一樣 那我想請問你 像這種總統府的知情人士 假訊息 你們要不要辦它 要不要移送它 如果你們現在時間就是中午 你們確定說它講的不是真的 光看這則消息 是沒有辦法確定它是不是真的 現在兩則比對一下 你就發現它前面是假的 那後面要不要辦它呢 還沒有消滅時效啊 在時效內當然是要辦它 但是就是這一件 光這一件的新聞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去正確的判斷說 它是不是有假訊息的 惡假害的要見存在 所以要辦對不對 才知道 不然你怎麼真辦 你要不要去約談它 要不要去找出總統府的知情人士 看看它有沒有惡意 早上是不是故意要讓大家以為 三軍總統 三軍統帥蔡總統不受影響 下午又發現說 啊這個不行 必須要公出一室 但是基本上這一則只是一個新聞的報導啊 新聞的報導 上面有假訊息 難道你們就不查嗎 你們連臉書上面的事情都查了不是嗎 但是 光從這一則訊息上頭來看 它只是一個新聞報導說 右邊是13號 左邊是16號 可是就當事人來講 其實這應該不是應該媒體 記者要去進行查證嗎 反而還不到這個假訊息立案的一個 所以你看到沒有 這個知情人士他放的這個訊息 基本上是希望大家 這個誤導大家 那後來呢 之後他也沒有辦法再隱藏 我現在就是告訴你 訊息的真假之所以難辦 在這上面也看得很清楚 然後再來在這上面 事實上你說官方他自己放這種訊息 你要不要移送他也是個問題 我現在要問你下一個事情 老實說 這個蘇宏達 台大教授蘇宏達老師 他這個案子 其實就是一個該檢討的案子 事實上他送出去以後 最後的法院的裁定 根本就不會去 就沒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那我現在要問你說 目前這個地方我要請這個 這個法務部長 政長您請坐 部長跟調查局長 我補充問一下 現在檢察官起訴的這個定罪率 一般都很高 大概九成 低也有八成以上 原則上都九成多對不對 九成七 好很好 平均啦 如果檢察官起訴太低 這個 早晚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檢察官起訴過低 是什麼樣一個狀況 如果說他起訴定罪率太低 如果今天有個檢察官 他起訴定罪率只有五成 這檢察官是什麼樣的檢察官 那要看他辦的案件的類型 有些是比較明確的簡單的案件 他的當然定罪率就很高 那有些比較困難的 像貪毒案件 經濟犯罪案件 本來就很不容易定罪了 那要花很多的時間 所以他也許 專主的這一類的檢察官 專主這一類案件的檢察官 也許他的定罪率會 如果檢察官起訴的定罪率都很低 他有沒有濫權之嫌疑啊 他如果不可能說故意吧對不對 這不會濫權啊 他就是按照他的專業 他去偵查 那也許這個案件本身啊 他收證就是不容易 當然有時候他判斷上會有一些 那今天說九層八層你可以這樣解釋 來我們看最後一張 這個是最近四年 有關於這個 你們就是按照社會秩序維護法 然後有這個散佈謠言的案件 然後送去之後 經由法院的裁定 上面是送去的件數 你可以看到從十件上升到十九件 上升到一百多件 但是你卻看到他定罪的 就是後來呢裁定成立的 的案件數 你可以看到過去這兩年 這個比例有多少你知道嗎 前年是只有二十三 去年只有十六 居然大張旗鼓在網路上面偵辦 然後之後送出去以後 經由法院的裁定這麼低 這對我們的基本人權保障足夠嗎 因為這個數字我不曉得 是不是有一些定義上的問題 不過我們來了解看看 所以這個地方我也就是 我要停在這一邊 我希望能夠法務部大局 這邊能夠提出書面上面的說明 給我辦公室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 送的這樣的一個裁定的這個數量 是不是有過度侵犯人民基本人權的這個線上 請你們跟我做說明好不好 我先回顧一下委員 那剛剛委員這個數據 其實他裡面有很多的盲點在裡面 那當然移送社違法案件 我們有一部分 因為社違法是警方的權責 那我們處理完以後會送給警方 那其實上大部分應該都是警方 去做後續的這個處理 那這些案件裡面為什麼會 法院不支持呢 因為我們社會自去違法有一個要件 就是要達到危害公共安寧的 那其實這些案件裡面有一些 它本質上其實應該是刑事案件 它是已經觸犯了刑法 那只是被害人沒有提出來告 那不管是我們或者是刑事局 它用社違法去處理 那社違法去處理以後法院認為說 你專業講太多 它涉及到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有百分之八十幾的案件 送過去之後 法院是不認同的 這個在執法機關上可以這樣子執法嗎 這裡面有很多這樣 我剛剛跟委員說話 所以我想請你們針對這個地方做檢討 然後跟我做一個書面的說明好不好 我們謝謝陳委員 也特別拜託一下那個資料 因為我們今天看到委員的資訊裡面 出來的資料有各自不同的情形 拜託那個法務部 調查局就把今天委員所垂巡的這些資料 送本會一份 所以也知道說到底 到底資料上面數據應該是怎麼樣 然後第二個呢 剛才那個陳委員提到的那個專業的部分 我還沒有聽到那個部長的回答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起訴 因為起訴本身來講 其實對那個被告的傷害就已經很大了 尤其他是無辜的情況之下對不對 那起訴案件的數量這麼大 法院判決的情形比例相對應低 他說這樣子的情況的專業 我還沒聽到部長您的回答是什麼 就是說是檢察官的專業不夠 還是是說這個有一點對人民造成 心理上面的恐懼 然後不願意去發表他的言論 到底是怎麼回事 部長 如果專指假訊息這一部分的話 那我們再來收集更多的案例 再做檢討 那因為現在照理說一般的犯罪 我們總管所有檢察官起訴案件 定罪率都是95%以上 好 謝謝部長 你如果針對哪一類的案子 定罪率比較低 那我們來了解以後再做提出一個報告 感謝部長謝謝您今天的承諾 因為假訊息的部分 我剛剛也很高興聽到您剛剛前面提到說 一般的案件定罪率其實是還蠻高的 那假訊息的部分 假設今天真的有本院委員所提到的 這個定罪率差距這麼大的一個情況之下 那麼專業性 事實上是不是就是有問題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同時也拜託部長回覆一下 以這樣的一個作業的方式 會不會產生寒蟬的效應 讓民眾不敢去表達他對一件事情的看法 這個也拜託請部長 含在你的這個報告裡面可以嗎 可以 謝謝 我們還是會尊重言論自由啦 但是言論自由有一個紅線 對 沒關係 部長 我只要求他要在你的報告上面說明 我們會把這個所有的都把它說明清楚 感恩 謝謝 就是說你在上面會說明他的專業性 或者是說他所造成對社會的影響 對言論自由的影響好不好 然後 我們也會檢討法律的構成要件夠不夠 對 因為如果不夠的話 那我們可能本院的委員都可以著力 那第三個我剛剛聽到那個陳委員的部分 那個他其實我有點同情我們的這個資安處處長 處長您是技術背景是吧 對 所以是不是剛才陳委員問的部分呢 也拜託部長跟局長回應一下 因為畢竟是法律問題 我覺得法律人回答一下 免得我們技術人員為難 好吧 對於假訊息的那個部分 剛才你忘了啊 那我幫你重放一次 陳委員不是把假訊息的東西 在他的投影片上面列出來嗎 我補充一下就是 剛才委員所提到那個社違法那個漏差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 調查局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其實大部分應該是在警方那邊 所以那個資料要警方去 不是 局長 我對那個沒有問題 那個你回答陳委員了 但是 陳委員剛才前面有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那個新聞的問題 對 那我們在處理這一類的這個假訊息的案件 因為我們已經一再的強調就是要惡假害嘛 那看這樣的一個新聞 其實我們初步在看 看不出它是媒體的報導的出路 還是有其他的原因 那也看不出它這個新聞這樣的一個出路 有真正的有達到我們所謂惡假害的 這樣的一個初步的判斷 所以我們就不會 局長您誤會了 我今天我只處理程序的部分 也就是說委員問了你什麼問題 你針對委員的問題回答就好了 但至於你回答的內容是怎麼樣子 基本上只要你是針對委員的問題回答就好 但到剛才為止 委員問的問題只是說 那個假訊息的報導 你會調查還是你不會調查 這樣初步看不會調查 你不會調查 你不會調查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這樣初步看 它沒有到惡假害那樣的一個程度 那你決定要初步調查還是不初步調查 以後再類似的案件是誰決定的 是到局長您決定還是到部長 我們那個工作站的同仁會去做初步的分析 是說案件會分還是根本連分都不分 誰決定案件分還是不分 所有案件所有的情資進來以後 我們會去做討論 看看它是不是符合惡假害這樣的一個要件 所以你會另外有一個單位 專門負責去做第一線的篩選 決定案件要調查還是不調查 那那個第一線案件篩選的成員是 就是我們資安工作站的同仁 就是回到 那剛才就沒有冤枉你了 不好意思 我本來以為你很委屈 就是本來也就是你們決定的是不是 我本來是以為不是你們決定的是法律問題 所以但現在會被調查是由資安處決定的是嗎 在那個惡假害的研判上面 是我們資安工作站決定之後 會把這個相關的資訊 傳遞到我們資同安全處來做最後的核定 但是前面是誰送給你們的 不管是由我們的民眾檢舉 到我們的那個公共平台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同仁主動發掘也好 都會是 再送到你們那邊去 好 陳委員這樣有沒有回答您的問題 我補充一下 老實說今天要不是只包不住火 他才澄清說16號還有見過黃曙光 他不講這個新聞的話 前面那個訊息就一直存在 大家就一直以為我們的三軍統帥 跟參謀總長沒有見過面 這個對於我們的國家安全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誤導 所以今天你不能夠說他今天後面 只包不住火把這事情說出來了以後 前面那個假訊息就不算數了 所以在陳委員這樣補充了之後 從資安處的角度上面來講 陳委員提的這個東西 你們是會處理還是不會處理 報告委員我就說就說單就這一件 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都是媒體上面的報導 那如果需要再去做一個確實 確認他是不是假訊息的部分 我們錯誤會持續去關注他 所以你的確是會 我如果聽你的答案你是會嗎 會關注 會關注但是不一定立案 因為就是說最後我們一直很強調說 假訊息要立案偵辦 一定要有這二假害三個要件 或者是他有違反相關的法令 我們才會立案去做偵辦的 以上報告 好謝謝我要拜託一下啦 部長或者是局長 你們要不要把那個流程 寫出來之後給本會 好不好 就是說到底你的 你剛剛前面提到的就是說 你的案件進來有可能從刑事警察局嘛 對不對 可能從民眾檢舉 然後呢案子到了哪裡去 然後送到哪一個單位 哪一個單位決定要立案 還是決定不要立案 他的基礎 那我聽起來感覺其實對他很不公平 因為他不是學法律耶 他不是學法律 他不是學法律 你就要去判斷法律的要件 因為我們資安公司中 在也有很多法律專業的人員 資訊跟法律專業都有 是 所以拜託你把那個流程寫出來嘛 對不對 你案件怎麼進來 送到哪一個單位 然後哪一個單位做什麼樣的一個決定 以我今天聽起來的感覺 我剛剛前面對吳處長很同情耶 因為他他不是學法律的人 就你叫他去做一個法律的判斷 可以嗎 可以啊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鄭天財政委員 主席 我們各位委員還有我們這個各位官員 今天這個特別要跟法務部部長還有司法院副秘書長 來談我們原住民族司法的相關所面臨的這些問題 我基本上會擠一些案例 這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條 唯一在這個立法院擠這個條文已經很多次了 這個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三十條特別規定 政府處理原住民族事務 制定法律或實施司法 以行政救濟程序 公正調解仲裁或類似程序 因尊重原住民族之主義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保障其合法權益 這個這條條文的前半段 這個主義的部分的基本上 無論是地檢署 這個後裏是司法院的這些各級法院 基本上都有做到 現在就是後面的部分 這個我擠一些案例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的案例 這個案例是以新北市烏來太亞族原住民 已經依傳統灌俗丈母為例 這個是已經結案的一個案例 之所以要講就是要讓這個法務部跟司法院 對原住民族這個司法的 這方面的這個制度的建立 怎麼樣能夠更加強 這個案例是這個 換一下 換一下 沒辦法動 抱歉 101年間 這個新北市烏來區的太亞族 這個原住民 這個依循部落的傳統 在部落附近的傳統領域 將母親與祖先埋葬在一起 被檢察官以違反森林法 竊贈罪來起訴 這個如果我們看這個公書譯子 就會跟原住民所認知的事實 就不一樣 你看這個公書譯子 他就直接提到說這個土地是中華民國所有 就原住民族的認知是這個是我的傳統領域 這個一開始的出發點就不同 公書譯子說這個是中華民國所有 這是林務局管理的土地 就原住民族而言 他就是他的部落 部落周邊的土地 就是我的傳統領域 所以那個整個起訴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這樣的一個案例 包括後面的這個相關的這些習俗 原住民族這個埋葬的 對這個全人的一個處理 要怎麼去處理 的習俗也不同 所以就會導致不同的一個 所以就去起訴了 所以還好這個法官 法官他能夠去多方的去了解 多方的了解這個原住民族的聲音的意見 而不是像檢察官直接就用法定的 制式的用中華民國的法律 一般的法律來去處理 當然就起訴了 所以這個部分這個法官 那他就會考量到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在這樣的一個前提之下 這個結果就不一樣 好我們看這個下一個案例 原住民族傳統文化 這個以司馬庫斯案為例 這個司馬庫斯的案 其實在過去96年的時間 是蠻有名的 在這個司法界一直被討論 這個我們的鄉親 這個新竹司馬庫斯是一個部落 有三個年輕人 他依原住民族部落會議 依司馬庫斯的部落會議的結議 長老就請他們三個 在這個國有林區以外的馬路 公路上有擠木擠到馬路 我們年輕人一開始是把他移到左邊 移到旁邊 一個月之後 這個林務局還是沒有把他移走 我們部落的齊老說這個很可惜 就把他根據部落的結議 派了這三個年輕人 把他運到這個要運到部落 運到部落做什麼呢 要做雕刻要做什麼使用 不然這個數目很可惜 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但是在路途中啊 就被去休教的警察 去那邊玩的警察看到 就把他移送法辦 然後就起訴 這個起訴 這個案子啊 曾經從地方法院到高等法院 也曾經行文給言明慧 正好有我的名字 我當時擔任言明慧的副主任委員 這個高等法院 行文給這個言明慧 去請教一些有關傳統靈異的問題 所以這個案子從一省二省三省 檢察官一直上訴 最後到最高法院 又發回更審 然後高等法院更一審 後來是無罪 我的意思說 我之所以要談是說 相關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的案件 所以我過去在推動的時候 原住民族的專庭專骨 成立了沒有錯 然後法務部也成立了 原住民的這個 這個專辦原住民案件的檢察官 但是經過這麼這麼多年來啊 已經九年了 發現還是有所不足 還是很多需要加強的部分 所以我才會提出 國民參與審判這個部分呢 原住民的傳統習俗文化 的部分應該要列入 這種案件也不多 也不會造成相關的這些 案件的負荷量 是不是請法務部跟司法院 回去再好好的去 下次審查的時候能夠支持 可以嗎 謝謝委員的指教 法務部對於檢察官 要尊重原住民的傳統跟文化 我們非常的重視 每一年我們都有辦一個 這樣的一個研討會 而且是到部落去 那今年因為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所以這種檢察官的原住民文化 傳統還有法律問題的研討會 是稍微往後延了 所以我們還會持續的關注 還有注意 謝謝委員指教 這個是要持續做 但是制度的建立更重要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鄭天才 鄭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廖宛如委員 廖宛如委員 廖宛如委員 廖宛如委員不在 我們請蔡毅與委員 謝謝主席 那我先請教法務部 我們蔡部長 部長 那在上個禮拜有一個新聞 那我覺得這個新聞是頗值得討論的 就是有基隆市有一個誠信男子 他積欠了一萬八千塊的一個罰單 那沒有繳 那後來呢 他被送強執行 那當然法務部呢 我們行政執行組 行政執行署 那就是依照他的 可以被執行的 相關的一些所得或是財產 那去執行了 他拍賣了他的房屋 一百三十五萬 那這個執法的一個比例 當然就是說大家很討論 也有人認為說 這樣的執行感覺是 就是過當 那也有人認為說 這個基欠的很可惡 因為都拖好久 本來公權力就要適度的一個展現 那 部長就是說 針對強制執行 那如果說 像這樣的金額就是一萬八 跟一百三四五萬這樣的差距 那你認為在這個時候 執行不動場是適當的嗎 還是有檢討的必要 跟委員報告 那這件案子 確實我們內部有一些檢討 雖然我們的行政執行官 他是依法執行 對 他依法執行 而且在這裡也不是說要去責備他 對 多次的傳媒犯通知 他都不理不睬 最後也只好用這樣的手段 那我是跟同仁講說 我們除了要執行公益以外 還要多一些關懷 他們平常做關懷的工作 也做了很多 對於弱勢的這種 繳賴義務人 都給他機會 那這一件為什麼 偏偏就變成這麼大的新聞 他們也有做一個深切的檢討 那後來也及時的就說 不要點交了 這點交稍微再往後延 再看看還有什麼方法 來幫助這個 這個義務人 那事實上這個 這位應該要欠繳的這義務人 他就是不理不睬 那我們行政執行官也沒辦法 最後才拿出說那只有剩下財產 不動產可以來做拍賣 那至於他的財產部分 也是他生活需要 而且也不值得什麼錢 所以就沒有去執行他的動產 那最後只剩下不動產 那他也不理不慘 那站在執法的立場 當然這只好依法執行 不會引起這樣社會的很多的民眾 對於好像我們執法 有點不符比例原則 那我們也檢討說 將來在執行上 還是多一點機會 最後一步的時候 是不是在告知他 你再不繳的話 那你會做到什麼樣的損失 我們多一點動作 多一點關懷 也許這事情就會比較緩和一點 對 保重我贊成你講的 就是你講 我們畢竟是公權力 公權力在行使的時候 多一點關懷是對的 不過我也知道說 有些人是比較慢費 就是說欠款 他就是硬要拖著 這個對於 當然說 國家的一些欠款的追腳也不好 但是我覺得 因為 因為 對很多人來說 他可能大的地方 這個房子就是唯一的家當 他也已經沒有能力再去購買第二個房屋 所以一旦 房子被拍賣掉 就變不可逆 因為縱使我們這個說 暫緩點交 問題他的房子就是我們打不掉 你也知道 我們現在也沒有任何 法律可以去救濟這樣的一個狀況 也不可能說拍賣無效啊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執行拍賣不動產 如果像這樣的話 金額明顯是不是太大的時候 我們要執行拍賣不動產 之前能不能考慮就是說 事實上還是有很多手段啊 我們可以抓來管收吧 管收了幾天 這樣的話 是不是說 這個人雖然 他說 都在散啊 怎樣 可是你一旦把他用 用傳票管收了 真的把他拐起來 然後看他會怕拐 真的不怕拐 再用後面的一個手段 是不是還是有一些程序性的 像這一案我的感覺就是說 動到了拍賣不動產 事實上 可以感到這個人 如果他是沒什麼謀生能力 還是他本身的就業條件比較差的話 大概他一四人有 有地方好住都困難了 除非他就是人家的睡房了 是不是部長會有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們最後還是做一個補救吧 看看不點交 那已經拍定了 那也許跟 購買人 再做一個磋商 那想辦法來幫忙我們這些 購買人就是不要把不要交款 讓他讓他拍賣無效就對了 這個都是有再努力啦 各種方法啦 對啦 像這樣的方法對法務部就是 這是你們要去做的 可是就是變一些關懷啦 多做是沒有關係啦 趁這個案例啊 給民眾一個教育 就是對於欠缴的這些款項 應該要依法來繳納啦 不要說不文不問 那也許你有什麼困難 我們也可以分歧 或是用什麼樣方法 介紹到社福機構來幫忙你 這是我們平常都已經做了很多 有過關懷的事項嘛 那這一件為什麼就忽略掉了 這也是我們要檢討的地方啦 嗯 不對 不過本來法律也有付你們其他權利 像管收我覺得 也對一些有錢人來說很有用耶 好多好人 你只管收整天了 他錢都碰出來了 雖然他財產都隱異財產啊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有用的一個手段 你們是可以去考慮 而不是說 好像都有點硬邦邦的就是說 反正我就是看債權人 債權人提示財產 然後就拍賣 事實上其他手段你們就都不用啦 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呼籲啦 我覺得說事實上法律就是賦予它 那你們在要實現債權人的財產 當然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也要考慮到債務人他們實際上的一個需求 但是法律就是有賦予很多很多不同的一個方式 那你們應該用相對合理而且有效的方式好不好 好然後再下一個問題來 我來還是一樣要請教這問調查局 就是一樣回到今天的問題 那我我來問這重點在於說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調查局以後要針對這個假訊息的部分 來做了一個防治的一個功能 但是我們知道 目前刑事局在這一塊也是有在努力中 那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到底調查局跟刑事局 未來在假訊息防治上 你們要做怎樣的一個分工合作 還是要做怎樣的一個處理 跟委員報告 那我們因為業務執掌的關係 我們處理的假訊息 主要是跟涉及到國安或者是社會安全 還有譬如說選舉等等相關的這個假訊息的案件為主 那如果是其他的一般性的假訊息是警方在處理 對所以你們是涉及到了國安 對對 那我要提示的就是說 如果你這樣給我回復的這樣的方向 我就接受了 因為我們調查局應該要有更高度的功能性 因為如果是單純的假訊息很有可能只是一些民間的 假訊息跟毀謗之間好像有一條線不好分 是不好分的 對我覺得那部分可能還是留給刑事局 然後說不告不理有那樣的一個狀況在 那調查局這邊應該要鎖定就是說 假消息它的農場或者假消息的來源 甚至假消息涉及到境外IP的時候 我想這都應該調查局應該是你們的強項 大概是你們才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追蹤 所以未來你們應該是要 是不是要鎖定在這一塊 對那當然不是我們 資安公共車站不是只有處理假訊息的 對 就是電腦犯罪跟網路犯罪也是我們的重點 對 好 那所以我最後我就是說 現在我們國內到底有沒有辦法成功的辦出 所謂集團性的一個假訊息 集團性的假訊息製造產業 我覺得這是調查局你們一個比較重要的一個工作 就是說到底有沒有所謂一個假消息的一個農場 那你們應該要去如果是說都是從國外IP的話 那這個國外IP它的來源是哪一個國家 我覺得適度的你們必須要做一些揭露 讓大家知道說 事實上我們調查局針對小訊息它的來源這一塊 我們有在掌握 有在掌握的話至少這樣起來 比較有震懾力 不然大家都想說 我就是 我用 我用什麼 網路可以用跳板的一個方式 我就用國外IP 然後再發這個文章 最後都會沒事 我覺得不能讓人家覺得有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 至少你要掌握這樣的一個IP來源 那這樣的話很明顯都是一些固定的一些IP來源的話 我就可以跟中華電器再合作看看 有沒有辦法從國外的IP 然後到底是在國內是誰連去這個國外的 有沒有辦法再查到前端 如果一旦查到前端的話 縱使它連到國外IP 可是你前端又有辦法掌握的話 這樣就可以破案了啊 可是我現在目前為止我好像還沒有看到 類似這樣的一個溯源追蹤的一個方式 然後真正去破獲 假訊息的一個源頭 委員所提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CIP共同造假行為 因為這個部分不管是臉書也好 或者是推特也好 其實他們對於這個所謂CIP共同造假行為非常重視 那我們在處理這一類假訊息 如果發現有這樣子的一個共同造假的行為 我們也會提供給他們去做參考 而且他們最後會可能會採取把這些帳號下架封鎖的 對我覺得下架跟封鎖只是 這是最小處罰的一步 因為他們他們有好多帳號啊 有好 他們不怕你下架封鎖 他們真正怕的還是 背後的人被揪出來 那才是最有震惑力的 好不好 我想還是要從這邊溯源去偵辦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蔡宇宇蔡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林維州林委員 謝謝主席 今天我們要討論關於 國安等級治安站調查局第四軍的定位與功能 那這一部分我有準備了相關的資料 那我會用書面提出 不過今天 這個剛好有這個機會 國防部我們副部長 也來到現場 國安局邱局長有在這裡嗎 沒有 副局長請假 但是他的代理人 是 OK 國安局 請問你的那個職級是什麼 包委員 我是第五處處長 處長 好 請坐 好 所以我要來問關於這個敦木劍的事情 很難得的機會 早上我們本來有舉行了記者會 本來也邀請了我們海軍副司令 那他臨時 好像說被招去總統府開會 所以答應的記者會 就沒有出席 是嗎 請問副部長 是這樣子嗎 是的 他們有另外一個府裡面的會議 總統府的會議 對 跟部長一起過去 確定 那後來我們想說 那就邀請我們副部長 來參加我們的這個記者會 那副部長 你本來不是也答應了李毅林委員 我沒有答應 沒有答應 主席當問我 原來是問了這個事 因為當時沒有確認 主席也問我說 因為你有事所以請假 我說我沒有請假 我說是我們部長請假 是我來代理 嗯 所以你沒有答應李毅林委員 要參加記者會 是的 我事前沒有接到任何通知 對 OK 我們尊重這個委員會這邊的 委員的執選 執尋的權利 不過就是 如果有答應了這個召委 那就 不能失信 好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 副部長剛好在這裡 副部長我請教你 漢光演習 是 已經延期了是不是 是的 原來是幾月 第一階段原來是四月 後來延到九月 演到九月 漢光演習 他在 這個 這個 你們 國防部 我們的國軍 的定位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定位 我是說他是屬於陸軍的 還是 是 是空軍的還是 跟委員報 這屬於三軍聯合的一個演習 三軍聯合演習 動用的人力大概 軍力大概有多少 如果 漢光演習一次 第一階段是屬於電腦指揮所演習 如果說有 跟著必須參與演習的機會 都是指揮部成績以上的單位 是 所以非常的盛大 也是 年度最重要的演習之一 是的 也可以是 可以不可以這樣講 是說年度 國軍最大的演習 就是漢光演習 是的 所以非常盛大 重大 我記得常常 有時候總統都會到場 去參 怎麼樣 叫做參觀 或是 去教育 整個漢光演習 的一個狀況 所以非常重大 國防部也是我們國軍最重大的一個演習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漢光演習也從4月份延到9月份 那頓目計畫 他的也算是一個演習 演訓 那他是屬於山軍的嗎 還是海軍的 以海軍為主 是海軍的 所以顯然 我們這個漢光演習的規模 層級 都遠高於這個頓目計畫 那就是很奇怪了 為了疫情 影響 漢光演習這麼盛大的 三軍演習都可以延期 為什麼頓目計畫不能延期 你可以說明一下 為什麼他一定要 在這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要去執行這個頓目計畫 還出國耶 漢光演習還不用出國耶 我想 我們都知道 他在國內 漢光演習啊 其實我們做這些的評估 都是依據 中央流行一席指揮中心 他所發布的一些規範 當初我們就是說 漢光演習要演習 是因為漢光演習第一階段 還有牽涉到其他有我極瓜 有我國家的共同參與 而這些國家呢 已經被列為警示國家 所以他們不能來 我們卻有顧慮 所以這是我們做全體的 通盤的檢討 所以這一部分 我們必須要把它延後 這個外面現在 對於這一次的 敦目計畫 盤石劍上面發生了 這個確診的事件 集中在兩點 第一個 就是一般國人 都在最關心最質疑的 所以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漢光演習都可以延期了 為什麼敦目計畫不能延期 這是大家最質疑的 才會有後續的這些問題嘛 第二點就是 好 即使說非得必要 要出國去演訓 長程演訓 非得必要 一定必要 那防疫的工作要做好 沒有做好 所以這兩點是現在國人 最不能諒解的 所以我覺得啦 面對真相誠實以對 是解決問題 最重要的態度也是第一步 我們要面對 為什麼一定要去 完成這個敦目計畫 這個一定要跟國人講清楚 否則就是一種政策判斷的錯誤 不是嗎 我跟委員報告 出了這個狀況 我們在這個事件 我們所有的回覆 或者是未來的一個調查 我們絕對會 按照你剛剛所講的一個重點 簡直是公開透明 不隱瞞 我請問 敦目計畫 到最後簽合的層級 就是說簽準 要怎麼計畫 那個公文上批準 是到什麼層級啊 有到國王部來做審議 國王部長要簽準 是的 國王部簽準 要不要經過總統府的同意 不需要 你們不是要去報告嗎 沒有這個前面當然講 這因為這是屬於我們 國王部海軍司令部 他年度的 不要去開那個大軍團會議 向總統報告嗎 不用總統獲准 不用他核准 但是要向他報告 當作一個重要工作事項報告 報告事項就是 那至於這個有沒有報 因為這個軍 有沒有去報告 這個軍團不是我去報 是部長報 那回去我可以了解一下 或是說我可以再跟委員做個回覆 現在大家要知道的就是 如何決策的 到底是誰 堅持一定要在這個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要出海 這個敦目計畫 誰決策的 我剛剛講了 其實決策也不一定 就是他就是錯誤了 只要把防疫的工作做好 其實是沒問題的 國軍也不用說因為防疫 什麼事情都不做 該演訓 該訓練還是要訓練 但是要防疫做好 再來一點 我就要講 這一次的這個過程 那中間說有戴口罩 結果照片回來沒戴口罩 上面有官兵已經有症狀 然後沒有通報 我們最在乎的是最後那個階段 就是回到這個港口以後 整個疏散的過程 上岸疏散這個過程 完全沒有按照疫情指揮中心的SOP 再做 大家回想一下 之前有類似的案子 叫做保平星號 這個副部長應該知道 那時候 疫情指揮中心全權掌控 你知道怎麼處理的嗎 要上傳 然後檢驗過三關 需要篩檢的人 直接就在船上取樣篩檢 全部陰性 才放人 如果有確診 任何一個確診 那除了那個確診的人 要去醫治以外 其他人就要隔離在船上 你知道那個計畫 A計畫B計畫完整的完成 那一場仗 我們這個陳時中指揮官說 我們打了一場勝仗 結果比對我們這一次 敦目見回來 是怎樣子的處理 我們防疫指揮中心完全沒介入 通通是國防部在處理對不對 我們其實在回來的時候 有問過 我知道啊 你們有打電話問 陳中葉 副指揮中心 那個指揮官 他說 你們在問他說 郵輪要怎麼處理 就這麼一件事 很清楚就是國防部 主導了整個這個疏散的過程 包括要不要放人 包括要用什麼交通工具 都是你們國防部處理的 那交通工具是你們找的吧 不是指揮中心找的吧 就讓人回到家裡 那是怎麼 大家叫計程車回去嗎 還是怎麼樣回去 說明一下 各位委員報 一分鐘就好 他們回去確實是 由先 目前一開始是由從港口到回家 休假的 他是搭乘自己的 自己去搭乘交通工具 然後回返回營區的是搭乘 你知道保平信號 即使是128個人篩檢陰性 都還要做指定的交通工具 回去居家自我管理14天 是這樣子在處理的 國防部是怎麼樣在處理的 你知道嗎 不是只有磐石劍上 現在二十幾位確診 將來還不知道多少 專家說大概會達到40%左右的人會確診 磐石劍等於是另外一艘 這個鑽石公主號 不只這樣子 這兩天在外面 三十幾個被追蹤的點 總共有二十幾萬人被 細胞這個檢訊警告 要居家管理 對台灣會造成多大的 防禦缺口影響嗎 你們要負多大的責任 跟委員報告有關這一方面 我們會 防禦指揮中心完全沒有介入 整個你們從出航到回航的 所有的防疫計畫 我們這個叫做一級開設的 防禦指揮中心嗎 一級開設防禦指揮中心的定義 是指揮官可以調動部會的資源 指揮部會的所有的防疫計畫 結果我們在這一次的事件裡面 我們看到一級開設是假的 國防部完全不接受 防禦指揮中心的指導跟指引 我們要徹底的來檢討 當時我們就一直強調 趕快一級開設才能調動部會 指揮部會的所有的防疫計畫 之前出過包的陸委會 教育部外交部都出過包 這一次國防部出包 我們的一級開設是開假的啦 國防部根本就不接受一級 開設的指揮官的指引跟指導 你們完全沒有遵照也不通報 有症狀不通報 接觸人群要戴口罩也不戴口罩 我們指揮中心的指引指導 你們都沒聽過啦 跟委員報告是有 你們要深切的檢討啦 這個議題喔 我們還要繼續檢討 把真相找出來 謝謝委員 好 我們謝謝林維洲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顯智邱委員 主席我請國防部副部長張上將 我也好 副部長好 副部長現在就是我想跟你討論 這個官兵物資需求 因為事實上各部會在上一次的 這個特別預算 這個600億的特別預算 就有很多部會都在購買這個防疫物資 那我現在先給這個副部長參考 公務員保障法第18條規定說 各機關應提供公務人員執行植物必要之機具設備 及良好的工作環境 那21條規定說 公務人員因機關提供之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有瑕疵 至極生命 身體健康受損 得依國家賠償法請求賠償 我相信這個副部長應該很清楚嘛 所以我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這一個現在發生了這一個敦目艦的這個事情 然後這個磐石艦的這個事情 那到底當時這個海軍這個柏柏的敦目之旅的時候 當時柏柏有幾人確診 林園確診並沒有列入警示國家 對所以應該當時只有一位是不是 你說沒有半位 通常是林圍 林圍嘛 並列入警示國家 OK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看起來就是說 我們的這個官兵並沒有戴口罩 好這個左邊這邊是不是 這邊現在照片呈現的是沒戴口罩 沒戴口罩嘛 所以當時我們是認為說他沒有人確診 所以我們並沒有戴口罩 是這樣的狀況 這整個因為我們現在看 對 我們現在看到只是這張照片 這是在戶外場合的公開行程 對 我們其實在柏柳要到柏柳境內 從事各項的官司活動 對 我們有製作一個注意事項 還有一個相關的作業規定 那裡面有講到是 其實這也是那個指揮中心啊 在國內頒布的一個標準 在戶外 對 避免有所謂 避免有150 500人 對 然後呢 就是戶外通風良好的事 你有確診的話是可以不帶 所以可以不要帶 那我問一下副部長 那究竟為什麼 因為柏柳也沒有人確診嘛 那究竟為什麼 最後會演變出來說 現在有這麼多人確診的狀況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那個指揮中心啊 疫情指揮中心 他已經主導 成立了調查專案編組 後續啊 所以國防部到現在 應該也不知道說狀況 就是說實際上的到底如何 並不清楚啦 是不是 對這個專業的判斷我們這樣 但是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討論這個防疫物資啦 因為就是說你看 你這個我們這個照片是海軍西零艦嘛 裡面事實上那空間非常窄 那裡面有這麼多的官兵 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那像說盤石艦這個狀況 你剛才說 比如說在這個戶外沒有戴口罩 那到底在這個艦內有沒有戴口罩 有戴口罩 有戴口罩 尤其是密閉空間執勤人員一定有戴口罩 所以這個應該要確實來做啦 對那我問你齁 你看後勤司令部在這個2月的時候 也有在幫忙做口罩嘛 好我們動員這個後備軍人來 幫後備軍人幹部跟官兵一起來做 那我要問說 那2月的時候 我們國防部每天配給多少口罩 你知道嗎 2月份 基本數量不是非常清楚 但是他因為一直在改變 是啊 一開始的話是應該是不到1萬片 對啊 所以這麼少 所以這個防疫物資就是非常的欠缺嘛 那 那那因為現在狀況就是說你看 在這個2月份的時候的狀況是這樣 那你說才1萬多片嘛 可是你在2月的時候特別預算的時候 我要提醒副部長就是說 你看各部會齁 經濟部齁編列 然後衛生衛福部編列了169億 他其中就有防疫物資 你有看到嗎 然後交通部編列167億 他裡面就有購買防疫用品 那其他的教育部也是一樣 他購買這個補習班 兒童課後 教育中心資 防疫物資等等 那各部會事實上 他們其實非常努力的在做所謂的超前部署也好 或是說這些防疫物資也好 但是在600億裡面 並沒有國防部的預算 然後國防部似乎也沒有 國防部的預算是匡鏈在衛福部的向下 對 那你們在衛福部的框項裡面 有沒有購買這些防疫物資 有購買防疫物資 還有針對極簡中心的相關設施改善 這些零零總總都有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因為下午黨團協商嘛 那1500億裡面 是不是說你可以再幫這些官兵能夠購買 充實的這個防疫物資 我是要提醒副部長說 這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果說你沒有買的話 那到時候狀況又一樣 那又一直在重蹈互測 然後又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像說廉價的時候 你說有2700位官兵 然後必須要全天戴口罩嘛 因為他去過了這11個景點有2700位 那像那時候的這個口罩有沒有公發 你了解我意思嗎 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大概清明節的時候 清明節那個時候已經提升到 將近47500片 4萬多片喔 對 4月13號的時候 但是你就是還是遠遠 那時候也是遠遠不及 當然那個我們是針對特定直接 對 我意思是說 你如果規定說這2700位 都要全天戴的話 當然我們國軍也要相應的給他這個口罩 或者的話他要怎麼來執行 這個部分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敦目艦隊集體染疫的 這個那總統也說要檢討嘛 那現在 你這個說國防部這邊有什麼檢討的作為 還是說要怎麼樣來處理 對 其實一開始疫情出來的時候 對 我們就針對整個過程 我們應該做 譬如說 初步就是說這些人員 有哪些人是有回過部隊 哪些人回去 我們針對 還是一樣 根據以往指揮中心的指引 對 我們把這些人先把它 就是說找出來 那這些人我們也相繼把它放在 應該放的地方做 居家隔離 我們叫營區區隔離 現在就是要趕快去處理這個事情 有一個積極的作為 張開很多委員都講 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話 會注意到時效 好 那我再問部副部長 那上個禮拜就是說 宣布全軍要配發口罩 18萬9千片 那這個部分有沒有配發了 配發了就是 17號那天大概中午時間 對 然後 由行政院副部長 專門去開會 拍辦定案 因為最主要是因為 數量足夠 所以說 可以 因為我們的國防部作戰需求 他配發給我們 那18號開始就啟動了 所以這個部分應該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就是說現在就是全軍配發 然後就是 每日每人每日至少有一片 是的 OK 好 那最後再請教 這個副部長 因為 這個 這個 磐石劍的問題 昨天你看 有一個 基隆的海軍發生一個狀況 基隆的 邱委員 不好意思 因為你時間超過很多 你是要 可不可以講 一分鐘 好 就是說 高雄的海軍確診 結果呢 基隆的海軍 這個幼兒園 卻發生 基隆海軍的 這個孩子 竟然被學校要求說 他不能夠 他要自主隔離 然後他不能夠讓小孩去上學 那這個部分應該 沒有這樣的規定嗎 沒有這樣的規定 對 就是說 應該是也不能夠以獵巫式的方式 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非常同意你的講話 並且我其實在這邊我要講一句話 陳時中部長說我們非常敬佩 但昨天記得我要講一句話 我們要有同理心 還要相互信任 在這一次防疫啊 是最大的一個成功因素 我的報告到這邊 謝謝 好 那希望國防部就這個部分 趕快有一些 積極上的作為去補救這個部分 謝謝委員長 謝謝主席 謝謝邱委員 我們今天所有練習的官員 都非常非常辛苦 我們休息一下五分鐘 讓各位官員能夠稍微 稍事休息一下 上個洗手間一下 我們五分鐘之後回來 謝謝 我們是不是請官員就坐 國防部副部長還沒回來 是不是請聯絡人聯繫一下好嗎 沒有問題辛苦了哈 我們接下來繼續我們今天的會議 我們接下來請林憶華林委員 好 謝謝主席 副部長好 我們本來都非常感謝說 因為這次其實 國軍對於我們口罩國家隊啊 真的是發揮很大的一個功能 但是這次當然很遺憾是說 本來我們都一直很關心 就整個的我們這個 所謂敦目艦隊出去 其實很多立法委員 都非常關心相關狀況 不管是從鑽石公主號 或到後來的美國羅斯福號 或是法國代高樂號 大家都不斷在提醒防疫的重要 可是卻還是成為我們現在的 一個防疫的破口 所以呢我還是想確定一下 雖然今天很多委員也有質詢啊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 敦目艦隊也有外交的功能嗎 所以到底那時候決定要出去的部分 確定是國防部主張要出去的嗎 是的這個 因為我聽到是說 事實上外交部也表達了很多意見 認為說其實因為帛琉那時候是零確診嘛 所以他們認為說在應該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聽說外交部也是非常支持 應該要如期出去 所以有這樣的訊息是正確或是不正確 沒有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這個作業的程序跟權責 因為這個敦目艦隊它其實實施已經有很多年了 它每一年的作業程序是在前一年 由海軍針對四億年的敦目艦隊要敦訪的國家 他會羅列出來 羅列出來以後 他會立刻會請外交部透過外管 跟我們希望敦訪的國家來做聯繫 在那個時間能不能去那邊做 把我們相關的一些規劃 跟我們準備敦訪的國家做協調 外交部做這一件事情 但是我說因為漢光兵推都已經延期了嘛 所以會覺得說這件事情 為什麼國防部會認為要如期的出訪 或者如期的這個出海 我們也覺得是比較無法想像說 中間是完全是國防部的決定 還是說事實上還是有其他的因素 導致我們必須要所謂的執意的出港 這當然我想我們還是有待後續的部分再來做了解 但是到底我們這一次來講 海軍司令部到底有沒有牽涉到隱匿疫情 因為如果說我們已經知道說 有確診案裡面是在船上面 就已經有發現嗅覺的異常嘛 那為什麼這時候 我們是難道是軍中是害怕到影響官兵休假 還是影響長官升遷 這部分事要讓我們了解一下 到底有沒有隱匿疫情 我可以做我們現在掌握的事實 跟委員做個報告 基本上有兩位 他是在參廣帛留之後 他又產生身體不適的情況 可是在當時他都沒有通報 也沒有求醫 他沒有就醫 那我們上面有軍醫啊 對 他沒有跟任何人講 他也沒去找醫生 然後呢 他是在這一次我們把他做了局中採檢的時候 把他送到採檢的地點 由那個指揮中心啊 他們的疫調人員 然後做了疫調也有他們的治疏 所以說 那這話就要了解說 當初他既然都已經說了 在船上就有嗅覺 有嗅覺失常的狀況 有異常的狀況 他沒有說 在船上沒有說 但是 對 所以回到說 是不是軍中文化會 大家會擔心說 會影響到官兵休假 所以我覺得這份事 我們必須要去了解 因為這個 我覺得 這個部分 在船上 如果知道已經身體有不舒服的情況 但是卻沒有反應 這也是需要檢討嘛 對 是 對不對 這也需要檢討 所以我們希望也要納入到整個檢討裡面 來看看 因為這樣的過程之中 會讓本來應該可以去解決面對的事情 可是卻因為這樣造成我們現在疫情的一個很大的破口 造成民眾的恐慌 好 所以再來還要問就是說 那為什麼還是 今天也有人問 為什麼不需要再隔離14天 所有 對啊 我們所有的出訪 所有從國外回來 不是都應該要再隔離14天 就像鑽石公主號 回來的每一個人 也是都需要再隔離14天啊 其實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說 在海上26天之後 還是在船上6天 那下來就不用再隔離14天 你們問一下這到底是國防部做的決定 還是是疫情指揮中心做的決定 是不是讓我們了解 為什麼下來不需要再隔離14天 好 我現在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依循的規範是 農委會逾越署查規範 然後我們國防部是船艦 只要回來跟外面的商船跟貨船 它那規範是一致的 我先 所以說農委會是不用 不需要 他們的規範是 只要這條船 再離開了它的 隔停點 在海上航行只要30天 也就是說兩個激素了 我們平常隔離14 只要在30天 這個中間沒有再跟其他的漁船接觸 然後人員他自己的健康紀錄 他有做登錄 他到了港口以後 只要超過30天 他只要出示他的健康紀錄 然後由檢疫人員問他健康狀況 如果沒有特殊的話 就已經符合規範 但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這部分 因為我們是一個群聚 完全的群聚的狀況 跟一般漁船也許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變成說一旦 所以我們才會說 過程之中 為什麼一直在提醒軍方的防疫 包括說也提到 不只是像輪船的相關的危險 從不管是你從民間的郵輪 到美國法國的狀況 都一段在提醒 可是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最後會是一個 這麼輕忽的決定 就是說我們一樣 所以說好 農委會規定 而不是回到我們一般的規定 就是應該要隔離14天 我覺得這也必須要 在檢討報告裡面 要讓我們了解 為什麼不需要 這是現在民眾很無法理解 而且會覺得是我們很輕忽 沒有把關好的地方 最後我還是要再問一個 有關於我們的18萬片 將近19萬片口罩 是在17號的5點半 你們的新聞稿才出來的 你認為這到底是一個真心誠意的 對國軍每人一片口罩 還是是一個危機處理 因為18號就宣布三個確診案例了 然後不好意思 因為我自己本來實驗部門呆過 我就以這次有教育的部分的確診 我都是前一天我就聽聞了 代表你們一定不可能前一天沒有訊息 所以到底是真心誠意要給國軍 還是是危機處理 怕因為宣布了確診之後 讓大家發現大家要求的口罩沒有到位 所以先宣布每人一片口罩 隔天就確診三個案例 報議員這個會議是我參加的 我就如實給你報告 並我講話我負完全責任 這件事情是在17號中午 然後那個陳副院長要求我們去開會 他在會議裡面還非常生氣 他說這個會議你們要求 十萬就是全軍要每人每天配發一片 這件事情是因為當初在上個禮拜 我們就跟你講過了 這陳副院長講的 我那時候是講說因為數量的盤點 我們需要時間 我可以同意你每兩個禮拜十片 然後這件事情就開始叫我們做 但是因為中間因為註記的問題 技術問題時間又嚴格 所以在17號中午那一天 陳副院長還為了這件事指責我們國防部 指責中央一起指揮中心 他相管的物資組 這件事情為了沒處理好 所以在那邊討論以後 大概討論到一點半左右 我的印象是一點半左右 那時候就拍板定案 拍板定案我們是後來 因為後來我要把這個事情 跟我們部長報告完畢 然後我們決定要發個那個所謂的那個新聞稿 絕對沒有絕對沒有危機處理這個問題 好謝謝 好我們謝謝林一華林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交化陳委員 好主席謝謝 我們請副部長 副部長我請教一下 這個官兵在磐石件上面 沒有戴口罩的話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法 你剛剛說都有戴口罩 那如果沒有戴口罩有沒有違法 我剛剛講了 你是問我有沒有違法 有沒有違法 這個違法我是不敢認定 那你確定官兵都在 有違反規定 有違反什麼規定 違反我們自己國王部制定的 防疫作為的一些 然後你確定這些官兵在這個艦上 都有戴口罩嗎 可以提供錄影帶嗎 海軍 有錄影帶為證嗎 報委員 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船上都有射錄影帶 你能確定都有圈 24小時都有戴口罩嗎 24小時睡眠時間 因為報委員第一個 他船上沒有沒有確診的 這個疑似案例 那請問那個規定違反 違反的話是有什麼處罰嗎 違反規定的話 當然我們要根據他的動機 還有他過實際的違法情況 然後另外一個造成傷害 我們所有的 處罰是什麼 你簡單說好嗎 這個處罰是有彈性 有認知 所以不知道 我現在沒有得到答案 那這個我會後書面可以給你 那另外一個就是 那我再講一下 就是說這一次官兵回來看診的時候 他們的健保卡是沒有註記 是有出國的紀錄 所以這些基層的診所醫師 是沒有辦法判斷這些人 是有出國過 所以這個部分 我請國防部你們要去注意一下 現在就是說這個可能真是一個危險 就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沒有健保卡沒有註記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這些官兵長時間在軍艦上面 那我相信啊 我相信不可能每一個人 24小時都有戴口罩 至少吃飯的時候是沒有戴口罩 喝水的時候是沒有 洗澡的時候應該也沒有 那我們知道這個空調的問題 可能造成這個病毒 因為有國外的這個 一些研究就是已經知道 就是說這個空調也是可能病毒傳播的 所以剛剛林委員有提到這個 14天要再做隔離 我是建議國防部一定要趕快去遵守 這個要14天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隔離 就是自主隔離 然後另外就是說空調空調的問題 也是現在可能的一個防疫的破口 因為我們的紓困防疫的條例是沒有規定說 在空調這個建築是要戴口罩也沒有罰則 也沒有很明確的規定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說規定在立法院空調的這個辦公室要戴口罩 但是我們看大概八成的人是沒有戴口罩的 所以這個也可能未來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那我們的那個法規現在也沒有定得很明確 所以拜託法務部這邊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這個在空調場所內有沒有戴口罩有沒有違規有沒有違法 規定是什麼法法則是什麼 目前都沒有 那這個病毒呢我們也知道可能會 這個疫情可能會拖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都有可能 所以在這裡真的是要很小心 那再來我要請教部長 部長就是現在就是有關這個廢棄物的問題 我上次有跟你請教過 那上個禮拜那個彰化地檢署有起訴 好幾個那個廢棄物的這個公司 清運公司有的又是上市公司 那透過這個彰化地檢署的努力 就是已經有起訴這些不法的業者 那我非常感謝地檢署 那在這裡我就是要跟部長去溝通一下 就是說現在的那個行政部門 譬如說環保局他們在抓到這個 這個有違法丟棄 他們竟然不用廢侵法去處罰 他們是用區域計畫法 那這樣子就是說他們把一些調查的 那個事情又丟給地檢署這邊 那這樣子的話可能造成地檢署檢察官 包括書記官這邊還有專業的部分 他們的這個不足 所以也可能造成譬如說這個兩年了 這個我們看到這個不法的丟棄 但是環保單位也沒有積極再去確認 用廢侵法就可以去認定違法的部分 那在這裡就是要去拜託這個部長 這個問題我就是覺得很嚴重 因為現在很多公司 尤其是專業犯罪 他們這些都是有高學歷人 甚至是前台北市環保局的局長 他是帶頭去做這個不法的事件 就是這個同開公司 那我們看第一張 第一張投影片就是這裡要請教部長 因為是不是這個預防環境犯罪 因為我們現在在偏鄉 譬如說有掩埋場有垃圾場 那有人就會來敲門 如果你去對外反應說有污染就來敲門 讓你不敢出聲 那選舉的時候就錢就丟到你的這個門內 讓你不敢去投票 或者是讓你不敢說有 不敢說這個反污染 那抗議污染有的也被打 那我是要請教法務部 那針對這些情形 我們怎麼在法規上面 或者是在一些措施上面 怎麼去做防範 能夠預防環境犯罪 因為這個是輕罪 這個是比較輕的 有的可能是不是重傷 可能是輕傷 但是那個心理的那個恐嚇 造成那個害怕這個是很嚴重的 那我不知道 因為又跟這個廢棄物的不當丟棄有關 那怎麼做呢 好請 謝謝委員指教 那個如果環保犯罪的話 我們地檢署也好 或是說警察單位 他們應該也會接受檢舉 只要有接受檢舉的話 就應該要處理 還有會同環保主管機關 那我想這個如果民眾也知道有這種污染的情況 也可以勇於提出檢舉 但是如果檢舉以後受到一些威脅恐嚇的話 我想也應該要像檢調 就是法務部這邊可不可以加強重視 成立一個預防犯罪的一個 一個所謂部門或者是能夠訓練一些人力 來做相關的預防的工作 我們地檢署都有成立一個環保犯罪的專組 由檢察官 專責的檢察官來負責 所以在這個專責 那他們的人力夠嗎 這個專責是不是要結合地方的環保單位 一起來 那我想我在會後 我再請他們再進一步了解 如果說不夠的話 那看看用什麼些樣的人力來支援 對於這個環境的污染 一定要非常重視 那兩個禮拜內給本席一個書面 然後我們再來研判 我們把我們檢察機關 會同地方的環保單位 怎麼樣合作 這樣的一個實務運作情形 跟委員做說明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委員 我確認一下 剛才前面陳委員問的一個問題 講說你是不是24小時 副部長24小時戴口罩 然後你們的回答是 沒有24小時嗎 是不是 密閉空間 有沒有24小時 我只是問程序上面我要釐清 24小時您的答覆是有還是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吃飯的時候會拿下來 只有吃飯的時候拿下來 其他的時候都拿 另外一個是在開放空間 比如他有傳委員 他是外面的 所以你的答案回覆陳委員的是說 除了吃飯的 除非在除了吃飯以及在開放空間 我不是這樣講 我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在密閉空間裡面 只請要全時拍他口罩 其他都是因相關規範來執行 相關規範是什麼 因為剛才 不是我先講一下 剛才陳委員我聽到的 但我沒聽到你的答案的 請你針對他的答案回答 要不就是陳委員剛才有講說 要你提供錄影帶 你是會提供錄影帶 還是不會提供錄影帶 如果你會提供錄影帶的話 我就不用在這邊再問你的答案了 好 你會提供錄影帶嗎 我們也會提供 好 謝謝 謝謝 不好意思我一分鐘 就是說我不是在究責誰 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問題是很嚴重 因為未來很多密閉空間 甚至未來更多的這個船艦 會都有可能變成一個破口 所以我們一定要正視這個問題 沒有人講說這個時間點 大家有興趣在究責 大家在這個時間點之所以問的原因 都是希望知道說那個破口有多大 你要怎麼樣解決 我剛聽到陳委員的這個第一個 那您願意提供錄影帶 這個太好了 第二個呢 陳委員剛才有提到另外一個 就是說處罰的規定 你處罰的在這段期間之內 你有沒有對於不戴口罩的人有處罰 有還是沒有 這點我不太清楚 要回憶查完以後 再跟委員說回覆 好那再拜託查後之後 你送給陳委員的 同樣給本會的委員 也同樣有一份 第三個他剛才提到的 我也沒聽到你的答案的 就是他提到健保卡上面沒有註記 沒有註記的部分 現在對於那些的官民 因為今天早上在詢問的時候 相關的部位提到說這個牽涉到個資 所以沒有揭露只有用代號 所以陳委員剛前面提到的就是說 那因為你健保卡上面沒有註記 那這些的人 譬如說他現在又到不同的榮總啊 等等的這個醫院去看病 他會不會把這個感染源呢 就帶到因為沒有註記 所以這個感染源帶到這個其他的民眾上面 是你是怎麼處理 我也沒有聽到你的答案 這個沒有註記這件事情 我不清楚 我老實在跟你報告 但是這個沒有註記是為什麼不註記 是當初他們是依據著什麼樣的一個規範來做 這我也會同時查明 但是我剛剛講那個註記啊 那個註記跟那個所謂的註記 不是跟這個有關喔 我講那個註記是 就是我們如果說以實名日去買口罩 你買了以後差距他就會 他就會兩個禮拜就不能買 副部長我覺得你誤會了 你老是覺得本院的委員 在問你問題的時候是找麻煩 沒有人有興趣找你麻煩 我是在說實話啦 我在說實話 但我現在提到的一點就是說 委員在垂巡的時候 是因為對於國防部 這次發生了這麼大的一個防疫的破口 大家作為民意代表 有職責上面來講 要確信國防部以及相關單位 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 把這個破口補助 所以大家集思廣益 然後想說會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才希望您能夠針對問題回答 不知道答案的沒有關係 但是你在會後的時候 然後回答的時候務必也送本會 好不好 沒有問題 好 謝謝您 主席 因為剛剛就是有 我們朋友提供就是說 那個醫生確診 診斷了這個 這個 在上面的官兵 然後發 後來發 才勸他去做檢查 才知道確診 然後突顯出說 現在出國的人員沒有註記 建包卡沒有註記 所以 往後希望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 謝謝委員 用意也是這樣 我們回去會馬上網路補牢 再拜託提供相關資料會後 接下來我們請高嘉瑜高委員 謝謝主席 國防部現在大家都在問說 國防部現在講的話還能相信嗎 因為其實國防部一開始說 到帛琉都有全程戴口罩 那後來事實證明也沒有戴口罩 那國防部在立法院15號 接受質詢的時候說 這個船上的人都很健康 事實證明在船上呢 現在有70人求診 71次有5人發燒喔 所以國防部在面對委員 或是面對外界的質疑的時候 為什麼說法是一變再變 我想他們當初在15號 那個海軍參謀長提報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當時的所謂的一個背景 因為當初當然了 陳如委員所講的 我們應該要更嚴謹的態度 來看這件事情 但事實上當初的規範啊 還有所有的執行經過 實情就是這個樣子 這個會後我們會檢討 其實現在也有人提出一個質疑 就是說在軍中 誠實是需要勇氣的 所以面對質疑的時候 一開始都是先用一個 這個遮掩的態度來面對質疑 先否認 然後先說有戴口罩 先說都沒事 可是問題是 最擔心的就是因為這樣 而導致了這個疫情 成為一個破口 那今天所有的這個發源 就在於說整個國防部在面對 疫情的態度 並不是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態度 才會導致這樣的問題 那在面對委員 或是對相關這個 有去過帛琉的這些人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也沒有掌握 那到立法院來面對委員的質疑 卻是用一個都沒有事 都很健康的態度 也沒有去查證 那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外界質疑說隱匿 其實當然我們也不相信 國防部會去隱匿 可是這過程中就凸顯說 國防部其實對於整個疫情 並沒有用一個非常嚴謹的態度 在面對 那當然就是說 大家現在質疑就是說 第一個 在疫情期間 堅持要去帛琉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到底誰要負責 第二個在帛琉沒有戴口罩 誰要負責 第三個就是說 船上有船員發燒 發燒而且將近五人發燒 都沒有警覺性 那軍醫說沒事之後 回來有沒有跟疫情指揮中心 報告這樣的狀況 國防部的高層 有沒有掌握這樣的狀況 那當隔離的這些船員們 這些阿兵哥也沒有真的 確實的遵守隔離的天數 也被爆出說 還在外面趴趴走等等 那國防部面對這些質疑 現在相關的這些 了解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做兩點回覆 第一個對發生的事情 我們說實在 我們自己感到非常的抱歉 但基本上我們態度是嚴謹 或許我們整個檢討的作為 還不夠周野 這個我們下去會再做檢討 以最高的規格來看待這件事情 第二個其實像委員 你剛剛提出那麼多質疑 其實有蠻多一部分 其實我們自己也覺得 必須有再查證的必要 所以我們國防部 也編成了那個專責小組 現在是配合防疫指揮中心 他們是主導 我們配合他會來做完整事件的調查 等調查完畢以後 真正跟所有的防禦作為 或我們事先的規範 如果說有落差沒有按照規定執行的話 我們不管是個人或單位 應該負什麼責任就負什麼責任 並且今天會跟其他的委員報告過 這個究責我們不會說 只針對我們的下級單位 不管是艦隊 艦指部 司令部 或是我們國防部 只要有不周延或違反 就是說防疫指導的這些出師的話 我們都會依規定究責 然後另外該負責什麼責任 就負什麼責任 現在應該不是只有救責的問題 而是大家擔心說 國防部的整個問題就在於說 因為軍紀應該是嚴明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包括您剛剛所說 369他頭痛他有在船上 他有去跟軍醫救診 但是397 398案例 這兩位船員 他們當時並沒有這個救診 他們是下船之後才去救診 也就是說他們也是怕說 自己會因為自己的關係 會去連帶影響到連坐 甚至其他的懲處 所以導致有狀況也不敢看醫生 也不敢讓上面知道 類似這樣的狀況 可能就是今天疫情一個爆發的主因 所以國防部就這個部分 除了究責之外 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在這次的疫情裡面 能夠讓這些 在軍中過去的這些 常態的這些狀況 能夠去改變 是一個非常重要大家關心 就怕說因為過去的這些漏息 然後導致這個疫情是越來越嚴重 那當然大家也會問說 那軍醫他知道有發燒的狀況 其實應該是有警覺性的 到底有沒有往上報呢 這個過程裡面 第一個我想軍醫 他並沒有將這個整個情況 回報到那個 劍指部司令部跟國防部 這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還是回復 像這些事情啊 不管是國人或委員的質疑啊 我們這部分都會納入 我們調查報告裡面的要想 對所以大家很關心說 這些人回來之後 他們的健康狀況 難道上面的人不用關心嗎 不用了解說這些人 因為現在疫情國外的狀況 在軍艦上可能發生的狀況 照理說上面的人 也應該要想要關心一下說 這些人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不是軍醫沒有報 我們就不用去了解 那國防部有沒有了解 有沒有掌握 如果了解掌握了 有沒有跟疫情指揮中心在承報說 那這樣的狀況有沒有可能 需不需要進一步的去檢查 這些東西可能都是國防部 必須要去進一步了解 那這個我們也關心就是說 在春節的不是清明的連假期間 我們有2740名官兵 他有去過11個熱門的景點 那這些官兵 其實現在也都需要自主健康管理 但是他們有沒有出現身體上的異狀 有沒有發燒 有沒有相關的症狀 這個目前國防部有沒有掌握 現在已經全部解管都沒有相關的 所以我們都有採檢嗎 這2740人 不是採檢 他們都是做居家自主管理14天 現在他們都已經完全就是 完成了居家那個自主管理14天 都沒有所謂那個病狀 所以他們都沒有任何的問題 對 那當時這個國防部長在回答說 這些人在軍營裡面睡覺也要戴口罩 24小時都要戴口罩 他們有也是這樣子嗎 跟在這個敦目艦隊上的所有的官兵一樣 全部都是睡覺都戴口罩嗎 沒有 我剛剛講了因為我會提供錄影帶 就是說在艦上的官兵 我剛剛一直強調在艦上的官兵 我們是正常情況下 是我們綠定之戰屬於密閉空間 比如你在輪跡室操作 你就要全時都戴口罩 但是你如果是個維桿兵 你平常都是在艦床外面的話 我們可以根據個人 你認為你要戴你就戴 不要戴因為你不維含規範 我們也不會強的執行 是這個問題 對 剛剛講的是艦上的這些船員們 他們是24小時在密閉空間裡面 都會要求戴口罩 即使睡覺也會戴口罩 然後您會提供錄影帶 那現在講的是這個 清明連假期間2740名的官兵 是不是也是睡覺的時候都有戴口罩 在軍營裡面也有戴口罩嗎 那這部分我們是這樣規範 那實際怎麼做 那這部分也會提供錄影帶嗎 這不會提供錄影帶 那為什麼在軍艦上 因為這些人 他是自己在家裡面居家自主健康管理 所以這2740名都沒有回到軍營裡 他們全部都自主在家裡健康管理 在家裡自主健康管理 好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高嘉瑜高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邱智偉 邱委員邱智偉委委員 邱智偉委委員 邱智偉委委員不在 我們請莊敬成委員 莊敬成委員 莊敬成委員 莊敬成委員不在 我們請陳柏惟委委員 感謝邱委 辛苦 那個先請教一下 我們有一句話叫防疫士同作戰 那這句話來講 防疫重要還是作戰重要還是一樣重要 在現階段你當作防疫重要 我認為一樣重要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遠航 這個不管是你說敦目或者是演習等等 他其實就是士同作戰 因為他希望說我們在這個艦上的官兵 可以透過這樣子的這個演習或訓練 得到自己的這個精進記憶的過程 我換一個方式講 如果今天不是去敦目 如果今天是去跟隨來到台灣東岸的 中共的軍艦或者是 是做一場作戰的這個行為 或者是這個指令戰術的話 他回到台灣一樣要經過這樣子的隔離流程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的建議是 防疫跟作戰它同等重要 透過這次的事件 把未來的洞補好 我想才是我們民眾更加關心的問題 好嗎 是 謝謝委員 今天要討論這個資安相關的工作 我包含今天有司法院法務部等等的 這個各位行政官員在這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在國防部 國安局 調查局 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針對所謂這個 資安相關的業務分工具體事項為何 我常說我們其實做很多事情 可是當我們沒有辦法跟人民解釋清楚的時候 會變成我們不知道怎麼做 我從第一天2月1號上任到現在 執行了大概四次相關的部會 問說在資安 或者是說這個第四軍種 資通電軍的具體分工是什麼 包含我看過 國防部資通電與調查局 開了17次會議在討論業務 如何分工 包含我也去請教這個行政院資通安全處 能不能具體簡單的 分類我們的業務是如何分工的 誰想到可以講就可以講 沒有人講 哪一位要講 這個其實議題早上我說過了 再簡單的 不好意思 謝謝你 早上我在隔壁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其實在我們國家層級裡面 是個行政院的國家資通安全匯報 那我們國防部所扮演的角色 是在這個匯報 網際防護體育下的資通安全防護組 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負責 防護國家相關網絡為主 同時會議令協助資源國家 關鍵資訊 基礎社會防護這些任務 那簡單來說 因為今天我們探討的是假訊息 那如果今天這個假訊息 是第一個要件是要跟國防部有關 跟國防部有關 我們認為我們初步評斷是一般的 不涉及所謂國家安全 不涉及那個所謂那個網路犯罪 這些的話我們會自己來做 來做處理 那我們做了處理 早上的報告也講 我們是一定先會澄清 然後再做溯源 然後再做責任追究 那如果說跟那個 剛剛講的跟那個網路犯罪 或者是跟國安有問題的 我們分別會協請國安局 或者是那個調查局 或者是刑事警察局 好我們請其他部會 有沒有可以簡單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你剛剛講的我都聽得懂 可是現在問題是 比如說我們具體分國內國外 民間國際之間 軟體硬體 或者是輿論心戰的攻擊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分類 我剛剛可以理解說 跟國防部相關的 我們的處理流程是什麼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現在的攻擊 它是全面性的 而且是不只 像以前是發傳單嘛 快回來吧 共產黨有熱騰騰的包子 請大家吃 或者是我們用鄧麗君唱歌 跟對方心戰喊話 現在是透過資訊 透過網路的方式 在不同的個人群組封閉群組 這是假訊息的一環而已 早些日子是硬體的攻擊 包含DDOS 或者是網路的飽和式攻擊 我的意思是 這些所謂新世代的攻擊方式 我們的具體分類是什麼 是比如說我剛剛講 國內國外啊 民間啊 政治議題啊 新聞議題啊 等等的 因為現在是方方面面的滲透 不只是就是我要攻擊你囉 然後你會看到有一個東西飛過來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分工 有沒有主管 或者是說我們有沒有主管機關 或是所謂在上位者來做指揮 法務部是負責犯罪的偵查啦 所以調查局 他是屬於法務部的一個下屬單位 那資安站是他們裡面的一個 再更小的單位 那負責的是一個 這個資安的維護 包括國家安全 包括犯罪偵查 都是涵蓋在他們的意乎範圍內 行政院資安處 老師 我簡單說明一下 是 謝謝 這個 整個資安的工作其實分兩個體系 兩個裡面 就是他為什麼剛剛 國安調集會談到他是國安 那他也附屬在行政院的整個 資安防護底下 原則上我大概簡單說明 行政院其實有國家自動安全匯報 剛剛也報告過 裡面其實分兩個體系 就是你的資安攻擊其實你要防護 但是因為你去攻擊別人 他違反了刑法 所以也要做犯罪偵查 所以原則上 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他們會擔任的是行政院底下 網際防護體系的角色 就是因為他是要做犯罪調查 理解 不是不是網際防護是網際犯罪調查 但是呢 調查局 刑事警察局 他們有一個角色是也要負責 國安方面相關的調查 所以他們的角色會一個是行政院 體系上面的這個犯罪調查 那他也同時間 國安體系下面有關國安相關事務調查 簡單說明是這樣子 我可以理解的原因是因為 他這個東西要的不只是資訊的專長 也不只是資安的領域 包含假訊息打過來 他比如說現在是打我們的健保 或是打我們的防疫的話 他其實有資安專長也不見得能解釋這個問題 所以他是整個行政體系需要去做 我特別提到調查局現在編的這個 所謂資安站原額編制是三十分之二十一 我的理解對嗎 三十分之二十一嗎 我剛剛看到報告是這樣嗎 是的 那下一頁我們看到台灣的直通電軍 在2024年的時候 預計會有六千人 現在是兩千四百人 這個數字對嗎 快好了 包委員 這個數字呢 精確的數字我們可以另外提供的 概略我們都可以滿足我們的編制 好 但是呢我們看中共解放軍 他們在所謂戰略志願部跟網軍的數字是 特別是十萬跟三萬 這個數字是對的嗎 包委員在網路上看起來可能還比這多 因為他們運用了很多民間的力量 所以在這個編制上 如果不夠的齁 不夠的部分 我們不只是被動防禦主動出局也要兼顧 如果有任何的需求 認為這一塊是在國安上 坦白講我不認為他比病毒還要輕鬆 他是長時間綿密的延續性的對台灣進行攻擊 所以這個地方如果政府有需求的話 其實應該要這個盡快來提出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會後 我可以獲得一份這個書面報告來告訴我實際的這個業務分工 因為我很少有機會跟大家同時出現在一起 各個部會我們其實都有分別拜訪過 但沒有辦法獲得一個這個宏觀的然後整體性的一個回答 這邊是不是可以口頭答應 國防部會就那個我們跟那個國家安全那個匯報啊 那個相互的關係跟我們國防部跟資通電局這個相互的關係 和業務分工提供給委員做參考 好下下一頁 最後我講到 我看到你們有寫一個建構公司部門網路合作夥伴關係 推動跨國組織的國際合作 請問與民間社群合作的實際辦法是什麼 因為我特別提到你們有講公司部門 這表示除了你們之外 還有私人的不管是社群網路或是團體 我沒有辦法猜測這個團體大概會是什麼 可以說明一下 請我們自動處的吳處長說明一下 最後一題謝謝 好就這個公司部門的部分 我們當然希望政府機關以外 可以和私部門多一點合作 譬如說一般民間業者的這個資安部門 他們的這個資安業者 或者是說其實我們比較具體的是 我們都會去簽一些 跟一些資安公司做一些多一點合作 譬如官貿網路公司 這是比較曾經在媒體上我們有發布新聞的 那或者是這個國際之間有這個微軟 微軟他們有一個DCU 就是一個數位犯罪防治中心的一個平台 我們也有和他們做一些簽約的動作 那因為陳如委員講的 這個網路犯罪其實它是跨境跨域的 所以除了在國內的這些公司部門合作之外 我們也會和國際的私部門進行一些合作 包括他們的FBI的案件合作 我們也會繼續一樣進行的 好舉最後前一段時間中泰網路大戰 他們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是網路上的軍種 要建立這樣子的架構以及民間的連結 我特別在意公司網路合作這件事情 如果有具體的方法我們能夠協助大家的話 請告訴我給我一個這個文件好嗎 看我們要怎麼去做公司部門的網路合作 好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委員 那個陳委員你留步一下 因為那個其實國安局還沒有 你請坐一下 國安局的部分 我們剛剛聽到法務部的回覆 調局的回覆 國防部的回覆 國安局的部分呢 剛才行政院有提到 就是說兩個系統 一個是關於國安的部分 一個是關於犯罪真防的部分 國安的部分麻煩說明一下 是跟委員報告 那個我們區裡面也有參加行政院的 國家自動安全匯報 那我們是負責這個情收的掌握 所以我們會統合各個國安單位 就中共這個害心或是說 爭議訊息的部分來做資料的收集 那之後呢 我們會就境外IP所涉及的部分 我們協請這個具有司法警察官身份的 這個調查局跟刑事局來就 就在國內境內的活動 來進行這個部分的偵處 那簡單的分工是這個樣子 那國外的部分是怎麼處理呢 國外的部分呢 我們會協同我們的國際合作友方 來做一個協查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實際上面的那個合作的這個案例出來 我沒有問誰 我只是說有還是沒有 我們有 多還是不多 大概多少的比例 報委員 因為這個網路上面的活動是一直持續性的 所以我們並沒有做過這個數量上面的統計 再拜託你們做一下數量上面統計 因為我們必須要了解它有多嚴重 然後你們所採取的方式 是不是真的能夠達到遏止的效益 可以嗎 報委員 我們回去努力 謝謝 另外一個就是剛才陳委員也另外提到的一個 就是說跟民間的部分的合作 可能拜託這個 我們剛才調查局的這個財安處處長 您到時候可能拜託你表列一下 就是說跟民間合作的情形 大概是有哪一些 然後這個能不能達到陳委員 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最後能夠達到全民間軍的一個方式 再拜託把這個資料也提出來給本會 然後還有那個分工的部分 我覺得分工的部分 今天在報告裡面呢 其實很含混 很含混 就讓我們看不出來真正的實際上的分工的執暢 也特別拜託在會後 助期的時候補充一下 好 謝謝 好 陳委員謝謝你 好 我們接下來請楊瓊音 楊瓊 stepping 楊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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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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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明問問不在,我們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林德福委員不在 我們今天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 我們巡答結束 委員質詢的時候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前書面答覆的話 請相關單位禁述送交各別委員以及本會 那剛才我有幫大家摘要了 就是那個委員需要的資料 那至於本席以及本會委員林維州委員等 提書面的質詢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回覆 本次會議到此結束 現在散會,謝謝大家